2005年是神仙打架的一年 但或许再也不会有这样一部仙侠剧 使得16年依旧历久迷心 至今提起都令人念念不忘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由胡歌 刘亦菲 阿影轩等十类派演员 连昧出演的经典古装仙侠剧 《仙剑奇械传》一 飘茫大海之上 不宜少年嫁一夜偏舟 但随着惊涛骇浪 闯进了一个叫做仙宁岛的地方 谁知他刚上岛 就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 好美啊 谁啊 是小花吗 我不是小花 这位少年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鬼鬼祟祟出现在这里 他口中的求药究竟是真是假的 一切都要从头讲起 几天前 他李逍遥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店小二 和婶婶一起经营着一家客栈 整日里笑骂打闹 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但就在这一天 婶婶突然被查出身份绝症 有人告诉李逍遥 只要有机会找到传说中的仙丁岛 从岛上的仙女手中求得神药 就可以救回她的婶婶 李逍遥看上去一副不着思溜的模样 便不管不顾地驾着小船飘洋过海 踏上了仙丁岛之旅 却没想到自己和仙女的出狱 竟会是这样的场景 对方似乎把李逍遥 当成了不折不扣的登徒子 出手之际毫不留情 看此情情 林儿应该是将她错认成了某个人 还说他们十年以前就见过面 李逍遥却觉得不可思议 十年前 她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小豆丁 怎么可能会是林儿印象中 那个潇洒的大侠呢 正在李逍遥争愣之时 林儿已经笑应地带着她 穿过一片浪漫娇艳的桃花里 摆到了一棵大树底下 树枝上挂满了各色荷包 这是她十年来 为逍遥哥哥精心准备的礼物 每一支荷包里 都装载着林儿成长的点点滴滴 林儿林儿的热情和依赖 并没有感动李逍遥 她本就对林儿所说的 十年前的事一无所知 更何况省省还在镇上 等着她拿药回去救人呢 林儿这才意识到 她太过沉醉于李逍遥的归来 却忘记了她的逍遥哥哥 白刀新领导是有急事要办的 赶紧带着她 偷偷溜进了炼丹坊 将能治百病 截百毒的紫金丹 牵手交到了李逍遥的手里 马之一转身 屋外去传来了一个老玉的声音 是姥姥回来了 林儿慌得 赶紧把还没反应过来的李逍遥 拉进了旁边的柜子里 匣子中的丹药 散发出细微柔和的光铁 照亮了两张青色的脸庞 这坏事未遂的李逍遥 被姥姥一把揪了出来 谁知等姥姥看清了她的长相 经一时大惊失色 普通一声跪的下来 口吼声声称其为恩公 面对这一情景 倒让李逍遥有些无所失从 她从不认为自己 就是林儿和姥姥 多年前遇见的那位大侠 可当她看见林儿房间里 一副又一副她本人的画像时 就不由得迷茫了起来 姥姥告诉李逍遥 她和林儿都是苗疆南兆国的人 那时的南兆国正处于危难之际 丢遭大水围困伤亡惨重 如果不是她及时赶到救出了两人 怕是也不会有机会 在今时今日和林儿重逢了 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 别而无时无刻不再思念着 她的逍遥哥哥 各是日日细心照顾 李逍遥当年交给她的那颗种子 因为她当年亲口承诺了 种子发芽之日 就是她与林儿相见之时 这可惜她再怎么施非浇水 都无法让种子生根发芽 李逍遥看得一千二处 这根本不是什么种子 而是一颗再补充不过的小狮子 石头怎么会有发芽开花的机会呢 但面对林儿天真的笑颜 她还是不忍心道出真相 和林儿暂时分开后 李逍遥毕恭毕敬地来见姥姥 一方面是征求对方的同意 拿到仙药回去救审讯 另一方面也是向他们解释清楚 自己并不是十年前那个大侠李逍遥 说不定只是同名同信 又恰好有着一模一样的容颜而已 相比起林儿 姥姥倒是很快接受了这一事实 或许十年前的那个人 并非尚在睡眺之年的李逍遥 而是她的父亲 于是对待李逍遥的态度 愈发和蔼自爱 只不过想要拿药离开子处 姥姥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我要你跟林儿马上拜堂成亲 什么 李逍遥最终还是答应了姥姥的条件 选择留下和林儿成亲 当然这所有的一切 女儿都毫不知情 大婚当日同见红烛 女儿三着雾发坐在镜前 仰起嘴角的模样 竟是说不出的娇媚 按照中眼的规矩 女子成亲前一晚 都会找一位终身幸福的老人 为其说好发气 眼看林儿就要出嫁了 姥姥再如何依依不舍 却也买怀惜迹地 为她拿起了书子 一书书到尾 二书白发青梅 三书啊 儿孙嘛 父亲 对不起 尽管李逍遥知道 只要她听从姥姥的话 娶林儿为妻 就可以拿到紫禁单 回去救婶婶 但要她为此糟蹋 一个好女孩的一辈子 李逍遥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于是她选择了逃婚 等林儿找到她的时候 李逍遥正望着眼前的流水出神 她自觉身份悬殊 开不上如此单纯美好的林儿 她更不是林儿 亲目了整整十年的 那个李逍遥大侠 听了李逍遥近乎绝情的话 林儿控制不住 落了泪 温水一滴滴落在那颗石头上 没想到下一秒 石头居然真的发芽开花了 就在林儿惊喜万分之时 李逍遥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 她又有什么理由逃避呢 芙蓉战暖 春秋难得 一对新人甜蜜缠绵一艳 只待次日天明 二人脸上 宇人是羞怯未退的幸福模样 经过这一夜相处 李逍遥寒情默默地对着林儿 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 林儿却拉过了她的手 一阵光亮闪过 李逍遥掌心竟出现了一个绝秀的灵字 林儿说 如果有朝一日 李逍遥不再爱她了 那么这个用法术写旧的灵字 也会随之消失不见 林儿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婚礼过后 李逍遥还要回到镇上 给婶婶治病 女儿依依不舍地送别爱人 李逍遥也郑重地向她承诺 只要婶婶的病一好 她就会马上回来陪伴林儿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两人化编完毕 几个抑郁衣装的男人 静持着利剑巨斧 闯进了仙灵岛 李逍遥一眼便认出了这几人 就是婶婶生命之时 为自己指入仙灵岛 取要的拜月教徒 而且在她临行之前 这些人还特意送给她几件武器 教她如何破解岛上的机关法阵 现在想来 根本就是这几人心怀不轨 利用自己迫切的孝心 轻而易举地为他们扫清了障碍 李逍遥很快意识到 这些人的真正目标是灵儿 他们武功高强 心狠熟辣 就算有姥姥前来相助 也无法与拜月教的人匹敌 为了保护李逍遥 灵儿不顾一切的施法 将李逍遥抛上了小船 狂逃巨浪 翻滚无息 她作为一介肉体犯胎 只能眼睁睁看着仙灵岛 渐渐在视线中隐没 等她再次清醒过来 自己已经回到了小镇 婶婶吃了她带后来的仙药 完全痊愈了 可她却来不及高兴 一心挂念着灵儿和姥姥的安危 正在此时 那几个拜月教徒回到了客栈 颇为得意地夸耀起了 他们一举捣毁仙灵岛之师 李逍遥躲在暗处 将一切都听得明明白白 忍不住怒火中烧 抄起菜刀 不管不顾地朝几人冲去 谁知其中一人右手至于生前 无声地念叨了什么咒语 与此同时 李逍遥居然像是被控制了一般 不仅扔掉了手中的刀 还一副痛苦难当的模样 堡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 李逍遥默然睁眼 对待那几个拜月教徒的态度 却如同换了个人一般 变得恭敬谄媳媚起来 从那天开始 李逍遥的记忆 就停留在了婶婶生命之前 至于千丁岛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家为何突然对她夸赞有加 这些天来的记忆空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逍遥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她着实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无意间撞见那几个拜月教徒 鬼鬼祟祟地离开了客栈 这么晚了 他们会去哪里呢 李逍遥一时好奇 悄悄跟了上去 马着在半路上 遇到了一个自称九剑仙的男人 说什么都要教她武功 李逍遥自然是万般的不情愿 对方却好肉无闻一般 对她纠缠不休 我一定要教你公主 虽然李逍遥从始至终都不明白 为何这位神通广大的九剑仙 偏偏选中了自己教树武功 但自小花揣着一个大小梦的她 还是欣喜如狂地接受了 好在李逍遥确实天赋过人 九剑仙只掩饰了一遍 就被她牢牢记在了心里 对于九剑仙的慷慨相受 李逍遥当然是万分感激 但她很快发现 此人脾性十分古怪 向来喜欢多来多往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就算毫无保留地教李逍遥武功 也坚决不承认他们的师徒关系 只是拉着她喝了一顿酒 接着便悄无声息地不见了踪影 李逍遥回到客栈的时候 已经到了深夜 正好碰见婶婶小声抱怨着 说住在楼上的三个白月教徒 请示相当诡异难测 不许人上楼不说 明明是三个人 每次吃饭却要多送一份餐 婶婶还提到昨天夜里 那几个白月教徒偷偷摸摸地 带回来一个好大的包袱 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李逍遥起了怀疑之心 当晚趁着三人不在屋内 他捏手捏脚溜了进去 看见周边确实放着一个大包袱 等他接开麻袋口才发现 里面竟然会是陷入昏迷的灵儿 灵儿苏醒后 看到李逍遥偏安无事 自是喜不自胜 可惜李逍遥 这那一晚是记忆全尸 根本不记得灵儿是谁 只是莫名觉得面前的少女 给人的感觉格外亲切 恰逢此时 那几个白月教徒回来了 正好抓紧二人在屋里 双方顿时缠漏了起来 李逍遥还没有彻底领悟 九剑仙交给她的武功剑术 虽然侥幸带着灵儿逃了出来 却还是被白月教徒穷追不舍 此时此刻 一直隐瞒狭者身份的婶婶 也及时赶来相救 但他们的功夫就算再经手 毕竟是不能法术的肉体翻拍 完全敌不过这些人 不料下一刻金光一闪 此一结果后 九剑仙并没有酒留 李逍遥始终不承认她去过仙灵岛 并和灵儿成亲之事 就算她拿出成亲当日 李逍遥送给她的母亲的遗物 李逍遥也只是当她说谎 当灵儿急切地翻开她的手掌 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的时候 她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 那里象征着爱意的灵字 已经消失不见了 她的逍遥哥哥 的确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事态紧急 灵儿现在也过不上这些了 她现在心心念念的 只有仙灵岛上众生的老爸 李逍遥虽然忘记了一切 但出于责任 她还是找到了一只小船 带着灵儿重回仙灵岛 只可惜岛上早已适合遍野 姥姥也处于迷流之际 撑着最后一口气 等别人回来 姥姥告诉灵儿 李逍遥都半是中了 拜月轿的忘忧骨 才会全人忘记之前的一切 此骨一旦发作 根本没有节奏的可能 姥姥硬撑了这么久 已经是登进幽枯 临终前 她奄奄一切地将灵儿 托付给李逍遥 希望她可以护送灵儿 偏安回到她的家乡 南兆国建巫王 姥姥去世后 灵儿和李逍遥忍着心痛 火晃了老婆 暂时先回到了小镇 甩着地眼看见灵儿 就很心意李逍遥 带回来的这个漂亮 又懂事的女孩 也看出她家小猴头 对灵儿也是真心喜欢的 并窜盗着想让两人定亲 但李逍遥就是死后不肯同意 灵儿也随即表示 应该尊重逍遥哥哥的意愿 感情这回事 是最不能强迫的 那一夜的缠绵翡测 却被心爱之人一夜忘却 别人何尝不心寒 哪怕知道那是忘忧补的药效所为 也忍不住有些失望 她记忆中的逍遥哥哥 公子如玉 温润有礼 还救过她和姥姥的命 怎么会像眼前的这个人一般 流氓无赖 喜欢勾搭女孩子呢 就算她吃了法术 让李逍遥变得彬彬有礼 对她更是呵护有加 潜化潜取 灵儿也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她喜欢的逍遥哥哥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灵儿终究还是解了法术 李逍遥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 她早在心灵岛上答应了姥姥 会一路送灵儿回到南兆国 如今也该是对线诺言的时候了 另一边 那三个男人已经返回南兆国 正在向他们叫的教主拜月 汇报此行的情况 拜月并不赞同他们 暴力带回灵儿的做法 而是转而让他们 叫来灵儿儿时的玩伴阿奴 只有她才能真正将公主带回来 在此之前 阿奴已经通过神奇的一线签 感应到了灵儿正处在危难之中 因此 一听说拜月准备让她前往中原 带灵儿安全归来 当即便值得一满地答应了下来 这些年来 李逍遥和灵儿 一个成日礼物在边缘小镇上 一个常年待在心灵岛 并没有机会接触外界的精彩绝伦 而今终于有了机会 灵儿新奇地捧着姥姥的骨灰 边逛边赶路 但她也见识见识 这明媚多彩的世界 随着他们玩的太尽兴 却不慎冲撞了当朝新科状元 刘沁元的车架 好在对方不仅没有怪罪 还看出灵儿脸色不太好 似乎是生病了 想给她找个大夫好好瞧瞧 没想到这一举动 看在李逍遥的眼里 却像是柠檬树下的柠檬果 怎么看怎么酸 吃醋的李逍遥 直接拽走了灵儿 夜色能弄下 他们谈天说地 畅想着未来 正途碰上一个乞丐模样的人 上来掏钱 就在两人掏出钱袋 准备施舍的时候 对方进一跃而上 抢走了钱包 还狠狠推了灵儿一把 怀中的骨灰罐 就死脱手 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姥姥的骨灰 四散在地上 一阵狂风呼啸而过 又吹走了不少 灵儿自责地抱着地上的 血片哭泣 她答应过姥姥 要一直开心快乐下去 也答应了会带姥姥回南兆国 再看一眼家乡 漫山遍野杜鹃花 只是这个美好的愿景 就在这一刻彻底碎裂了 望着痛哭不已的灵儿 以逍遥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她捧起一撮骨灰 平静地让其飘散在空中 和姥姥冲锋了 赶路的这段时间 李逍遥和灵儿的感情 也在迅速升温 结果在一家饭店里 再次偶遇了刘静元 她也很快认出了二人 上前来打招呼 对待灵儿 更是一副千千君子的样子 李逍遥对这个男人 是怎么看怎么不爽 为了捉弄刘静元 她买通了几个小混混 打算好好给刘静元一个教训 让她再也不敢接见灵儿 这刻意这个计划还没开始 就被灵儿察觉到了 李逍遥只好装作路见 不平拔刀相助 从那几个流氓手下 救出了刘静元 为表感激之请 刘静元邀请两人 去附近的仪仗家里做客 她又怎么会想到 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劫难 正是李逍遥一手造成的 从林家堡出来后 护温街上一阵骚动 一个女子的声音游远极近 众人纷纷躲以逃散 来者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让大家如此惊慌无措 李逍遥和灵儿 跟在女子身后 来到了一片树里 正好撞见她 正在严心拷打一对男女 李逍遥看不过 对方的满横残暴 省则出手相救 女子武功倒是不错 却还是抵悟了李逍遥 有九件仙亲兽的一身剑术 为李逍遥饿作剧斑 换在了树上 随后便拉着灵儿 喜滋滋的离差了 走到半路 灵儿还是担心 那女子的处境 说服李逍遥 回去放了她 马侍等绳索一解 灵儿 我跟你说 你又说不夺 李逍遥的命算是保住了 李逍遥也因为筋疲力竭 晕落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 陪伴在身边的 除了重新变得生龙活虎的李逍遥 还有刘靖远 应该就是她将自己 和逍遥哥哥带到了这里遥伤 尽管刘靖远从始至终 都没有伤害过他们 但李逍遥就是看不惯这个书生 更不喜欢她和李逍遥亲密互动 因此总是给她白脸色 刘靖远却是丝毫没有介意 刘少爷 当时不好了 小姐她 小姐 小姐慢慢说 她回来了 那不是件好事吗 可是她杀人了 原来李逍遥他们 之前在树林里遇到的那个恶女 就是刘靖远的遗仗 武林盟主林南天的独生女 林月如 重人见面分外眼后 林月如见李逍遥并没有死 心中的愧疑减轻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这个家伙 在打度期间轻薄自己的事 对她也是没有半分好脸色 尽管林儿和靖远在旁劝解 林儿也差一点动起手来 林月如自小被骄纵惯了 也没有得到过完整的父爱 就算是面对自己的父亲 也是要多任性有多任性 她不想遵从林南天的安排 举行比武招亲 然后莫名其妙嫁给一个 完全不认识的男人 对于女儿的娇蛮放肆 林南天并没有松口的打算 比武招亲正常开始 台下的男人对林月如的美貌 无不垂涎欲低 谁不想娶个如花似玉的娘子 顺便成为武林盟主的成龙快婿呢 奈何林月如的武功 虽然比不过李逍遥 对付一般的敌人 还是有刃有余的 上台挑战的男人 一一败下阵来 就在此时 底下文弱的刘静元 却异常坚定地爬上了比武台 其实李逍遥他们早就看出来了 刘静元对他这个蛮横的小表妹 一往情深 只是从来没有明说过而已 现在他敢于站出来 也不失为一种勇气的表现 果不其然的是 竟然还没出手 比武就已经结束了 但林月如的嘴上不饶人 却激怒了底下的李逍遥 他先是让父老乡亲们做个见证 哪怕赢了林月如 也不用履先取他为妻的诺言 随后便摆出架势 两人瞬间纠缠在一起 刀光剑影交错纵合 一时竟难分上下 最终还是李逍遥积高一筹 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林月如 谁知林南天去林阵便逛 坚决不放他和林儿离开 李逍遥未必无奈 只能答应和林月如再比试一场 他天资聪颖 又得到过九剑仙的亲自交手 只看了一遍 就将他们林家的武功 学了个七七八八 缠斗期间 林月如一个亮相不稳 在此之前 林月如一直将李逍遥 看作是失礼无赖的地痞流氓 但此刻他的仗义相救 却让林月如改观了 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 他真的对这个男人动了心 可任谁都没有想到 林南天再次出尔反尔 执意要给李逍遥和林月如 操办婚礼 林儿也随之病倒了 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林家宝 多待一段时间才行 既然确定了自己的感情 林月如自然而然就将林儿 看成了阻碍他的第三者 然而对方的温柔可人 却总是让他自残行贿 在此期间 林傅的一再紧逼 强迫李逍遥 入赘林家为序 但他实在是反不胜反 此外 他误以为刘靖元对林儿的温柔以待 是出于男女之情 暗地里很是吃味 因而出处给刘靖元脸色看 这也引发了林儿的不满 但事实上 刘靖元真正心仪的 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妹林月如 只是他也明白 月如表妹的亲 从来都不在他身上 同时他也看得出来 林月如喜欢上了李逍遥 说来也是 既没没有李逍遥的出现 月如表妹 只怕也是看不上 他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 文弱书生吧 对此 刘靖元痛定思痛 想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带李逍遥为师 学习武功 除了想要李月如表妹 更进一步之外 也存了摸清敌人底细 知己知彼的小心思 面对这样奇怪的要求 李逍遥倒是答应得爽快 但他哪有这个贤情雅致 为自己认定的情敌 传授功夫 为了捉弄刘靖元 他可以以历练的名义 将其哄骗到了青楼 却没想到 最先烂醉如泥的 竟会是自己 刘靖元颇为无奈地 将免定大罪的李逍遥背了回来 马之他才将其安置好 只听林儿房间一声尖叫 他身口林儿会有危险 急忙前去查看情况时 却只看见了一条硕大的蛇尾 从窗户那边迅速溜走了 一道光芒闪过 他便当场晕了过去 等靖元再次醒来的时候 林儿姑娘已经失踪了 再结合他目睹的一切 林儿十有八九 是蛇妖抓走了 奈何李逍遥现在最倒危险 林天南也借此机会 不顾靖元和林月如的反对 命令府中所有人 不许告诉李逍遥真相 头鹰口径 让他以为是赵林儿自己离开的 这样拙劣的谎言 李逍遥自然是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林月如也不止一次 与父亲发生了争吵 他指责林天南 强逼李逍遥和自己纯亲 就是不想让自己的颜面有损 这些年来 林天南一向对他这个 骄纵的女人极尽溺哀 如今却态度大变 不由分说 点了林月如的穴道 并把李逍遥绑了起来 逼迫二人成亲 两人当然是万般不肯 林月如虽然对李逍遥放心暗许 却也明白是非取之 就算被点了穴道 也是死不愿嫁给李逍遥 正在三方僵持之际 一旁的刘靖元却面色一肃 竟直接拿出了皇帝亲自的状元令 这招婚事宣布作废 这招荒唐的婚事 算是正式作废了 林天南气怒之余 也最后一次警告林月如 要是他现在踏出了林家的门 以后就永远都不能再回来 至此 李逍遥和靖元林月如一起 踏上了拯救林二之路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靖元当晚遇到的那个蛇眼 其实就是林二自己 早在前几天 林二就已经注意到 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 手臂上的蛇力印记 时隐时现 就在这一天晚上 在林天南要求林二 马上离开李逍遥 却遭拒 一怒之下 将他反锁在屋内的同时 胳膊上的印记愈发明显 下身更是化作了一条蛇尾 事发突然 女儿根本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以为自己 变成了可怕的妖怪 惊恐之下 逃出了林家宝 人身蛇尾的林二 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树林中 心里既惊又怕 不想证明撞上了几个村民 误以为他是 霍乱世间的蛇妖 抄起武器 便嘲扰着要将他打死 他真实的身份根本不是妖 而是大地之母女娲的后人 只是到目前为止 女儿还尚且不能控制自己的力量 一旦她掌握了运用自如的方式 将会给这世间带来无尽的福音 除此之外 女儿之所以会突然献出真身 是因为腹中有了孩子 女娲一脉得以延续 是天地万物之府 得知了自己的身份 女儿也终于冷静下来 在学会如何运用女娲后人的力量之前 她尝试着和世间的每个生命和谐相处 也尽量隐匿于偏远山林 一面吓到凡人 与此同时 从南兆国偷跑出来的阿奴 终于凭借一线间的感应 找到了灵儿的所在 并告诉灵儿 她的生父乌王也很想念她 派人来到中原 就是想要接她回国 之前灵儿不告而别 是不敢让她的逍遥哥哥 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但而今 既然已经知晓了自己的身世 打开了她一直以来的心结 也是时候回去见地逍遥了 另一边南兆国内 乌王对拜月信任有加 甚至容忍她与自己平起平坐 受万人朝拜 可当她在伴侣的提示下 走到当年灾后的发生之所 看到满地的白骨 以及湖中央的巫后石像的时候 才默然间翻人悔悟 那一年南兆国内妖魔横行 水魔兽的出现 在国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无数人在洪水中丧生 是身为女娲后人的巫后 挺身而出 献出原身 与水魔兽殊死搏斗 最终牺牲自己化为石像 将水魔兽镇压在湖底 才换来了南兆国 这些年来的国泰民安 拜月引约巫王来到这里的目的 目前还无从得知 巫王先来宠上和平欣喜百姓 见此惨状也是痛心不已 对拜月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他意识到想要和拜月教对抗 就必须有个势均力敌的人 来辅佐自己 于是巫王不辞辛苦 找到了早已归隐山林的 开国长老石公虎 石长老当年就是见证了 巫王和数万难照过百姓 被拜月教所蒙蔽 一时愤痕才次官归也 他想要的是能明辩中间 体恤百姓极苦的明君 而非眼前这个一心只依靠于拜月教的皇帝 石公虎话虽如此说 但为了整个南照婆 他还是毅然居然回到了朝堂 只要巫王一声令下 他就可以率兵 逆曲倒破拜月教的统治 然而巫王最不愿看见的 就是无休止的战争 他听说阿努感应到公主有危险 终日忧心忡忡 好在石长老回来了 巫王希望可以借他的力量 将公主带回南照婆 尽管石公虎并不明白 旧义人和旧义国两个选项中 巫王为何选择了前者 但生性中军的他 还是硬撑了下来 邪义子唐玉和树心护卫 乔装打扮到了中原 四处打听公主的下落 机缘巧合下 他们和正在寻找灵儿的 李逍遥一千人有的交集 事情是这样的 话说他们三人离开灵家宝后 李逍遥一直想尽办法 打算甩掉这两个脱油瓶 独自去找灵儿 但李月如也早有预感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在他腰间绑了一串 只有林月如本人才能解开的灵档 据说此灵是一对 源自遥远的南疆 林月如身上的叫做墨诗 记在李逍遥身上的叫做墨望 银档里面装了两只蛊虫 如果其中一只有了动静 即便相隔千里 另一只也会给出反应 也就是说 只要林月如不主动取下灵档 他哪怕走到天涯海角 也会被迅速找到 话虽如此 李逍遥却不是吃素的 既然林月如软硬不吃 他不惜搞点小阴谋 故意摸走了 某个不愿透露姓名的 石长老的钱袋 然后摇动铃档 也宁月如过来 借此摆脱这两个烦人的家伙 但李逍遥的进谋 并没有得逞 石长老觉得是有人 借机逼他们暴露身份 硬是忍了 真的三次没有出手 只不过人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在李逍遥第三次 顺走了他的钱袋后 回到客栈的石长老 终于忍不住大发雷铁 正好李逍遥他们 就住在德币 双方顺势斗气嘴来 要不是靳元和唐玉 出面劝阻 他们恐怕能从天黑 炒到天亮 当然这只是 他们旅途中的小插曲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从蛇妖手中救出灵儿 可蛇妖又在何处呢 有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李逍遥一心人在途中 遇到了一个老伯 就在前两日 他的孙女被蛇妖给抓走了 此前村里也有不少人 死于蛇妖之手 李逍遥一听就急了 蛇妖如此心狠手辣 难保不会对灵儿下手 他本不想让林月如和靳元跟来 打算独自一人去寻找蛇妖洞穴 毕竟他和林月如之间的事 原本就是和他们两人毫不相干 和虎妖让一个局外人 以身犯险的 可林月如的态度却十分坚决 李逍遥是一定要救的 随着他这个样子 确定李逍遥更反感 不管怎么样 林月如还是固执地跟了上来 据当地人说 蛇妖的洞穴就在山上 叫做引龙窟 到二人到了那里 果然和一只公蛇妖打了照面 和他在一起的 还有一只尚未修炼完全的母狐妖 看样子 这两个妖怪应该是一对夫妻 大敌当前 李逍遥和林月如不约而同地 抛开了以往的音乐嫌隙 团结一致对付蛇妖 两人配合默契 成功重伤了那只凶残的蛇妖 狐妖不愿眼睁睁看着丈夫 逆招命丧修为云散 不惜将自己的一半情缘 分给了蛇妖 蛇妖顿时恢复元气 夫妻二人联手 与李逍遥林月如缠斗 只可惜他们纵使法力高强 也敌不过李逍遥和林月如的双剑合并 没多久便败下阵来 蛇妖眼见复仇无望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掩护狐妖逃走 自己却死在了李逍遥剑下 危难终于圆满化解 二人不由常说了一口气 同时忍不住感叹 原来妖位之间 也会有如此真挚深刻的青睐羁绊 不过感叹归感叹 救人还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李逍遥二人在蛇妖的洞穴中 救出了四五个即将被吐露的少女 其中也包括了山下老婆的孙女 但他们翻找了好几遍 都没有见到李逍遥的踪影 女孩子们也声称 并没有见过她口中的李逍遥 线索又断了 两人着实有些泄气 好在行侠仗义的目的至少达到了 倒还是不需子行 或许李逍遥早已逃出了蛇妖的魔掌 也在焦急万分地寻找着他们呢 只要旅途还在继续 李逍遥和林月如之间的矛盾 便不会消失 二人时而斗嘴 时而拔刀相向 这和苦了旁边的靖远 才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她就被腿脚利落的两人抛下了 林中逐渐蔓延起浓雾 竟然走着走着 便迷失了方向 就在此时 她眼前竟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她的月如表妹 只是林月如的模样 似乎有些不大一样 刘靖远跟随着月如 来到了一个阴暗的山洞中 月如表妹的身上 跟李逍遥是有一对漠世漠忘灵的 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 竟然话音刚落 带了贾月如 顿时面目猙獰起来 很快现出了原形 原来是之前 从李逍遥他们手中逃脱的 蛇妖的妻子 狐妖 她知道刘靖远 和杀害她相公的两人是一伙的 此番费尽心思 引用刘靖远来到这里 就是想杀了她 为王妇报仇 同时狐妖也很不理解 一个她爱了数十年的女子 如今对她投怀送抱 为何刘靖远还能无动于衷呢 难道她对林月如的感情 都是假的吗 对此竟然却显得异常冷静 其实她早就接受了 林月如不爱自己的事实 方才明明一眼看出 面前这个不是真正的月如表妹 她也忍不住沉沦于此 毕竟这个亲口对她 说出爱字的月如表妹 或许是她一辈子 都不会拥有的记忆了 哪怕历史变成狐妖的盘中餐 她也算是得偿所愿 再无所求了 听闻此言 狐妖似乎开始动摟了 她收起了尖利的獠牙 在刘靖远面前 打开了一个匣子 那是她耗费了整整五百年的功力 才保住的蛇妖的靖远 胡妖本是可以直接杀了靖远 来祭拜自己的相公的 但现下她却改变了主意 她被靖远对林月如的痴心 和深情所感动 就算是为了丈夫 她也不忍心对这样 有血有肉有情意的好人下毒手 靖远并没有想到 一向被世人唾弃骂骂的妖魔 竟会如此情深意重 对眼前的这只妖狐 也有所改观 他们一个同事爱夫 一个爱而不得 都是世间的可怜人 靖远尚存 证明她的相公 还有重生的可能 这一点也让胡妖欣喜落寇 没想到就在此时 李逍遥和林月如寻至山洞 不由分说便动起手来 胡妖就这样绝望地 死在了李逍遥的剑下 竟然伤心欲绝 她宁愿李逍遥他们没有出现 这样的话 说不定胡妖真的可以 就此感谢归正 等待着她的相公归来 长相厮守 只是这一刻 一切都不可能了 相较于靖远的悲痛不已 李逍遥和林月如 却表现得不以为然 他们并不知道 胡妖和靖远之间 发生过什么事 在他们的固有印象中 联合妖原本就是水火不龙的 杀了胡妖也是为民除害 更何况胡妖和她的丈夫蛇妖 已经杀害了不少无辜的村民 如此大罪死不足惜 靖远心知肚敏 李逍遥和月如表妹 冒险前来相救 是出于好意 自己不应该苛责什么 也只好悠悠感叹了一句 摩飞摩到飞道 对错难分 尚有难辩 并不再提起此事 在出回李逍遥那边 她已经从幼识玩伴阿诺的口中 知晓了她身为女王后人的身份 对人身舍尾的自己 也不再充满抵触 现在她眼里心里 除了逍遥哥哥 什么都装不下 可当她真的见到李逍遥 正准备迎接和爱人重逢的瞬间时 刚刚才见识过胡妖 迷惑人心的李逍遥 自然而然地将眼前 这个人手蛇身的怪物 当成了幻化成 林儿模样的妖怪 当即便要联手杀妖 林儿被突发的状况 吓得手足无措 为那时刻 是阿诺施展法术 救走了林儿 林儿最初并不愿就此离开 她认为李逍遥 只是乍一看自己的真身 才为愤而动手 只要她将一切都解释清楚 误会就能解开了 阿诺坚决地拦住了林儿 在大家看来 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 无论她变成什么模样 都会始至不语 至少自己第一次见到林儿 就从未怀疑过她是妖怪 可放下李逍遥的一举一动 不正好说明了 她对林儿的喜欢不够深刻吗 然而眼下的林儿 已经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 她只想画回曾经的模样 以一个普通女孩的身份 去见逍遥哥哥 如果没有了这条蛇尾 李逍遥一定不会再误解她了 阿诺实在不明白 世间所谓的爱情 为何会让人执拗至此 连大地之母荣耀的象征 也就是那条蛇尾都能舍弃 再说了 那叫做李逍遥的男人 在她眼里也没什么值得爱恋的呀 但她还是拗不过林儿 无可奈何地道出了方法 只有利用自己滚烫的鲜血 才能暂时压制住 她而引发出的女蛙族本性 阿诺说 这个方法会让林儿折瘦三年 而且不能压制太久 但林儿无恙无悔 用这个方法换回了双腿后 她换天喜地地买了新衣服 想以最美的姿态 和逍遥哥哥见面 热恋中的少女 直连和闺蜜逛圈 多加法这茫茫的幸福与收拾 你觉得现在要更多会喜欢吗 我又不是她 我怎么会知道 那就是她了 那我付钱了 好阿诺 你为了我 牺牲实在太大了 再次解释一下 这是阿诺离开南兆国之前 她的师父圣姑 为了惩罚她的恋性 所施展的法咒 只要她用法术 变出银两千票 就会长出一字眉 落腮虎 不过公主的事情各位要解 阿诺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她点着一脸大胡子 找到了李逍遥她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公主要见你 两个时辰以后 你到河畔小亭去等她 什么公主 赵灵儿啊 马上就可以见到李逍遥了 李逍遥一边 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一边插下了 两人冲锋的场景 但等她到了小亭附近 却见到了这样一幕 这个动作 我只会你一个人做 公主 你怎么上去找她 我们走 李逍马怀失望地离开了 她不能接受那个承诺过 只为她一个人 勾鼻子的逍遥哥哥 会随随便便 和其他女孩子这样做 深夜里 李逍遥不住内心的痛哭 珍珠般的眼泪落了下来 阿诺不曾经历过男女之情 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玲儿 这样吧 我娶你为妻 我照顾你一辈子 娇汉可爱的阿诺 虽然不太会让内人 但宁儿确实好说多了 想要不心痛的最好方法 就是忘记拿个 让自己难过的人 宁儿最终决定从今以后 永远忘记李逍遥的存在 另一边 李逍遥没有等到宁儿露面 不免有些失落 好在她很快振作了起来 继续踏上了寻找宁儿的旅途 在此期间 她和宁儿如闹过不少别扭 宁儿如毕竟是娇生惯眼的 千金大小姐 这一路上风餐露宿的 难免不大习惯 靳元深爱她的玉如表妹 不管怎样刁钻的要求 都会尽全力满足她 李逍遥却不惯着林月如 她准备借这个机会 好好给林大小姐上一课 林月如买了一大堆山根海味 总有吃完的一天 她又吃不过馒头这种平民食物 一开始还硬忍着不吃 李逍遥倒是丝毫不及 林月如被热了好几天 她的胃就算再娇贵 也滴滥不住饥饿的感觉 她一忍再忍 无师再忍 趁私下无人的时候 捧起被李逍遥丢在地上的馒头边啃 就在这个时候 李逍遥不知何时 出现在她身后 从那以后 林月如真的开始尝试着 收起自己大小姐的骄纵脾气 凡事亲力亲为 两人之间虽然还是以大大闹闹闹为主 但氛围已经缓和了很多 既然看在眼里 也是不由的倍感欣慰 她看出李逍遥对林月如 还是存在一定的偏见 便告诉她 其实月如表妹 并非她以为的无忧无虑的大小姐 她自小就得不到完整的父爱 生母去世后 她更是性情大变 成为了现在这副模样 其实最痛的伤口 往往藏在最不易发觉的地方 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李逍遥这才明白 自己确实对林月如误解很深 但那谁都没有想到 第二天清晨 竟然便留下一封书信 然后就自行离开了 她自觉帮不上李逍遥和林月如 反而有时会成为他们的累赘 便准备打道恢复了 李逍遥二人急忙追上了金元 本想满留她 奈何人各有志 竟然心意已决 两人也只好顺了她的心愿 放弃离开 没经前 竟然还不忘告诉李逍遥 有个叫做唐玉的人 也在寻找林儿 阿努假扮唐玉 四处沾花热草的事情 没过多久 就被唐玉发现了 他们早在南兆国的时候 就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唐玉更是对她情意深重 当然 大大咧咧的阿努 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两人分离了这么久 唐玉喜欢现在像男妈妈一般 对阿努极尽宠妮爱护 大阿努似乎不肯跟唐玉一起回去 他不喜欢凶巴巴的石长老 也不敢让唐玉他们 知道公主的下落 唐玉和阿努从小相熟 自然看出她是在撒口 却并没有拆穿她 阿努回去后 急匆匆拽着玉儿 打算先躲起来几天 哪知半路上 竟远远望见了两路人马 一边是石长老的队伍 一边则是李逍遥和林月如 被逼无奈下 阿努只好集中生智 将玉儿藏见了 布玉儿从闯进了标队 跟李逍遥趁外面打得火热 满心期待地打开所有的箱子 里面却根本没有玉儿的踪影 继而又泄了气 玉儿到底去了哪里 为什么总是躲着她不肯见面呢 为了确保公主的安全 阿努施展法术 与玉儿互换了衣服 途中遇到过好几次突然袭击 幸好阿努反应迅速 才得以风轻化解 对阿努他们始终放心不下 一直默默跟随着唐玉 也会时不时出手相助 对于她的忠心相父 还在时长老面前野蛮自食 阿努和玉儿很是感激 但玉儿本来就谦弱 腹中又怀了孩子 再加上长时间的波折和跋涉 她的身体明显开始吃不消了 而她一路上对李逍遥的思念之情 就连睡梦中也喃喃念着她的名字 这一切也被阿努看在眼里 阿努不懂什么爱不爱的 她只是不明白 既然玉儿如此放不下李逍遥 为何要选择离开 让自己陷入痛苦呢 只可惜问题的答案 恐怕连玉儿自己都捉摸不清 在返回南昭国的半路上 玉儿偶遇了和李逍遥临日如告别后 准备支身回苏州的刘靖元 旧友相见 两人自是不胜心血 刘靖元原本想着她的李公子师父 想念玉儿之身 玉儿必爱也是如此 玉儿自从玉儿目睹的那一幕 对李逍遥失望隐急 说什么都不肯回到她身边 竟然是个急通透的人 很快就弥卖了玉儿的顾虑 或许这一切 都不过是一场荒唐的 阴差阳错罢了 玉儿告诉靖元 她在林家堡看到的蛇妖 还有李逍遥他们那天 想要杀死的妖怪 其实都是她本人 只是她在乎的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那天在小亭附近 目睹了李逍遥公然和另一个女孩子 分享专属于他们两人的小动作 才会如此清晦意冷 连李逍遥的面都不愿再见 靖元一听便知道 自己猜测的丝毫没错 玉儿确实是误会了 你或许是看得清楚 不过你未必听得清楚 那天在小亭子 李公子师傅是跟月如表妹 说你们每一个细节 你们的每一件事 包括那个小动作 玉儿这才明白过来 这段时间以来 自己实在是误解逍遥哥哥太多了 这也许就是古话所说的 物理看花 中隔一层吧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既然劝宁儿回到李逍遥身边 不想却被对方断然拒绝了 如果赵玉儿只是一个 平凡的人类女孩 当然可以和李逍遥长相厮守 但她是女王后人 大敌之母 肩负着拯救苍生的众人 而女情长于她而言 实在有些奢侈了 让逍遥哥哥坚守着一份 漫长且不一定会有结果的感情 对她来说又是否公平 面对玉儿的纠结难舍 静原却比她更看得开 此时此刻 林儿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正如静原所说的 真正爱一个人 应该以她的幸福而幸福 如今心结一解 玉儿施然的原路返回 却意外没有看到阿奴的身影 按理说 以那丫头的性格 再如何贪玩 也会等自己回来 林儿随即找到了 阿奴掉落的引卓子 原来 就在林儿和季然谈心之时 阿奴独自回到了 他们小敬的地方 那这一转头 就被几名拜约教徒偷袭 昏迷了过去 当阿奴明明咕咕起来的时候 才恰然发现 身体正在无休止地下落 她似乎被扔进了一个无底洞 两脚都出不到点 宪法也无法使用 牺牲拒议了阿奴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她最信任的唐玉小宝 与此同时 唐玉也通过一线签 感应到了阿奴有危险 找到了那处隐秘的无底洞口 为了救阿奴 唐玉不顾一切的一跃而下 利用石头和自己的身体 勉强阻住了二人的坠落 危机暂时解除 阿奴遇大劫之后 见到唐玉 心下也不由松了一口气 但眼下的状况 仍不容乐观 唐玉就算再厉害 也支撑不了多久 在这样的前景下 唐玉终于鼓起勇气 向阿奴申请告白 就在此时 唐玉最后一丝力气也涌尽了 二人一起瞎瞎掉落 只是好不容易紧牵的双手 就再也没有松拆过 与此同时 石宫虎那边 也隐约感应到了 唐玉目前的处境 李逍遥二人 在寻找林儿的路上 途经一个偏人的小村庄 正乔李逍遥 先前在树林里 被一只狐狸咬伤了腿 本想进村寻衣喂药 谁知竟被手持武器的村民们 给堵在了外面 言语中似乎提到了什么僵尸 李逍遥他们 后来才从村里 唯一的韩大夫那里了解到 村里最近突然出现了 一种怪异的僵尸病毒 已经有不少人被咬后 变成了恐怖的僵尸 村民们正是因为 惧怕那些僵尸 才会以那样凶暴的方式 对待外来人 韩大夫的女儿 还特地劝劫他们 千万不能去 距此处不远的黑水镇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座死城 除了僵尸 已经没有其他 可以转气的活物了 李逍遥和林月如 却不信这个邪 他们前不久才得到消息 林儿就在黑水镇里 无论前路有多艰险 他们都会义无反顾 去找林儿的 便没有把韩大夫的话 放在心上 李逍遥的伤口处理好后 二人正打算转身离开 不公意 这是意识 李逍遥二人 寻着声音找过去 却惊诧地发现 床上昏迷不醒的这个人 正是他们这么久以来 找寻的林儿 这一路上 他们踏破千难万险 冲破重重阻碍 没想到柳安花 明又一村 他们竟会在这里 和林儿不期而遇 林儿 我不再让你离开我了 我们不会再分开了 林儿自从显现 女娃族真身 惊慌之下 逃出林家宝后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在遇到阿姆之前 更是独自飘灵了很长时间 如今终于再见岸人 林儿不由地喜极而泣 但下一秒 林儿却脸色一变 脱离了她的怀抱 这带李逍遥的态度 也木然变得客套梳理起来 还刻意隐瞒了 自己怀孕的事实 林儿的一样举动 自然被李逍遥看在眼里 她不明白林儿这是怎么了 只当是她奔波了这么长时间 身体过于柴弱才会如此 林儿却对李逍遥 一脸平静地下了竹颗粒 说着想和林月如单独聊一聊 等李逍遥不情不愿地关门离开 林儿才缓稳开口 如果你真的喜欢逍遥哥哥 我愿意退出 你别晕了 若是换作从前 林儿能主动放弃李逍遥 林月如应该感到开心才对 可不知道为什么 她不仅没有表现出半分喜色 还忍不住开始担心林儿的状态 在三人分离的这段时间里 林儿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 林月如还是拒绝了林儿的要求 从林儿房间出来后 林月如犹犹豫豫豫地找到了李逍遥 十分隐晦地提到了林儿的反差 她总觉得林儿这次回来 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那么是爱着李逍遥的林儿 为何会如此轻描淡写地 将自己的爱人拱手让与恋一个女人呢 李逍遥就算再大大连连 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她和林任如一样 对于林儿的突然转变 感到迷糊不解 难道是她拿你错的不对 让林儿讨厌自己了吗 为今之计 她能想到的也只有尽力补救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你呢 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红色蒲公英 这就是李逍遥为了哄林儿开心 而准备的惊喜活动 林儿睡梦中还在南南提及的 就是红色蒲公英 林月如心知肚明 李逍遥希望自己可以帮助她 完成这次惊喜的拍摸 只是沉浸于喜悦的李逍遥 便没有察觉到 林月如难得的温柔笑容下 隐藏自身的苦涩与失落 林儿还没能反应过来 就被李逍遥神神秘秘地带到了这里 漫天飘舞的蒲公英 满眼明艳的红色 这曾是林儿梦中的场景 就在李逍遥的手中 逐渐有了真实的模样 可李逍遥越是如此 毫不遮掩地表露对自己的爱意 林儿内心就越发愧疚 她只能强迫自己狠下心来 将心爱的人越推越远 其实我们两个道不同 林儿 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 你这两天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林儿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李逍遥的疑惑 她没有勇气直接拒绝 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说 林月如才最应该是那个 站在逍遥哥哥身边 勾度一生的人 至于她 也许就像白日里的红色蒲公英 初始美不胜收 可风一来 便会瞬间消散无踪 林儿说的再怎么委婉 在李逍遥听来都无比刺耳 她没有立声质吻 也没有歇斯底里 反正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和林月如说笑打闹着 只是这一次 林月如没有应和她 此时此刻 恐怕只有她才能看得清 李逍遥嬉皮笑脸的背后 是无尽的悲伤和痛苦 村子里失变的人越来越多了 为了其他村民的安全考虑 李逍遥三人决定留下来 为大家彻底铲住僵尸隐患 据韩大夫说 僵尸毒并非无药可减 只要被咬中的人 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就可以恢复正常 唯一棘手的是 尸毒对死去的人同样管用 而且僵尸是打不死的 好在僵尸伤人 一般是凭借嗅觉 感知猴人的气息 只要堵住他们的鼻子 自然就动弹不得了 林儿的身体还很虚弱 于是治理僵尸危难的众人 就落在了李逍遥和林月如肩上 他们一路走来 倒就有了旁人望尘莫及的默契 两人精神合作 联手收拾了那群凶残的僵尸 和两人的身手也是收效甚微 就在这时 林儿不顾身体的不适 强行施动了法术 将韩大夫的女儿 从一个暴走的僵尸手中救了出来 村民们见状大气 以为是天神下反 纷纷跪在林儿面前 请求她出手救人 然而林儿的身体 已经不允许她再度施法了 这个时候 韩大夫的女儿无意中提到 离此不远的玉佛斯住持 治修大师 就有能力解除尸毒 奇怪的是 凡是上山去请治修大师相救的人 全都莫名其妙出家当和尚了 更诡异的事还在后面 李逍遥三人为了村民们 举定上山去请那个治修大师 谁知刚到山门口 就听里面的几个弟子说 他们都是被治修骗到山上来的 只要一剃度 他们就会记忆全尸 不得不选择留在私底修行 等三人见到治修的时候 对方虽然凯然应语 会下山帮助驱逐僵尸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让李逍遥顿入空门 从此潜心修复 此话一出 李逍遥和李逍遥都正在了原地 只有李逍遥仿佛毫不在乎一般 爽快答应了这一条件 眼看治修叫人拿了剃刀 只差一步 就要为李逍遥剃度了 李逍遥在一旁急得连连转圈 只差临门一脚的瞬间 李逍遥是不忍心出了手 事发突然 治修吓得直接往外逃窜 但李逍遥 对方才慌忙显出了原形 在三人的追问下 治修才道出了真相 他本是佛祖手中的一串蜘蛛 治所以逼迫那些人出家 也是因为佛经中说过 世人皆有佛性 这个理由让李逍遥他们 不禁提翘皆非 在灵儿的劝解下 治修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随即任灵儿为主 他还告诉三人 只要打败操纵僵尸大军的赤鬼王 山下的村子 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既然幕后黑手已经浮出水面 接下来将会是一场大战 三人按照治修的提示 往树林山出前行旅 路途中的情形更是千军一发 僵尸群如蜂拥般层出不求 猙獰地朝着灵儿他们冲来 死完一波 紧接着就是下一波 好不容易解决掉了 眼前所有的僵尸 还没等三人稍微放下心来 便遭遇了赤鬼王坐下前锋 骷髅将军的阻拦 幸亏灵儿虽然不能参战 但在小志修的提醒下 将十一谷 附在骷髅将军身上 拖延了骷髅将军的动作 李逍遥和灵月如趁机反击 总算是言下了这一句 最后一关 就是传说中残暴无比的赤鬼王了 此怪板力极高 以西施凡人惊喜来增长功力 李逍遥等人羞为尚浅 不过一时不慎 灵儿和月如便被赤鬼王给抓了起来 眼见命悬一现 赤鬼王宁笑着说 现下在李逍遥面前 摆着两个选择 两个女孩子之间只能活一个 她选择了任何一个人 另一个都必死无疑 李逍遥顿时陷入两难境地 这两个女人 她一个都不想放弃 但时间紧迫 她只能眼一闭 心一横 扑一剑狠的向赤鬼王砍去 李逍遥选择了救月如 可下一秒 她却语气决绝地向灵儿道歉 灵儿对不起 我不能再欠恶女的情 对于你 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 说吧 李逍遥抄几件 就要和赤鬼王殊死一战 灵儿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这个为了她的安危 连亲命都能舍弃的男人 难道自己要眼睁睁看着她 死在赤鬼王手里吗 随着内心的执念愈发强烈 灵儿的法力 也到了蓄力的峰值 对爱人的强力爱意 让她激发出了女娲后人的强大力领 一声巨响过后 赤鬼王顷刻间魂飞魄散 此一过后 李逍遥和李美如奄奄一息 灵儿也真利用尽 佛诸中的自修 适时提醒灵儿 若是她不顾身体 再次运功救人的话 说不定连自己都会有危险的 可灵儿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毫不犹豫施展了法术 灵儿悠悠苏醒后 就不见赤鬼王的踪影 灵儿并不打算道出实情 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了过去 赤鬼王已除 一切算是残验落定了 一同经历了生死之劫的三人 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无间了 你刚才在密道里说的话 是真的吗 我李逍遥爱你赵灵儿 事情已经平息 三人回到村庄 率先映入眼帘的 却是买地的狼紧 韩大夫向他们哭诉 有一伙人强行闯了他家 如走了他的女儿 领头的那个长老 还点名要灵儿前去交换 听这一系列的描述 女儿基本猜到了 招走韩大夫女儿的 把城市市长老一项人了 他不忍无辜之人被自己牵连 当即决定 只身去换回韩大夫女儿 女儿的这一想法 自然交到了李逍遥和林月如的反对 他们坚持要陪着林儿 一起去见那个什么市长老 女儿拗不过只好答应 但还没走多远 他便趁着两人不注意 施法使他们昏厥过去 就像女儿之前所说的 至少他想通了一点 自己是女王后人 是整个南昭国百姓的希望 亦是天下苍生的依托 她在肩上背负着 中国泰山的使命与责任 今后的路会是如何经济遍布 她的归途究竟是哪里 谁都说不准 女儿始终认为 这样沉重的担子 只需她一人背负便可 不能再让逍遥哥哥为她而牺牲了 大概这就是竟然对她说的 相爱不如相君 真正爱一个人 就该懂得事实放手 女儿猜得没错 当她到了指定地点 等待着她的 便是从南昭国一路北上的施工户 以及顺利脱想的唐玉和阿努 她答应跟随市长老他们 尽快返回南昭国 两人还没走多远 清醒过来的李逍遥和李月如 便火箭火燎追了上来 施工虎奔想让唐玉 就地解决了这两个人 却被凌儿急切地制止了 她不敢和逍遥哥哥他们见面 只能奄奄放下叫脸 不再理会二人的交集呼唤 生怕自己割舍不下对他们的情感 后悔今天的决定 市长老向凌儿承诺 不会杀害李逍遥他们 只留下了沉静李治 又武功高强唐玉 与二人周旋 双方缠斗期间 李逍遥因为和赤鬼王的那一战 骤然争气紊乱 若非唐玉眼眠心细 一直打通了她的任督二脉 才不至于让李逍遥 争气暴力而亡 这是阿努在灰城的途中 刻意解释给李儿听的 李儿听说李逍遥偏安无事 也总算是放下了心来 这一路上 李儿一直闷闷不乐 她为即将踏上的那片 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而恍然 也无时无刻不挂念着逍遥哥哥 石长老等人对她的毕恭毕敬 也令李儿着实有些手足无措 好在身边有阿努这个开心果 整日里嘻嘻哈哈 不安适适 每天最喜欢的厨师吃 就是想尽办法逗李儿开心 她讨厌大尸骨 讨厌这种处处都要守规矩的生活 竟趁机迷晕了石长老和唐玉他们 带李儿跑了出来 阿努还告诉李儿 南兆国恐怕要打仗了 沐王认识到了拜月教的恐怖之处 不愿国民背起蒙蔽 决定联合石长老和他的南蛮妈妈一起 向拜月宣战 他回国的那一刻 只怕就会被卷进战争了 阿努使劲逃跑的事 没有瞒过唐玉的眼睛 但他不仅没有张扬 还派人暗中保护他们 然而每两天就被发现了 女人很欣赏唐玉的忠诚与温稳 也相当看好她和阿努 只是阿努生来天真烂漫 从不懂得什么男女情爱 曾经在无礼洞许下的 这也让唐玉很是郁闷 在这世间何为一往情深 何为连职公主 为何公主和李逍遥明明相爱 却不得不分开 阿努实在是豁然不解 为此她甚至乔装打扮 找到了借酒消愁的李逍遥 却依旧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 在回来的路上 她见到了赶来送萤火虫的唐玉 便顺势问起 我问你爱情是什么东西啊 好吧 你先闭上眼睛 你干嘛 你想管人家 好好的氛围就这么被毁了 唐玉简直孤俏不笨 阿努蹦蹦跳跳回到灵儿身边 说起了方才发生的事 女儿也顿时有个兴趣 连忙追问阿努 你对唐玉有没有什么感觉 唐玉小宝啊 没感觉 阿努还是那个不通世俗的阿努 看来她不是没有看清自己的感情 就是对唐玉根本不算爱情 不过在灵儿看来 阿努应该算是前者 鉴于在屋底洞里 阿努向唐玉取下的一生一世的诺言 再加上她总是这样少不更事 对感情漂浮不定的态度 灵儿觉得 有必要开始筹备阿努的婚事了 此后的几天 女儿和阿努一边赶路 一边在集市场闲逛 女儿买了不少月夜美满 吉祥的好东西 用来给阿努做嫁妆 就算是吃饭的时候 她也不遗余力地在阿努面前 夸赞唐玉的品行性情 不仅细心体贴 值得信赖 对阿努更是好的没话说 阿努原本只当光手在说笑 也乐得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女儿说的话 她是一句都不放在心上 可好话说得久了 阿努也开始动摇了起来 阿努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开了窍 总之她真的轻冲冲找到了唐玉 二话不说就要问她 唐玉满心茫然地 被阿努追得满街跑 她每退一步 阿努就会更进一步 大庭广众 朗朗乾坤 这么多吃花群众看着 唐玉只能尽力躲闪 下一秒 这一场闹剧 就被赶来的市长老贺止了 她向来对一子唐玉 严厉管教 如何能容忍自己最得力的孩子 因为阿努的关系当街出丑 气得将其拉回了歇息的客栈 手下更是长发狠利 毫不留情 唐玉自身默默承受 虽之而来的阿努却忍不住 阻止了市长老的暴力举动 却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 而这一切 唐玉都在一旁看得尽尽处处 但阿努只觉得 痛心又讽刺 这有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 承诺过会娶她为妻的男人 竟然跪在她最讨厌的大十五面前 谦卑地请求义父的成全 阿努依依依旧不懂 什么才算是爱 但此时此刻 他这唐玉的失望 犹如一把尖刀 狠狠扎在了她心上 市长老也愈怒于唐玉的不堪 开启把阿良叫大 如果不是灵儿实在看不过去 出面制止了她的动作 唐玉免不了又要挨一顿暴打 经历过这件事后 阿努依发讨厌这个臭妈妈的大尸骨 她身手比不过市长老 只能被绑在轿子旁一路随形 唐玉时不时会过来宽慰她 说些玩笑话都太开心 阿努一下孩子心情 便是嫌不住的 站着队伍原地休整 她偷听到市长老和唐玉密台 说前方不远便是扬州城 据说那里进来飞嘴猖獗 为了不引人注目 最好还是绕倒而起 阿努温言顿时就不服气了 但时骨不让去扬州 她偏要去 未免惹人怀疑 阿努特地在队伍里 留了一个替身 自己则换上男人的装束 进扬州城逍遥快活去了 在书回李逍遥这边 那天她受了唐玉一掌 在体内真情的 红冲直撞下昏落过去 待她再次醒来时 二人已经回到了 韩大夫家中 时长老信守承诺 已经放弃女儿回来了 这也代表着 李儿可能已经在 唐玉他们的护送下 看上了回南赵国之路 今生今世 他们或许不会 再有机会相见了 从那天开始 李逍遥开始疯了死的 满大姐打定妮的下落 只要有一丝蛛丝马迹 还就会不加思索赶过去 只是每一次的满心息迹 到头来都不过是 进化水月一场空罢了 筹绪满怀的李逍遥 只能靠酒后的 醉意排解忧愁 她开始时常出入 各大酒馆 每每喝的 敏听大醉不省人士 都是林月如 无言无悔地 将其备会客栈 丝毫不嫌弃地 请领她的五突物 照顾她只是天明 李逍遥不是不明白 林月如对自己的 用心和深情 可当她挣扎在 思念的痛苦中 无法自拔的时候 有一个知心的人 陪在身边 毫无怨言地体贴照顾 便是一副铁石心肠 久而久之 也会被感动的 林月如的鼓励 也让李逍遥 渐渐重施信心 领儿一路向南 直到了扬州城 在此之前 他们在城门口 看到一则告示 提及城内 有一女非贼作乱 搞得人心惶惶 不可终日 在女贼捉拿归案之前 所有进城之人 一律不准出城 也就是说 倘若林儿不在扬州 他们可能就会被困在这里 李逍遥是顾不得这么多了 她一心只想快点追上林儿 将所有疑惑 以此情问个清楚 可当她一转头 一个一山半退的眉眼女子 却刹那间吸引了她的注意 竟不由自主地尾随其后 到了一个静闭的小巷 正好撞见了几个小流氓 妄图对她动手动脚 好在李逍遥挺身而出 再赶走了那些心怀不轨的家伙 若是换作从前 李逍遥绝对可秉承着 心狭仗义的理念 坚决不接受被帮助者的谢礼 但稀奇的是 这一次居然主动提出 想到女子府上喝一杯 以偿她的相救之恩 这女子名叫姬三娘 虽然年岁偏长 却也是方怨犹存 姿态辍约 见李逍遥的企图 表现得如此直白 倒是半点不恼 我看你那么年轻 一定还没有嫁人吧 你可别胡思乱想哦 我可以做你娘了 那你有儿子啊 姬三娘半退半就的 将其带到自己的府邸后 颇有兴致地玩起了 李逍遥体议的猜拳游戏 输了个人就脱一件衣服 直到不着寸里为止 面对李逍遥的无理要求 姬三娘竟一一应承了下来 但游戏里无论是书是饮 她都巧妙地遮养了过去 没让李逍遥占到半点便宜 直至夕阳西下 姬三娘似乎有些疲累了 便找了个油头 将李逍遥赶了出来 忘了眼前空荡荡的府邸 李逍遥有些畅然若失 从怀里掏出一只玉镯的碎片 不由得若有所思 有朝一日 你要真去寻你亲娘 那么我就给你两个提示 第一你娘亲的眼下有颗痣 这二啊 她的肩上有一排牙印 林逍遥在肩上找了许久 还是没有看到李逍遥的身影 正在此时 同样混进娘入城 自已玩得了阿努 恰好瞧见了落单的她 一时间玩心大气 站着自己乔装打扮 没人认得出来 故作镇定上千大话 谎称是李逍遥 让她来找林逍遥 林逍遥果然信以为真 跟着阿努离开了 在旧弯里 林逍遥左右等到李逍遥 明显有些心急如焚 阿努趁此机会 安安给林逍遥施了法 现在我问你问题 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 我一直觉得 她比我更适合逍遥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阿努怎么也没想到 她从林逍遥那里得到的 居然会是这样的答案 自从知晓了公主 对李逍遥的心意 她就对这个死缠烂打 非要跟在李逍遥身边的女人 像那么有好感 但此时此刻 她差一点就要心软 同情这个爱而不得的女人了 好在临门一角 她硬生生忍住了 原谅林逍遥的想法 我不能同情她 你自己打自己一百个巴掌 还要说我是贱货 不然没有办法恢复 你不要怪我 等李逍遥找到林逍遥的时候 她身边已经聚集了 不少看热闹的人 兴致勃勃地看着戏 两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当是大白天的中邪了 便也没有过于放在心上 恶作剧成功的阿努 幸冲冲回到了队伍里 李逍正在笑云云地 等待她归来 唐玉也早就发现了 队里的这个阿努是假的 阿努和灵儿说起 今天发生的一切 其实这一刻 她对李逍遥的厌恶 也不如最初那般强烈 阿努这一路上的成长 也让灵儿倍感欣慰 至于李逍遥那边 当天她究竟去了哪里 遇见了什么人 对李逍遥是只字不提 但也正是在这一晚 他们意外遇到一位富生 刚刚被女废贼偷取了珍贵财物 二人生来热心仗义 自然是满口答应 会帮富商将丢失的东西 一样不少找回来 但奇怪的是 李逍遥看上去 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在重感女贼的过程中 李逍遥和那个 蒙面的黑衣女人 嚼伤了手 可对方眼下的一颗痣 却令她恍惚间松了防范 被那女贼逃走了 与此同时 李逍遥还注意到 李逍遥凝视女贼离去的方向 眼神里满是眷念与不舍 不顾李逍遥的劝阻 连偷看人家洗澡 这样的事都做得出来 但事实上 李逍遥并非李逍遥 所以为的 迷上了这位半老徐娘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想尽办法 验证自己的猜想 眼前这个女人 究竟是不是数年前 扔下年幼的她 行走江湖的娘亲 而最稳妥的印证方式就是 查看她肩上 是否有一排牙印 那是她小时候不懂事 在娘亲肩上 留下的唯一印记 只是她目之所及的真相 终究还是令人失望了 姬三娘并不是她的娘亲 一切不过是 她的一厢情愿罢了 姬三娘不知何时 也猜出了李逍遥的意图 其实她比任何人都明白 像她这样的矛头小子 是不会真的迷上自己的 出狱时 李逍遥看她的眼神 也根本不是切目 而是如同幼童思念母亲 一般的荣物之情 这也就解释了 李逍遥从第一次相见 就大概猜出了姬三娘的身份 去隐瞒至今 拒不报官的原因 尽管已经得知了真相 李逍遥却还是心软了 她希望姬三娘 可以离开扬州城 不要再以女飞贼的名义作乱了 李逍遥这话一出口 相当于在民室 要放姬三娘走了 面对她的善意 对方道指答应得爽快 她还约李逍遥入夜相见 说是有些东西带不走 想交给李逍遥保管 然而当李逍遥和李逍遥 准时到达约定地点时 看到了只有城乡的黄金珠宝 却没有姬三娘的身影 随着身后冰刃交错的声音 离他们越来越近 两人这才明白过来 他们这是被姬三娘陷害了 不过以衙门那些 酒囊饭带的三角猫功夫 自然是奈何不得李逍遥他们的 二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便挣脱了绳索 从鸦门闯出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找上了罪魁祸首 姬三娘 按理说以李逍遥的身手 对付一个姬三娘 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她全程都不忍心下寒手 这一时的夫人之仁 却给了姬三娘可乘之机 趁李逍遥无暇分心 迅速朝着林月如智出迷烟 原来就这样被关进了 姬三娘家的地牢里 但奇怪的是 她似乎没有打算 对李逍遥怎么样 而是将算盘打到了林月如身上 我需要一个女人来帮我认罪 为了救李逍遥 林月如最终还是答应了 姬三娘的条件 替她去向官府自首 临走前 她思虑良久 摘下了腰间的墨石灵 要姬三娘代为转交李逍遥 随后便逃也不回地 走向了远方 当姬三娘找上 被囚禁起来的李逍遥 并在她面前亮出这串铃铛时 李逍遥的脸色瞬间变了 林家的墨石墨网林 只有林月如本人和她爹 才能捡得开 怎么会落在姬三娘手里呢 这串铃是月如向我还给你的 她已经走了 她只希望你把这串铃 交给叫什么铃儿的 实际上以姬三娘的性格 是不会真的信守承诺 放走李逍遥的 但这一点 对李逍遥一往情深的林月如 却并没有想明白 为了心爱之人的平安 她果真誓死如归地走进了衙门 在当地县力面前 担下了女非贼的一切尽力 与此同时 李逍遥已经设法 逃出了姬三娘的掌控 就在她慌不择路寻找出口时 误入了一个阴森诡异的所在 还不小心撞倒了一个男人 只是此人双目紧闭 完全没有活人该有的反应 还没等李逍遥细咎 身后却传来了急切的脚步声 她趁机跳窗溜走了 其实姬三娘不仅没有带人追上去 还很紧张地让人关上窗 生怕无外的阳光 伤害到她怀里的这个男人 事到如今 李逍遥已经过不了这么多了 她马不停蹄赶到了衙门 在李逍遥的解释下 县令相信了李逍遥的清白 接下来要做的 自然就是找出姬三娘 就是女废贼的证据 李逍遥也毫不含糊 直接领着县令和衙医们 闯进了姬三娘家 那人意外的是 姬三娘明知自己会暴露 却并没有选择离开 难道是为了身边这个 已经死去的男人吗 李逍遥猜得一点没错 这个男人是姬三娘的相公 尽管他早已魂归犀礼 可姬三娘舍不得和相公分离 眼睁睁看他被埋进土里 永不见天日 便利用价比天高的存命箱 勉强保住相公的屈翘 不符不坏 也难怪他会冒险成为女非贼 既然女非贼的身份已经明了 县令当即下令逮捕姬三娘 就在众人身影交错期间 男人不知被谁撞到在地 胸前挂着的存命箱被衰裂 上一秒还栩栩如生的男人 此刻以转眼间化为一具白骨 四人已去 姬三娘远想当地自尽 随丈夫一同归附黄犬 却被李逍遥眼睛手快拦了下来 按照当朝律例 姬三娘本应受重刑 可李逍遥却为她求情 说她只是无法接受 丈夫已经离她远去的事实 如果真的要用刑的话 就由她代替姬三娘受刑 经历了这么多事 姬三娘就算在铁石心肠 也不由得被这个心思纯良的孩子感动了 不可否认的是 李逍遥对她的好 确实是将其认作了娘亲的化身 但若是相公还在 若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孩子 或许也会像李逍遥一样 爱着她念着她吧 姬三娘的结局并不凄惨 她对丈夫的痴情绝对 以及李逍遥的善意劝规 使得限定动容 她最终背叛边疆服役五年 而李逍遥的无私付出 也在李逍遥的心里 留下了一谋别样的情愫 李逍遥二人其后女非贼 拿回了富商被偷走的宝贝 其中就有她口中 价值连城的紫金葫芦 此时已毙 李逍遥和李逍遥照常赶路 他们在一家小酒馆听说 不演出的深山里有妖怪冲了 凡是进山的人无一生缓 这话一出 李逍遥和林逍遥顿时来了兴趣 谁还没见过几只妖 没想过几个魔了 当即便决定进山 随着他们还没走几步路 天边暗了下来 在深山里 李逍遥和林逍遥无意间 发现了一辆富丽的马车 以及车旁的几具尸骸 他们还找到了一只紫金葫芦 这是之前遇见的那位富商 最宝贝的东西 看样子贪酷的车队 似乎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再往丛林深处走 瘴气也越来越浓重 眼前的道路逐渐模糊了起来 半路上偶遇了 逃出生天的富商刘世美 她向二人讲述了自己方才 被一只凶人的蛤蟆精追杀的事 可李逍遥怎么听怎么觉得 这家伙好像刻意向他们隐瞒了什么 李逍遥答应了富商 要请他们一路护送的要求 准备等到瘴气散尽 就即刻出发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封无名信 却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万恶之徒 刘世美 马上来山洞妹见老娘 我们的事今天解决 或许是缘分使然 李逍遥他们和凌儿纷纷又和和 竟然阴差阳错地 走上了命运的交叉路口 凌儿跟随石长老等人 正好行至山下的小酒馆事 听见小二提及 李逍遥他们一直在找寻自己 那些人很是矛盾 石长老看出凌儿的纠结 不知是不是进了中原这么久 见识了不少儿女青城 始至不渝之后 她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石长老竟然建议凌儿 跟李逍遥一起离开 她看得出来 凌儿虽然嘴上无情 可心里却无时无刻 不再思念着李逍遥 以她这样的状态 是没有办法回到南兆国的 目前的南兆国内有外患 危险一触即发 国民们需要的是一位 清兵理性 心无旁骛的公主 抛却一切杂念来拯救他们的国家 如果凌儿始终无法忘记李逍遥 那么她就算强行将其带回国 结果也是于事无补的 李逍遥不是不明白石长老的意思 但她不能扔下女王后人的责任 更无法控制自己对李逍遥的感情 双丑念想不断纠缠在一起 犹如一团乱马耿在心头 石长老给足了李逍遥考虑的空间 不允许包括阿努在内的任何人 随便去打扰她 李逍遥就这样一边思考 一边朝着树莲宣处走去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身处一个洞穴里 流水沉沉旁 有一个女人正在低声啜泣 也许是林儿与生俱来的温柔亲和 让女人不知不觉放下了戒备心 她告诉林儿自己原本是人类 为了帮实爱的男人报仇 不惜修炼邪功变成了妖魔 容貌也一招尽毁 哪是那个父亲汉 不仅没有半分感激 还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最不能容忍的是 在她胎死腹中的那天 这个男人居然和那个青龙女子私奔了 正因如此 她偷恨那个抛击妻子的男人 更仇恨全天下的男人 她不再相信这世间的真情实爱 什么还是 在见识过那刘士美 最深情和最丑陋的一面后 留在她心里的 只剩下了满怀院队 但下一刻 蛤蟆精却请求林儿 帮自己找到刘士美 然后当着那个男人的面 说清楚整件事情 她还郑重承论 只要见到了刘士美 她并不会再追究之前的一切 林儿答应了下来 带蛤蟆精回到了原地 向石长老解释了事情原委 与此同时 阿诺也回来了 跟在她身后的 还有蛤蟆精的小儿子 阿诺说 她已经遵照公主的吩咐 找到了刘士美的踪迹 好巧不巧的是 那个男人竟然和 李逍遥林儿如在一起 阿诺还给两人留了书信 让他们带刘士美来见蛤蟆精 一天蛤蟆精要见自己 刘士美吓得 直接从地上弹了起来 一副要死要猴的模样 说什么都不肯前去赴冤 话里话外的意思 似乎和那只妖精 很早便相熟 李逍遥他们可顾不上这么多 二话不说点了刘士美的血 强行将其带去了山洞 没想到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 并不是朝思暮想的灵儿 而是时长老 仅然二度相遇 时长老对李逍遥的态度 温和了许多 但一旁的蛤蟆精却忍不住了 时隔多年 他终于再见这个复心人 满腹怨恨 终得发泄 本想一掌劈死他 可当他的耳边传来 刘士美的声声哀求 蛤蟆精终究还是没有下得了手 面对这个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蛤蟆精真的开始学着 如灵儿所说的那般 平心静气和刘士美说话 尽管对方总是躲闪着目光 生怕下一秒就在自己手中丧命 他也深情地讲述着这些年来 对刘士美的思念和憎恨 李逍遥他们这才知道 方才刘士美死后不愿前来 根本就是出于心虚 指着他们不明白 像刘士美这样狼心狗肺的男人 为何蛤蟆精还对他难以忘却呢 随后赶来的灵儿 被他们解开了疑惑 蛤蟆精多年来的痛苦与仇恨 都是因为他仍旧深爱着这个男人 就算刘士美嫌弃他丑陋的面孔 陷进他妖物的身份 从而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蛤蟆精还是一往情深地希望 他的相公有朝一日会回到自己身边 这样一番话 触动了李逍遥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他又何尝不是一路追去 袭击着可以盼得灵儿归来 为此他甘冒千难万险 献上性命也不足惜 可灵儿莫名地冷漠与逃避 阿奴对他和月如关系的冷嘲热讽 都犹如千万根针 狠狠扎在他心上 变发痛苦完分 灵儿转而劝蛤蟆精 放下对刘诗美的执念 也放过被仇恨缠身的自己 把这对方却当时发起怒来 说话间 并要杀死灵儿泄愤 旁边的刘诗美见识不好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端起李逍遥手中的剑 毫不留情地捅进了蛤蟆精的身体里 那一刻 刘诗美猙獰的面容 彻底打破了蛤蟆精最后一次温情 净不穿心 便是阿奴和灵儿的仙法夹在一起 他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个时候 时长老却难得开了口 或许这对蛤蟆精而言 并非一件坏事 至少他终于彻彻底底地 从苦楚和畅汗之中解脱了出来 除此之外 他还否定了阿奴将李逍遥和刘诗美 奉为一谈的说法 他认为李逍遥既然打算回国 与先她作为女王后人的义务 必须先斩断尘世情缘 了结她内心最放不下的那份爱 几人回到李逍遥之前所住的客栈 时长老让唐玉给他们准备了房间 然后就命令所有人离场了 给灵儿和李逍遥留出了充足的空间 二人落座 相识无言 最后还是灵儿打破了承诺 她告诉李逍遥 自己作为南昭国的公主 需要考虑的是数万国民 是天下苍生 而不是一时的儿女情场 逍遥哥哥 我不喜欢你 这是灵儿第一次 直白地向李逍遥提出了分手 或许是一路走来 李逍遥成熟了很多 或许她不想让灵儿为难 总之她竟一脸平静地 接受了这一事实 灵儿眼尽手中凉拓的茶 相顾一笑 算是了却那段往事 但事实上 大家都看得出来 李逍遥和灵儿虽然已经和平分手 可内心终究还是不舍 她们表面上装得再如何平静 完美到了无人之处 俩人都会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 掩不住一泪洗面 尽管各自心中不宣 但只要在人前 俩人依旧保持着朋友关系 灵儿也知道 李逍遥其实并没有放弃自己 便故意和唐玉亲近 好而李逍遥死心 灵儿如也如法炮制 故作亲孽地黏在李逍遥身边 就是为了让灵儿失促 然而双方的明智暗道 有一个大大咧咧的局外人 是肯定看不出来的 当然了 核心共处什么的 都不过是表面功夫 至少阿诺和灵月如 还是互相看不惯 灵儿时常像小孩子一般打闹 但好歹算是给他们之间的氛围 带来了少许的缓和 这些天来 灵儿李逍遥几人 总是吃在一起 玩在一起 时常老也难得不加以管束 反而鼓励唐玉和他们 一起消遣玩的 最离谱的是这个客栈的老板 每次开口都是高先生典范 我们这有条花街 很适合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去玩的 好 实弹子汉 就跟我去 唐玉从未来不亲牢 表现得十分拘谨羞涩 你想没有李逍遥放得开 李逍遥本就因为 她和李儿的亲戚而吃醋 几乎让人给唐玉断酒 而后边亮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其实唐玉心中早已有了一种人 这是我和阿诺之间的芝麻 无论如何 李逍遥总算是借此机会 掏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直到唐玉对玲儿根本没有男女之前 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既然误会李逍遥 李逍遥顿时换了一副面孔 在唐玉面前更是称兄道弟 亲日至极 还请她吃了宵夜 唐玉自小便被时尚老颜家管教 过了身时便不能再见识 数十年都是如此 而今第一次品尝到宵夜的味道 忍不住愧疚地吃了几大碗 李逍遥被唐玉的傻汉模样 逗得笑不拢嘴 世子 你真是太有趣了 李逍遥 我怎么叫我十四啊 我有个朋友跟你太像了 你比他更幼稚 我平时来管他叫阿七 所以就叫你十四咯 原来是这样 阿七 时隔这么久 刘靖然终于回到了他们身边 比逍遥开心的无以复加 唐玉和靖然之前便见过面 如今再度重逢 彼此之间更是轻轻相亲 相见恨晚 李逍遥和林月如 也很久没见过靖然了 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余 他们都有很多话 想向靖然倾诉 靖然倒是来者不拒 让几人排好队 依次去他的房间详谈 首先来咨询情感问题的 是林月如 她先是了解了 这一路上的凶险与见问 随时说到 林儿和李逍遥中间 出现了一草无形的屏障 她心疼林儿不讲 却也心疼李逍遥的默默付出 得到的 只有林儿的拘之千里 没有人比靖然 更有资格说这句话 如果爱情真的可以人人平等 她又何苦挣扎于爱的泥潭 无法自拔呢 玉如表妹对李逍遥有多在乎 她的心里就有多悲伤 爱而不得 从来都是这世上最痛心之事 但除此之外 竟然也不由得感到欣慰 那个麻恨无理的林家大小姐 终于明白了她 曾解采林儿的那句话 相爱固如相知 相如一墨 固如相望于江湖 她没有能力左右旁人的情感 或许能解决问题的 只有时间了吧 次日 几人时间依旧沉默而尴尬 就在这时 沈珠峰老板凑了上来 东面有个灵山 美得个天堂一样 于是在老板的见义下 几人又欢欢喜喜上路了 虽然欢欢喜喜的 只有阿奴和唐玉 但一路上也还算和谐 竟然可就惨了 夹在两个赌气的年轻人中间 左右为难 林月如自然是站在里 逍遥这头的 然后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好了好了好了 难得我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块 我们来玩个游戏 来助助兴吧 这个游戏呢 就叫做缘分 竟然所说的游戏 就是所有人全部背对彼此 闭上眼睛往前走 最终能够相遇的两人 就说明缘分天地 等到游戏云里雾里的开始了 竟然向月如解释了自己的用意 光凭他们干招集是没有用的 只有找机会给灵儿和李逍遥 创造独立空间 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既然这场游戏的主角 是灵儿和逍遥 其他人也就乐得清闲 各自追寻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了 只有天真大阿奴 一路边吃边溜达 玩得不亦乐乎 然而竟然的计策便没有成功 就算日暮西山之时 灵儿和李逍遥真的碰了面 也宁愿擦身而过 都不肯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好在此时此刻 突然闯进他们视野里的一个男人 使得整件事情都发生了转机 这位寻死觅活的萧公子 倒是让两人暂时放下了直处 一同聆听他的情感挫折 萧公子说 自己被相见了七年的女友 突然提了分手 别人明明相爱 却一直在逃避对方 这不正好和李逍遥林儿的情况 互谋而合吗 顾本怎么说 李逍遥他们还是把萧公子 带回了客栈 看见林儿和唐玉亲近的模样 李逍遥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赌气归赌气 李逍遥他们去青楼 并非是位的喧哗问流 只是想靠酒 排解心中的苦门罢了 但呈现出的效果 好像有点初步意料 结果到最后 还是李逍遥将烂志的两人 给费力背了回来 可连他的感情问题 还没有得到丝毫解决 还得累死累活照顾两个 一喝醉就至死般胡闹的男人 两个人的心结 没有完全解开 总这么胡闹下去 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那流被李逍遥捡回来的萧公子 也经常一哭二闹三上吊 貌似是为了他喜欢的人 马上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嫁娘了 竟然一开始还会阻拦 一看对方半点不听劝 便选择了一个更委婉的方式 好 你去死吧 虽然出现了部分戏剧效果 但萧公子的生存意识 算是让静元给巧妙逼了出来 他告诉众人 脸的心脏处有一个部分 叫做不死结 用尖锐的物件侧进去 只要救治得当 是不会有意外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又温润而养的中原文人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和静元促悉长谈 讲他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 市长老还提到 他很久以前还收养过一个义子 只是那孩子心术不正 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祸害 正因如此 他才对正直忠诚的唐玉 持一众望 希望他有朝一日 可以成为一世潇雄 为南兆国做出奉献 到了晚上 唐玉却找上了静元 他眼见静元和义父 谈得相当头金 也疑惑于市长老记些天来 对自己的爱搭不理 他总觉得义父是因为自己的不完美 从而放弃了自己 静元看了清楚 唐玉太希望义父 能够以自己为荣了 所以才会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 其实父子双方对彼此的爱 比他们想象中的要深得多 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 静元一席话 令唐玉忽然开朗 他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对市长老的情谊 我在乎义父 我爱义父 鲁儿滋留的时间 确实有些久了 南兆国危机重重 他不能再耽搁了 是长老专门来劝灵儿 要么遵促爱情 和李逍遥远走高飞 双宿双膝 要么快倒斩乱马 彻底割断两人之间的感情 林月如也实在不忍心 夜夜听见李逍遥 躲在房间里哭泣 控制不住来找灵儿 第一次态度强硬地让她离开 若放在以前 林月如就算再喜欢李逍遥 也会不遗余力地撮合他和灵儿 更是真心希望他们俩可以终成正果 但他无法说服自己 接受林儿将李逍遥当成一件玩物 想送人就送人 根本不顾及当事人的感受 他从没想过和林儿争抢什么 可他不能容忍逍遥 一次又一次被最爱的人 伤得体无万夫 林月如的一番话 让林儿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或许林月如是对的 他这样做 不过是徒增痛苦而已 明日便是花灯会了 林儿决定和李逍遥 他们共度最后一晚后 就正式启成硅谷 花灯会上人头涌动 前来赏灯的百姓 摩肩肩肩 林儿当然不会知道 李逍遥他们早在 当会开始之前 就秘密筹谋了一个大惊喜 临近分离的时刻 李逍遥和林儿终于可以 心平气和地好好聊聊了 他知道林儿这几天的反常 就是想逼自己主动离开 他更是心知肚明 林儿其实也是爱着自己 只不过造化弄人 他有他要肩负的责任 这段始于先领导的爱情 恐怕也到了该落幕的时候了 既然林儿无法下定决心 那么就由他来做这个恶人 就在李逍遥红门眼眶 却不得不强言欢笑 吼林儿开心的时候 映照着灯光的夜空中 不知从何处飘来了 数不清的红色蒲公英 他们如同染上了暖色的飞雪 在世人面前肆意摇曳着身姿 支持李逍遥为林儿践行的 最好的礼物 灯会过后 确定了彼此感情的两人 手牵手走在前面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几人的友谊 早已超越了爱情 酷热金汤 满意隔离 取菜的星空下 他们各自许下了愿望 待到天亮 众人也该到了各奔东西的时候了 林儿和市长老一亲人会难照过 竟然会经常向谎上述职 至于林月如和李逍遥 决定先回一趟苏州林家宝 在回去的路上 李逍遥也首次正面了 自己对林月如的情感 其实是喜欢胜过厌恶的 先知下一秒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老伯 还听到了竟然似乎遇到了危险 二人刚走了几步 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竟然会长安的方向 和老伯所说的完全相反 等他们偷偷回到原地的时候 却目睹了令人惊诧的一幕 那位老伯一把摘下头套 竟露出了一张四层相识的脸 还是之前见过的其中一个拜月教徒 如今在侯阳姐他们途中 遇到的每一个看似普通的人 好像都误心中给他们指引了方向 难怪李逍遥和林月如这一路上 完成的任务都异常顺利 这些拜月教徒费尽周折 难道是想对林儿不利吗 李逍遥猜的没错 与此同时 客栈已经遭到了拜月教的攻击 就连教主拜月都亲自来到了中原 石长老让唐玉和阿农掩护工作先走 自己留下来解决那些杂鱼 却正面对上了法力通天的拜月 等李逍遥他们急匆匆赶回客栈 看到的只有满地狼藉 别人和石长老几人都不见了踪影 石长老是被拜月带走的 原来他就是施工虎多年前 收养的第一个义子 石阶人 可惜拜月年幼时便倾见人命 手上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 却从未认识到自己的残忍痕辣 拜月一直认为石长老作为他的父亲 应该毫无保留地爱护自己的孩子 而不是因为不相关的人 对自己毫不留情 甚至起了杀心 石长老当年也不会想到 自己一念之人犯过的这个孩子 竟会成为吆喝南赵国的拜月 可是到如今 他也无法真正对拜月下手 一朝不慎便被拜月施了咒 只要他轻微动一动 身体就会立刻四分五裂 他不想牵手杀了石坑虎 只是想见识一下 像石长老这样的人 会不会有人真心爱惜他 石长老就这样 等到了随之追来的李笑遥和林月如 他早已存了赴死之心 临死前 石长老拜托李笑遥 千万不能让林儿回到南赵国 不要踏进拜月较精心布置的陷阱里 从一开始的敌势 到见证了石长老的慷慨赴死 李笑遥对这位中其一生 为国为民的老臣 是又敬重又遵仇 他前忍着痛心 自死拦住迟来一步的唐玉 记住 让你忠肝义胆保护国家 一夫 三十股 别哭 唐玉伤心欲绝之语 并没有忘记告知李笑遥 女儿在他们护送的途中 被蜀山见圣的人掳走 关进了蜀山的索妖塔 在目睹了石长老的离去后 李笑遥开始迷茫了起来 是林月如的坚定 给了他希望 两人决定不畏奸险 上蜀山救赎林儿 但就在此时 李笑遥他们意外听闻 金元生了很重的怪病 据说命不久矣 正好他们在街上 偶遇了金元的母亲 见到金元的那一刻 他们才知道传闻非虚 尽管金元为了不让他们担心 强冲着身子装作没事 可他苍白的脸色 和摇摇欲坠的身子 却是骗不了人的 更意外的是 不过短短数日 金元居然娶了一个 迷幻采义的夫人 不仅容貌亲历 还贤惠之礼 自从金元生病后 他就一直毫无怨言地 照顾着丈夫的身体 煮她熬药 无不尽心 只是金元正在采义的态度 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时不时呵斥打骂 并一边 结伴而行的唐玉和暗路 居然被拜月教堵在了半路上 不由分说施展法术 把两人结结实实埋进了图里 在金元家借宿的这段时间里 林月如的父亲林宝主 听说了消息 以前用的态度 命令月如会苏州 林月如自然是百般不肯 她早已下定了决心 陪李笑遥上鼠山救灵儿 看女心气的林宝主 实在宁不过女儿 对李笑遥的痴心一片 便也放下了内心的执念 将林家祖传剑法 尽数交给了李笑遥 送林宝主离开的那天 林月如这才意识到 父亲对她的爱 总是如此偏颇却浓烈 但这么多年来 自己一直没能做到 女儿应尽的孝道 甚至连一杯茶 都没亲手奉过 如今林宝主这样做 算是放心地将她心爱的女儿 交托给了李笑遥 从此以后 无论是鲍鱼赤堵 还是风餐露宿 李月如都愿意和这个男人一起 风雨同路 不立不弃 在回事的路上 李笑遥他们意外撞见了 来忙靳元采草药的嫂子采姨 但有一点令人生意 采姨的模样有些鬼鬼祟祟的 在被李笑遥他们发现后 急忙慌慕则路地逃走了 事不宜迟 李笑遥和林月如赶紧找到了靳元 想把采姨嫂子的异常告知于她 可靳元看起来却毫不在意 三人许久没有相聚了 在靳元的提议下 李笑遥他们搬来了一整桌酒 准备一醉方休 指指天亮 谁知等李笑遥和林月如悠悠软省之时 却不见靳元的身影 就在二人焦急寻找之际 却见采姨抱着不显然似的靳元 神色匆忙地离开了刘家 但这是要把靳元带去何处 为何行迹如此可疑呢 李笑遥和林月如一路尾随 到了一片僻静的荒地 没想到靳元尚未找到 却偶遇了许久未见的九剑仙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 承认理罪的九七冲天 还坚决不接受李笑遥的那生师父 李笑遥再见九剑仙 自然是喜不自胜 但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既然被采姨带走了 生死未卜 他们希望九剑仙可以充手相助 九剑仙随性潇洒惯了 原本是说什么也不肯的 直到他在路边的草丛里 找到了半块雕坠 顿时脸色一变 书弟便没了踪影 李笑遥二人只好紧追慢感 循着九剑仙的方向而去 正好瞧一下采姨正在对靳元 失动着什么法术 这样看来 采姨果然不是凡人 而是一只修行不浅的妖精 他们赶紧冲了上去 打算从采姨手中救出靳元 但采姨似乎并不打算 和李笑遥林荫如缠斗 见他们根本不听解释 为了尽快带走象狗 他不惜受了两人一击重击 在随后赶来的牡丹花精的拼死掩护下 终于顺利将靳元带离子弟 李笑遥见状不好 让林荫如抓紧跟上去 自己自选择留下来 解决牡丹花精 林荫如脚步不停 遮到了一处花草聪衣的山洞中 他诧异地发现 里面的鲜花草药数不胜数 每样都是可以救命的西式珍宝 其上贯注的法力气息 正是采姨本人的 林荫如怎么也没想到 采姨竟然逃回了自己的老巢 与此同时 采姨好不容易扶着靳元 回到了自己的洞穴里 可靳元此时已趋近昏迷 身体眼看就快冲不住了 而致使靳元危在旦夕的罪魁祸首 蜘蛛精毒娘子的突然出现 也让她疲于还手 不下分心 再这样下去 既然那性命恐怕就不保了 毒娘子还恶毒地告诉她 这方圆石里的花草 全都被自己给毁了 就算采姨竭尽心力 想要依靠百花仙酿救回靳元 怕也是梦醒终究一场空了 采姨毕竟修行了上千年 毒娘子虽与她是死敌 又有剧毒傍身 却也一时奈何不了她 转而便想出了一个阴损的招数 如果你真的想救你的相红 我们不妨来做一个交易 毒娘子所说的交易 就是让采姨心甘情愿 跟她吃进服中 作为交换 她会拿出真正的解药 救回尽人的性命 毒娘子这番话 若是在局外人听来 必然是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 可采姨是那样深爱着禁忍 甘愿为她牺牲一切 毒娘子也正是利用了采姨的这一心理 才设下了一场骗局 就在采姨被毒娘子所蒙骗 差点交迁住生命的时候 宁如及时赶到 阻止了毒娘子的阴谋 方才发生的一切 她都看在眼里 也终于相信了自己的嫂子采姨 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妖精 宁月如身手虽好 却着实低估了毒娘子的阴毒 只是一招不慎 便不小心踏入了对方的圈套 若非李逍遥适时赶来 她恐怕就要葬身于此了 李逍遥告诉林月如 母丹精已经将事情的真相 给她解释清楚了 她听了之后深受触动 并没有过多为难拿着小妖精 然后就着急忙慌追了上来 毒娘子法力高深 李逍遥和林月如连起手来 都无法伤其分好 恰逢此时 寻生而来的九剑仙 人狠话不多 一招便接过了毒娘子 还顺手没收了她腹中 威力无穷的五大灵珠之一 雷灵珠 但眼下他们还有更要紧的事 竟然所中的珠毒 世间只有毒娘子一人可见 如今毒娘子已死 九剑仙搭过竟然的脉 你只能沉默地叹息 难道竟然 真的要就此命归九天 活飞破散吗 这个是 这个是 这千年道行的真元内丹 只要把它输给相公 相公就能活过来 财仪告诉这种人 当初她被毒娘子的忙所困 动弹不得 是路经此理的靳远 挺身而出 仗义相救 谁知毒娘子怀恨在心 竟直接扑了上来 趁其不备 在靳远拨紧上 狠狠咬了一口 既然的神秘相救 让财仪还是感动 这只修行了一千年的蝶妖 第一次对凡人动了心 一路上以小蝶的模样 陪伴着靳远一同踏上了 回长安的旅途 也正是在那一天 财仪从靳远那里 感应到了她这些年来 和李逍遥连言如等人 所经历的一切 她受的那些苦 遭的那些劫难 都恍若历历在目 采一虽不能感同身受 却实打实地为这个内心痛苦 表面上还要强颜欢笑的男人 感到难过而心疼 所以才会化发作人形 成为近人的妻子 也正因如此 她比任何人都先知肚明 相公自新婚后 在自己面前装作刻薄粗暴的模样 也只是不希望她 为了救人损好修为 甚至牺牲自己罢了 采一又何尝不知道 相公对自己并无分毫情愫 她的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人 从来不会有自己的位置 但在她心里 竟然永远都是自己的相公 生生世世 喊故事烂 都不会转移她的心智 或许她这一辈子 遇到过最先人的事 就是认识了近人 哪怕在她的生命里 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虚拟 采一也自认九死而无悔 就这样 采一为了救回近人 献出了自己千年的真远 就连向来不拘情爱的九剑仙 你忍不住感慨一句 是有无情人 却又深情妖 李逍遥和林韵如 不忍心告知近人真相 并精心撒了一个火 可近人却像是早就料到了一般 一言不发地接受了他们的说辞 采一 也许真的再也回不来了吧 为了她仅剩的十年寿命 而耗尽自己千年的近人 真的值得吗 从近人房间出来后 李逍遥和林韵如正在瞧见 九剑仙正在把玩着手里的雕坠 物自沉思着什么 他们仔细端详过才认出 这是阿奴随身带着的雕坠 怎么会出现在九剑仙这里呢 更奇怪的是 九剑仙一听到阿奴的名字 便当时乱了分寸 逮着两人的衣领 非要他们说出阿奴究竟是谁 就在三人纠缠不休的时候 雕坠上突然显现出人意 分明就是被埋进土里的 唐玉和阿奴 他们显然已经被困很久了 连求救生都细不可闻 想必九剑仙捡到的那个雕坠 就是唐玉和阿奴拼尽全力 挖出的求救信号 可惜李逍遥和林日如 这段时间以来 始终挂心着亲人的病情 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的险境 两人的神志 开始昏乱不清起来 阿奴口容喃喃自语着 等他们得救之后 一定要嫁给唐玉小宝 话音刚落 指纹箭破裂空 九剑仙架着九葫芦 和李逍遥林日如前来救他们了 自从阿奴他们得救 九剑仙每每看见阿奴 都会不由自主地流泪 在她的接连追问下 李逍遥告诉她 阿奴是南兆国南蛮将军的女儿 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的九剑仙 却木然连起了笑意 她向李逍遥讲起了 这个吊坠背后的故事 传说此物本是一对 传说吊坠的主人讨若相遇 他们便会一生一世 恩爱白头 只可惜很久以前 有个笨蛋仗着自己年少轻狂 犯了一个让她 悔恨终身的错误 说到这里 九剑仙的神色 欲发暗淡起来 李逍遥将一切看在眼里 不敢再追问下去 在李逍遥和李逍遥的恳求下 九剑仙最终答应了 上蜀山相救灵儿一事 卢走灵儿的独孤剑胜 是九剑仙的同门师兄 爱你说二人相熟已久 释放灵儿应当不难才对 哪知去救过后 当李逍遥提起灵儿之时 剑仙却表示放人可以 但要等到七十年后 李逍遥救人心切 嘴上也是半点不溜情 完全忘记了临走前 静人嘱托的以李相待 他不怕这位剑仙前辈 更不信自人口中所谓的道 转身离开了 李逍遥和林月如一致决定 就算前路再如何艰难万分 他们也要闯进索妖塔 将李逍救出来 九剑仙并没有阻拦他们的打算 指着第二人指出了索妖塔的位置 随后一边饮着酒 一边好晚倒出了一桩 蜀山百年迎进外传的往事 百年以前蜀山派吉父盛名 受世人爱戴敬目 当时的蜀山掌门大发善心 收养了一名孤儿 并为其改名为江明 多年来进行教育受选 期盼子子能有所作为 江明没有辜负掌门的袭击 不仅天资聪颖 悟心极强 修炼起来也比旁人刻骨百倍 因此才不过如此年纪 便已有了让旁人忘记相悖的本事 那一年 山下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瘟疫 不少贫民因此赠命 江明自请下山 去救治那些无辜百姓 接着他这一去 竟给蜀山带来了无穷的祸根 江明的绝妙遗述 再加上女院的精心照料 一年之后 山下的疫情终于被彻底遏制 也该是回山覆灭的时候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还有一个人 跟随江明回到了蜀山 那就是女院 在山下治理瘟疫的期间 女院不幸染上了疫病 江明这才将其带上了山 掌门出于对土地的宠溺 勉强答应了子事 但事实上 未知疫病带女院回山 不过是江明 用以掩人耳目的借口而已 或许就连她自己都没有发觉 她早已对这位女院姑娘 情丹深重 而女院对江明显然也是有情的 我对你是一片真心 相信先生也是一样 从那一晚开始 江明便日日留恋余温柔香 沉迷女院的阴体婉转 绕纸柔情 而不能自拔 这可惜纸终究包不住火 江明与女院的私情 很快就被掌门发向了端倪 自己最心爱的弟子 却不顾借规犯下此等乐谢 掌门痛心之语 还一语戳穿了女院的身份 她并非凡俗女子 而是害人的狐妖 近些天来 总有同门离奇死亡 就是拜此你所赐 说爸掌门还亲自出手 逼女院显出了妖魔之情 就是为了让江明 看清她的真面目 按照蜀山戒律 江明已经犯下了大逆死罪 可掌门中间是横不下心 殿命令徒弟 在众师兄弟面前 亲手杀了女院 一切就可以回到从前 望着面前这个 她深爱入骨的女人 江明不由心如刀割 身边环绕着蜀山弟子们 整齐而冷酷的喊杀声 谁知江明却疏然转过身 把利剑对准了 曾经的同伴与师父 女院的真实身份是妖 与她亲近缠绵 也是居心勃测 利用所图 江明对女院的爱意 见也未见分好 江明本事高强 正多同门 竟无一人能拦得住她 她趁机斩断女院身上的锁链 将其代理了蜀山圣殿 跑着索妖塔的方向而去 掌门已数百名弟子 下期腾腾解随其后 先生想刚到索妖塔门口 明院便换了一副面孔 传认自己所做的一切 包括与她结为夫妻 都不过是在利用和欺骗而已 掌门和师兄弟们 角力极快 此刻已经追到了这里 没想到女院方才那番绝情之语 并没有让江明 产生一丝一毫毁哀之心 反而挡在了她身前 掌门气得回身发抖 抽出剑来便要动手 江明替她倒下的那一剑 令女院煞食悲极生怒 显出原形来 将掌门击退 随即扶着江明躲进了索妖塔 下一秒 蜀山弟子们也纷纷直剑冲了进去 只可惜直到最后 那些冲进塔的弟子们 无一人生活 动手的不是女院 而是江明的魂魄 她借了蜀山给予的道 自愿堕而为母 将所有蜀山弟子赶结杀绝 此事之后 掌门自觉无眼面见仙祖 身体也每况愈下 她在索妖塔外围施加了尽咒 沿进蜀山弟子入塔 并命人清除了江明女院 以及索妖塔的阴影痕迹 不许任何人提及此事 这也就解释了独孤见胜 为何不同意李逍遥二人 进索妖塔 因为她就是当年 那段黑暗历史 至今还存活的唯一见证人 见胜竹掌蜀山后 便为江明设了牌位 多年来成心供奉 但诡异的在于 江明案前的共襄 永远点不起来 也就是说 江明的灵魂 一直滞留于索妖塔内 不肯离开 早顿极乐 可就算听我们此事 李逍遥和李月如要上蜀山 将李日救出来的决心 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久见现在明白他们 不会轻易改变主意 并也没有再恨家阻拦 反而赠错了不少神秘力气 用来抵挡索妖塔里 情形色色的凶猛鬼怪 就连她贴身不离的九仙剑 也慷慨地送给了李逍遥 不仅如此 久见仙还不遗余力 将毕生所学 都传授给了李逍遥 说实话 李逍遥还是有兴奋明感动的 虽然她和师父见面不多 久见仙甚至不肯让她换上师父 可真到了紧要关头 生死存亡之际 她才默然发觉 师父早已将自己当成了爱徒 方方面面都想得周到 生怕她真的死在了索妖塔中 李逍遥和林日如 开始做进塔前的最后准备 另一边 久见仙也终于按捺不住 好须向剑圣质问 从他们的对话中 似乎牵扯出了 多年前一桩陈锋的往事 那一年 年轻气盛的久见仙 刚刚上鼠山拜师学艺 在死之前 有一个神秘的蒙面人 送了她一块吊坠 以及吊坠背后的唯美传说 可惜当时还没有久见仙圣名的她 实在是年寿轻狂 一心只讲修炼求道 对男女情爱 没有半点兴趣 转头 便将这块吊坠 以护身符的名义 送给了鼠山最有头有脸的人物 受人敬仰的大师兄 音若卓 也就是如今的独孤见圣 大师兄奉师父之命 下山历练 对于这位小师弟的馈赠 他倒是欣然接受了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和大师兄一样 爱上头鹰的女人 那个名叫轻儿的苗江女子 原来就在大师兄历练的时候 为了领悟师父所说的道 他和平常人一般生活 在此期间 他与另一半吊着的主人 女娃后人轻儿相爱 两人还成了亲 入了洞房花主 再后来 赈胜选择了放下和轻儿的那段感情 眼睁睁看着他嫁给了巫王 成为了南昭国无比尊贵的巫后 紧接着被拜日所逼迫 被南昭国民所误解 最后为了抵抗水魔兽 拯救黎明百姓 牺牲自身化为石像 将水魔兽镇压在湖底 九尖先始终想不平拜 既然大师兄人就深爱着巫后 为何要放弃那段感情 为何眼看着心爱的人 成为了他人的新嫁娘 却无动于衷 为何明知女娃一族的使命 就是为天下万民牺牲自己 还要让亲人走上那条 有去无回的路 如果这就是师兄口中的道 那么他宁愿永远执迷不悟 说回金元这边 他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得救的唐玉和阿奴 在金元家讨扰多日 也该是远行的时候了 谁知道他们前脚刚走 拜月叫的人后脚便上门了 金元认出为首的那人便是拜月 心下不由地多了一分戒备 拜月看出金元的书里倒也不恼 他一针渐行地提起 金元的病情根本不曾大好 绝度还上十年的寿命 这番话让金元的父母 忍不住大惊失色 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 刚刚才脱离死神的魔掌 十年后便又要长寿 百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 拜月和善地表示 可以帮忙消除金元体内的猪肚 让他有机会暗想天年 作为交换金元必须上蜀山 阻止李娇和女儒救人 金元虽然惜命 却也是心中自有秋贺的人物 他就算历时生死 也不愿做出出卖朋友 违背良心之事 倘若拜月执意要做这场交易 那么他宁愿将这条命还回去 金元父母拗不过儿子 更不愿让他白白送死 当即立断抽出宝剑 双双在拜月面前自尽了 望着眼前的两具尸体 拜月口中直说惋惜 眼底却满是默然与戏虐 我这次来没有打算要你们的性命 老实说 你们的生命对我来说 根本没用 李逍遥和林仁如做好万全准备 拿着九剑仙赠语的身边戾气 进入了索妖塔 一路斩妖杀鬼 配合默契 结果还没找到灵儿的所在 就与江明的鬼魂交上了手 江明生前便是蜀山资至最后 最受器重的弟子 此后怨念过于深重 李逍遥和林仁如连起手来 也敌不过对方的连历招数 就在紧要关头 一位名叫婉儿的少女出手相救 李逍遥他们这才知道 其实当年你愿于重伤之际 勉强把江明带进索妖塔的时候 便已有了身孕 他不忍江明救死丧命 竟不顾自己妖魔之身 喃喃念起了佛号 但可惜的是 江明还是死了 他的魂魄被怨念缠绕 竟堕入了魔道 对昔日的同门很下杀手 而塔里的声声惨叫 也被门外的找门听得清清楚楚 那一日的索妖塔 惨叫声不绝于耳 刺鼻的血腥气 充斥于鼻尖 暗红的鲜血游了买地 一夜之间 鼠山派几乎尽数覆没 江明的灵魂和记忆 也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一天 那一刻 迄今为止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 婉儿只希望李逍遥他们 可以帮助他爹放下执念 早登极乐世界 助人为乐的事 李逍遥自然是当仁不让 满口答应 谁去还没走多远 身体便突然开始不适起来 脑中不时闪过模糊而熟悉的画面 就像是放出了记忆中的猛兽 在脑袋里奔腾而过 令人头疼欲裂 李逍遥还诧异地发现 自己掌心居然出现了一个 若隐若现的林子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眼下 李逍遥也顾不得这心了 为江明解开心结 才是最要紧的 鼠山圣殿内 剑上也在紧密关注着 索要塔里发生的一切 他知道单凭李逍遥这个局外人 是对付不了江明师兄的 便施藤法术 暂时附身于李逍遥 借他之口与江明对话 凡事有正必有反 善中有恶 恶中有善 在剑上的一番针针劝脑下 江明的偏执逐渐出现了转换 剑上也告诉他 当年女院士爱着他 不惜为他念读佛号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了超度 或许想要放下执念 就必须先放下自己 剑上通过李逍遥之口 成功说服了江明 拥有了自己的道 随后便大笑着去往了极乐世界 为了感谢李逍遥他们的善举 往而把江明所用的宝剑 以及一些法宝送给了养人 江明一事一闭 接下来救灵儿的事 就要靠他们自己了 九剑仙也稍稍放下了心来 郁剑离开了鼠身 没想到半路上 竟撞见了拜月一行人 马上就要和唐玉阿努相遇了 拜月的古怪横啊 九剑仙早有体会 赶紧上前接走了他们 唐玉因为时长老的事 对拜月自然是恨之入骨 阿努这个小丫头 却依旧单纯地认为 拜月叔叔不过是在到他玩而已 不仅如此 阿努一见到九剑仙 居然脱口就唤了一声爹爹 原来是阿努被困之时 许下了心愿 谁能救他脱离险境 他就会认其为父亲 说来也是 这样怀疾可爱的念头 也只有阿努能想得出来了 但更让九剑仙介意的 是阿努无意中提及的圣姑 虽说阿努解释说 圣姑是他的师父 南门将军才是他的妈妈 九剑仙却仍旧以 附若有所思的样子 似乎那个远在南赵国的人 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远方的夕阳中 出现了一群黑鸭鸭的怪鸟 气势轻松地冲着三人而来 而此时此刻 地上的拜月 正在笑颜颜地准备看好戏 随着鸟群越聚越多 定买九剑仙和唐一法律高强 毕竟也是寡不敌众 对付起来不免有些吃力 再这样下去 就没完没了了 唐一稍加思索 决定只身去引开这些鸟 说话间 他不顾阿努和九剑仙的劝阻 弄刀割破了自己的手 义无反顾地一跃而下 在树维索要塔这边 剑上眼看李逍遥二人 一路过关斩将 马上就要找到灵儿所在之处了 一向淡泊静心的他 罕见地慌乱了起来 他通过千里传言告诉灵儿 只要他答应永远不见李逍遥 不再想着他 念着他 自己就可以即刻放他离开 灵儿身为女王后人 街上背负着忽悠苍生的重子 但倘若李逍遥和林月如 真的成功找到了灵儿 那么他们三人之中 就会有一人丧生于此处 或许是林月如 也有可能是李逍遥 这一路走来 李逍遥早已将李逍遥和林月如 看成了自己最亲的亲人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为了救出自己而牺牲 在剑上的劝说下 李逍遥了比忘忧骨 要效更强的无名单 剑上还做出承诺 如果李逍遥服药 就相当于牺牲了自己 但他可以将李逍遥 送去安全的地方 李逍遥和林月如也能逃过一劫 没有人会因此而丧命 与此同时 李逍遥和林月如 正在朝着索遥塔深处进发 哪知这个时候 李逍遥脑袋里的画面 愈发清晰明朗起来 他是如何为了婶婶的病 登上仙宁岛求药 遇见灵儿便与其撑亲 然后见证的拜阅教徒 在仙宁岛上大肆涂落 这一切的一切 都犹如绝地倾泻的红浪 善那间冲击着他的回忆 我跟灵儿已经成了亲 我怎么可以忘记呢 李逍遥的记忆恢复了 掌心的灵重新显现 也证明他对灵儿的爱还在 只是他们来迟了一步 灵儿已经听从见圣之眼 俯下无名单 没有了呼吸 滑抱着毫无声息的灵儿 李逍遥如同不离了灵活的躯窍 麻木的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一旁的灵儿如看在眼里 更是心如刀角 或许是灵儿 终究无法舍弃他深爱的逍遥哥哥 亦会是上天垂帘这对爱驴 随着一阵清光闪过 灵儿的魂魄 竟然奇迹般地回到了她的身体里 直到这一刻 李逍遥才阴隐明白 原来宿命天定 是无论如何都改不了的 或许从她与李逍遥相识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如今的结局 什么都别想 先出去 谁也没有想到 在人中最先冷静下来的是灵月如 事到如今 尽快离开索妖塔 才是重容之重 李逍遥和灵儿久别冲逢的那一刻 恐怕就是见圣前辈口中 那场大劫难的 在拜月的暗中作祟下 索妖塔开始世俗坍塌 就算集结三人之力 看样子也难以招架 眼看危险一触即发 别离莫相识 聚散莫相望 丙葬已落 冰阳两个 那个和李逍遥约定好 会吃到老 玩到老的恶女 那个一路陪着她披荆斩棘 生死这只都外的灵月如 真的永远离开了她 曾经的曾经 她是那样的厌恶 灵月如为她记上的莫忘礼 她讨厌被束缚 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 脸受林月如的呼唤 只树金 红颜已逝 红尘滚滚台相伴 那样清脆而熟悉的铃声 她再也听不到了 正如那个明明是爱着自己 却总是不声不响陪在她身边 这代感情勇敢 求安静的女孩子 也永远地留在了索妖塔 天人永隔 还没等你逍遥 从林月如离去的悲痛中走出来 就得知了一颗不大好的消息 女儿的身体极极虚弱 上姑告诉她 只有找到传说中的五大灵珠 几凤凰蛋壳和麒麟角 才有机会救灵儿 李逍遥他们一路上 已经集齐了土灵珠和雷灵珠 至于其他的几颗灵珠 必须前往凤凰和麒麟 时常出没的女娲庙才能获取 她一眼到达女娲庙时 却发现那里居然破败不堪 似乎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 李逍遥刚到不久 果真遇见了守护女娲庙宇的麒麟 听说了她再来以后 麒麟没有半分犹豫 将珍贵的麒麟角和麟珠 慷慨地交到了她手上 李逍遥正准备离开 去寻找凤凰的踪迹 女娲神像却突然简离 说起了人言 女娲娘娘说 自己已经等候李逍遥十多年了 因为只有她 才有能力拯救灵儿 打败败月 但在此之前 她必须知道一切的来龙去脉 只是不管李逍遥看到了什么 都绝对不能插手干预 女娲利用线述 将李逍遥送到了十年前的南兆国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身处欣赏之外 台上的那个身影 分明就是拜月 她鼓动所有信奉拜月教的百姓 口口声声要杀巫后 除妖邪 巫后不就是女娲族后裔 李儿的娘亲吗 看来拜月是利用了人心之弱 借机将轻儿的女娲族原身 污蔑成了害人的精怪妖魔 而身为丈夫的巫王 竟然全程坐在那张金灿灿的宝座上 犹犹豫豫 不乏一眼 心儿被五花大宝带到台前 接受众人的咽气唾沫 她不仅没有恼怒无王的不作为 反而表示理解 丈夫在仁慈心和男女之前中间 徘徊不定 难以抉择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恋慕着倾儿的九剑仙 忍不住护则她身前 李笑傲见状 也顾不上女娲娘娘的嘱托 往面飞身上海 挡在愤怒的百姓面前 不让任何人试图靠近 他们本可以就此远走 可倾儿心系女娲族的责任 不肯轻易离开 三人已因此被关进了地牢 为了逼倾儿主动现身 保护南兆国的子民 拜悦不惜召唤出水魔兽 为全国上下 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倾儿早已通透道法 不畏生死 哪怕洞察了拜悦的阴谋 她也必须挺身而出 救免于水火 除此之外 倾儿一眼便看出 李笑傲并不属于这个时代 虽然她选择留下来 为南兆国 为天下仓舍而战 可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她的女儿灵儿 倾儿希望李笑傲和九剑仙 可以救佐灵儿 让她免遭劫难之苦 以辈子平安喜乐 倾儿 你真是 是妖吗 事态紧急 倾儿来不及和吴王解释 乌促惊嘱了李笑傲几句 便独自前往圣湖 抵抗水魔兽 最终的结局如何 再死不多做坠眼 去除李笑傲和九剑仙 保护着年幼的灵儿 坐着火凤凰 一路往西飞去 那一天 夕阳穿透了云侧 空中不知从什么地方 飘来了数不胜数的红色蒲公英 姚叶歌诺 美不胜收 李笑傲下定决心 要改变线下的一切 既然先领岛 在南兆国的东边 那么她偏要朝着西边飞 奇怪的是 他们追赶着落日的余晖 却久久不见太阳落山 实在是匪夷所思 他们就这样 飞了许久 终于远远瞧见了一处孤岛 溪水潺潺 于是隔绝 但姥姥和灵儿在此定居 是最适合不过的 李笑傲特意叮嘱姥 务必让灵儿做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远离纷争巢扰 一生幸福平安 她还随手从地上 捡起一枚石子 放下了灵儿的掌心 这个是一颗种子 等到她开花的时候呢 就是哥哥回来看你的时候了 离开新领岛前 李笑傲还不忘提醒九剑仙 千万不要去渔航镇 叫一个叫做李笑傲的武功 万事军已安排妥当 李笑傲转而去了一趟渔航镇 重新踏上了那个 生他养他的土地 她还遇见了一个 整日叫嚷着 雕当大侠的小鬼头 忽有兴致地聊起了天 毕竟拳天下没有几个人 有机会和年幼时的自己 谈笑风声 这种感觉还是相当奇妙的 李笑傲注意到 小时候的自己手里 一直把玩着一颗珠子 听说是从湖边捡来了 心下边有了树 用身上的一把宝剑作为交换 拿到了纳特水灵珠 但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 李笑傲拿到了凤凰蛋和火灵珠 这下可以回去救灵儿了 但她更在乎的是 在自己的一番心虎下 历史进程是否已经被扭转 如果灵儿没有和自己成亲 她也就不会遇到灵月如 这样的话 一切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只可惜李笑傲的愿望落空了 她步履匆匆回到圣姑处 却失望地发现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 折憾如旧 什么都没有被改变 好在五颗灵珠以及齐 灵儿总算是有救了 南南将军心系公主安威 也急忙赶了过来 这在九尖仙的态度 确实若言可见的嫌恶 毫不客气地要赶她离开 九尖仙并没有生气 只是朝着圣姑的方向 平静地发问 变清 阿奴到底是谁的女儿 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儿 妈妈妈 在阿奴的不断追问下 一旁的圣姑终于道出了真相 阿奴的确是九尖仙的女儿 她之所以每次见到阿奴 都会不自觉地流泪 就是源于圣姑所施的法咒 只要圣父一见到阿奴 就会不停地掉眼泪 不仅如此 南南将军也并非阿奴的生母 圣姑才是 九尖仙苦笑着 讲述起十八年前的那段往事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会不由自主爱上清儿 更没想到清儿细细念念的 只有她的大师兄 就连她和清儿的初遇 也是在大师兄逃婚之后 清儿深爱着大师兄 一定要让她给个说法 见受原本百万逃避 她仍留恋于曾经拥有的情爱 无法轻易放下 更不知道该如何 给清儿一个交代 想不明白为何要得到 所谓的到又是什么 直到她清了神明之际 居然神奇地从眼前的水流中 悟出了真谛 上山弱水 包纳万物 不已误喜 不已几杯 以小爱生大爱 这便是她阴入主的道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她不再遮掩逃避 道是什么 是土纳百川 是朝开西落 是百花向阳而生 是烈焰与冰雪共存 爱一人 以爱天下人 当清儿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 她的道 便成了 唯一没有找到出路的 就是九剑仙 她终究还是执迷于 对清儿的感情 更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些人口中的道 究竟是什么 难道放弃心中所爱 将其送到他人枕榻之上 便是真正的道吗 巫王巫后大婚那晚 身为出家人的她 第一次敏定大罪 在后殿借酒交仇的时候 九剑仙信号了南昭国的圣姑 她深爱巫后 殊不知圣姑也早已 这她方心暗许 只是那一晚 她辜负了圣姑 逃离了南昭国 可九剑仙音何尝知道 圣姑作为南昭国神圣的象征 腹中居然有了她的骨肉 是何等难以及持的丑事 为美国人闲言碎语 招致圣姑被治罪 好友南蛮将军仗义相助 替她担下了所有的骂名 从此以后 圣姑也只能强意痛苦 在阿努那人生里 充当师父的角色 只是今日 如今总算父女相认 她唯一的念想 就是尽力弥补 阿努这么多年来缺失的父爱 九剑仙随性逍遥惯了 和女儿相处起来 难免有些拘捷 好在阿努心思单纯 很快便接受了九剑仙 是自己多年未见的 生父这一事实 对九剑仙更是满满如沐之情 他们向导着跑去酒馆 开会唱饮 谈天说地 直至喝得东倒西歪 望着这张熟悉春陌生的睡眼 阿努不禁胆怯万千 她终于见到了自己多年来 始终细心念念的父亲 这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可此时此刻 她却生怕一觉睡醒 敌敌就又不见了踪影 天亮后 阿努悄悄离她的酒馆 来到了唐玉当时坠落的地方 只是她小纸上的一线签 依旧得不到任何回应 难道那个疼她爱她的唐玉小宝 真的已经死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爱玉竟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她身后 她告诉阿努 唐玉并没有摔死 自己将其救回了拜月教 只可惜唐玉伤势过重 一直昏迷不显 想要救她 就必须陪拜月 玩一场更有意思的游戏 接受她的条件 将自己的灵魂作为交换 让唐玉从沉睡中唤醒 这就是拜月给阿努的承诺 为了救唐玉小宝 阿努几乎没有丝毫有欲 就答应了拜月的要求 心甘情愿地 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对方 与此同时 和阿努有过一线见机绊的几人 在同一时间有了激烈的反应 看来最坏的猜测应验了 阿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唐玉清醒过来的时候 第一个看见的 就是一脸冷漠的拜月 他对时回忆起 依父是如何因他而死 当即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体 尚未完全复原 就要奋起出手 替依父报仇 拜月法力已经强大到 连牛娃娘娘都奈何不了的地步 唐玉自然无法伤其分好 对方却不见恼怒之壮 反而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你跟你爱的人太相似了 唐玉怎么也不敢相信 他爱了一辈子的阿努 有朝一日居然会对自己下杀手 面前的这个人 明明长着和阿努相同的面容 眼底却满是诺然与视线 浑身散发着刺补的戾气 他认识的天真烂漫 心思纯亮的阿努 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当然不会知道 阿努为了救他 已经将灵魂出卖给了拜月 此刻 他的身上汇聚着阿努曾经最厌恶的特质 冷血无情 喜好杀戮 而拜月之所以扬装毫不知情 在讨阴面前演这样一出戏 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 天底下根本不存在什么情义恩爱 否则当年他最切人的义父 就不会非要置他于死地了 说到这里 拜月的眼神突然落到了唐玉的手臂上 下一秒便愁弄般地转变了画风 阿努 你真调皮 为什么要在刀口上下毒呢 你还爱他吗 爱 拜月本想帮着唐玉处理一下伤口上的谷毒 却被对方言辞拒绝了 他宁愿自断双臂 也不肯接受拜月的假言假意 唐玉不明白拜月教主 究竟给阿努下了什么迷魂药 却也心知肚明 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救不了阿努的 只能强忍着剧痛 一步一步走出了拜月教 马之刚醒着大门口 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 他学生忘曲 竟然真的是金元 才不过数日不见 阿琪怎么会加入拜月教 诸咒为虐 为虎作伤呢 有了阿努的潜力 唐玉自然而然地认为 金元也是受了拜月的迷惑 拼了命想要带他一起离开 可金元不仅扣持清晰 对唐玉的态度 更是宛若仇敌 才不过一日功夫 唐玉就接连被最爱的人伤害 被最近撞的友人背叛 他满心愤恨 却万般无奈 只好一步一踉强地离开了拜月教 等灵儿他们找到唐玉的时候 他已经失血过多 奄奄一息 拜月封住了他的伤口 就算灵儿和圣姑 勉力施法相救 也是效果了两 唐玉只实在顾不上这许多了 他将自己在拜月教所看到的一切 通通告诉了众人 必然李孝瑶尽快带灵儿离开南兆国 别能和阿努阿气一样 被拜月教所害 随后圣姑和九剑仙夫妇联手 一路杀进了拜月教 没想到拜月去不慌不忙 一语道破的真相 阿努说 她是南兆国圣姑的女儿 是又怎么样 圣姑承认得坦然 但他并没有想到 这一切都是拜月的阴谋 他诱导圣姑说出这句话 就是为了以此为证据 在巫王面前 控告他和外南通奸 南兆国的圣女 居然与凡苏男子有了骨肉 这一消息几乎在一夜之间 传遍了全国上下 圣姑被绑附着押送刑场 接受无望的审判 在唐一拼死离开拜月教 紧急前来送信的时候 李儿本是不愿救死离开的 他欣喜阿努的安危 更不想弃国民于不顾 是李逍遥封了他的穴道 强行将其带走了 然而灵儿的坚持与执拗 终究还是说服了李逍遥 他们行至圣服 务后当年为镇压水魔兽 而化身的石像还在那里 轻而仅存的一点意识 告诉李逍遥 其实之前让他穿一回过去 是自己的安排 他之所以这样做 并非想让李逍遥改变历史 救出他的女儿 逃避女娲族族族卑卑的宿命 而是希望灵儿可以重新回到南兆国 以拯救南兆国子民 造福天下苍生为己任 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磨难 灵儿依旧愿意担起 女娲后人的责任 返回南兆国 李逍遥也向灵儿郑重做出承诺 无论发生什么事 无论将来会面临何等艰难的局面 自己都会陪在他身边 女儿以南兆国公主的身份 回到了宿中 谁知这个时候 拜月假装巫王圣旨 唆使民众当街审判圣姑这一消息 传进了宿中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百姓们正在拜月的捕获下 叫嚣着杀了圣姑和九剑仙 女儿的出现 暂时镇住了在场的民众 巫王也终于下定决心 当众宣布废除拜月教 并惩治拜月的多项大罪 可他们却远远低估了 拜月教在南兆国的影响力 多年来前程信奉拜月教的民众们 纷纷下跪请求赦免教主 后于万民压力 巫王只好收回了这一旨意 那天晚上 女儿诞下了一名阴海 是个粉鸟玉琢 金鸟可爱的小女孩 至于女儿的名字 两人也已经有了定论 易如 好 这个名字好 永远的易怀月如姐姐 片刻的温存之后 也是时候去拜月教大干一场了 失去了双面的唐玉 保护一夜之间成熟了不少 尽管内心无比思念的阿奴 却还是选择留下来 保护刚当生产的公主 她也坚信一点 如果自己和阿奴之间 真的深爱着彼此的话 那么这一切 都会有雨过天晴的机会 阿奴也一定会回来的 那次如梦般化不开 李娇瑶 九剑仙和南蛮江念三连 杀气腾腾冲进了拜月教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剑影缭绕 所向披靡 垂躺了半辈子的九剑仙 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真实 线下也是大展身手 杀得痛快 一剑封喉 神仙难救 谁也没有想到 那个天地间豪情傲然 谈笑江湖中的九剑仙 爱的一生都沉浸于爱与道 辗转困惑 难以自绑的莫英夕 竟然离去了如此促然 她曾经游行戏懂弄日月 也时常醉卧云端 笑人间 她溺于深情大半生 终于在临死之前 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实 或是在过千年万年 依然会有诗人铭记这位 罪得豪钱万丈 活得极要疏狂的九剑仙 这一路上 李敲遥和领二 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从仙灵岛到索妖塔 从长安到南兆国 他们失去了一个又一个 曾经最亲近 最爱好的人 只是此时此刻 那些人们的逝去 都将化作无穷的力量 支撑着他们以拜月教抗争 为拯救天下 灵民百姓而战 但在大战之前 李逍遥还想完成 平生最大的一个心愿 我们能不能完成 最后一个鞠躬 什么鞠躬啊 鞠躬就是结婚 当年李逍遥在仙丁岛 自然配不上 灵儿炙热的喜欢 一番思量下当众逃婚 没有完成成亲时的最后一败 便成为了两人至今的遗憾 良缘喜结 轰竹美眷 李逍遥和领儿 喜悦而庄重地 在圣姑等人的见证下成了金 彼时彼刻 便正如此时此刻 只不过这场婚礼的两个主人公 早已退去了青涩 完全成长了起来 即便天亮后见 要面对的不是光明 而是不可预见的死亡 他们也绝不会退后一步 与此同时 拜月找到已经入教的靳元 一脸讽刺地 将李逍遥为爱葬身索要塔一事 如实告知 其实他一直很想了解 明明父母均被自己逼死 却还选择加入拜月教的靳元 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只不过刘靳元 比他想象中的更加谨慎聪明 给出的回答意识毫无破绽 只有在他的玉如表妹这里 靳元才会显现出最脆弱的一面 拜月不懂爱 更不信什么爱比天大 因此李逍遥和唐玉 再次杀进拜月教的时候 他反而和善地将二人请了进来 并展示了一张大地的手绘图 没错 这就是拜月想要和二人探讨的命题 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圆的 就比如说李逍遥见女娲之力 穿越回十来年前的南兆国 初衷是决心改变历史 特意带着灵儿往最西边飞去 自以为远离了他去过的那些领导 灵儿就不会和自己相遇 更不会被拜月教徒找到 只要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开始 悲剧就不会发生 但实际上历史的进程滚滚向前 李逍遥什么都没能改变 他以为是拜月从中做个 其实造成线下所有的悲剧的 恰恰是李逍遥自己 那一日 李逍遥故意把灵儿 送去了最西边的小岛上 却忽略了当天的太阳 久久没有落山 因为他们脚下的这个大地是圆的 其实即是终结 这也就能解释得通 为何李逍遥之前费尽心思 却还是让历史重演了 是他亲自送灵儿去了新领岛 是他提醒九剑仙 千万不要去鱼航镇 教一个叫做李逍遥的武功 却没料到九剑仙因为赌气 非要和他的嘱托对着干 是他收缩了世界线 完成了整个时空闭话 拜月的这一番言论 李逍遥他们虽然没有尽信 心里却不免存了一份疑虑 随后他们找到了靳远 可此时的阿七 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仅冷淡地轰两人离开 还告诉他们 阿怒已经奉拜月的命令 马上熏了灵儿和圣姑了 李逍遥和唐玉听闻 忍不住大惊失色 充满赶回家中 果然隐面撞起了阿怒 两人知道他是被控制的 谁都不敢下重手 唐玉甚至眼也不眨地 引上了阿怒的利刃 这个时候的拜月 慌得如同表情包上的吐蕃书 一向对爱嗤之以鼻的她 万万没有想到 阿怒真的在唐玉的呼唤下 重新寻回了神志 爱的力量难不成真的强大到 连自己都无法掌控吗 但在什么从始至终 只有她未曾感受过爱呢 另一边 阿怒从沉睡中苏醒 又恢复了往日的天真俏皮 至于她被当作傀儡 期间的记忆 似乎已经随着拜热的诅咒一起 脸消云散了 她只是疑惑于 陶玉为什么没了双臂 大家望向自己的眼神 为什么如此凝重 以及她好不容易冲锋的跌跌 为何不见了踪影 那一刻 所有人都不忍心告诉阿怒真相 扯了个谎 和谎言终究是谎言 时日久了 就连粗心的阿怒 也发觉出了不对劲 总感觉所有人都相当默契地 满掉她一件大事 共同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 阿怒比从前成熟了不少 不再将嫁给唐玉小宝这样的话 当作无心的戏眼 随时抵赖 而是太水证实自己和唐玉的感情 并主动开口 向对方表白 阿怒爱你一生一世 你娶我吧 当然 其余几人并没有机会 吃到本剧最后的一口血糖 白约在南昭国的受支持程度 远远高出了他们的想象 接下来的路 会走得异常艰辛 李乔欧收到了来自靖元的战书 其实他心里也明白 自己和靖元这一战 在所难免 百感交集之际 他拎着两拨加酿 欣然赴冤 昔日至有 而今却不得不刀剑相像 那日的雨声恍如气体 二人无言痛饮 心酸也好 痛心也罢 一切情绪尽在酒里 率先出手的是靖元 在和靖元的缠斗中 李乔欧不断质问着为什么 为什么靖元要成为败越的走狗 为什么非要逼他们师徒反目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靖元伸手自是比不上李乔欧 连一招都走不到 便被打倒在地 李乔欧尽管痛心疾首 却终究不忍心对靖元下杀手 你会后悔的 我的阿鸡已经死了 李公子师傅 为什么 靖元回到败越教 并奉上了李乔随身携带的 装有五颗灵珠的葫芦 在亲自宴过真尾后 拜月也打消了对他的怀疑 加其当成了自己唯一的知己 信任有加 然而拜月不知道的是 向来自负聪明的他 生平第一次被欺骗了 李乔欧并没有死 还记得靖元曾经提过的不死结吗 他的那一件 没有辞专李乔欧的要害 只是暂时让人呈现出 假死的状态而已 这一步啊 靖元在知识及时力量的加持下 成功身处大气层 李乔欧等人这才明白 靖元还是他们生死于光的好兄弟 他之所以不惜风险设计这件事 一定有他自己的良苦用心 他们也正好将计就计 通过李乔欧表面上的死 让国民看清拜月教的真面目 在领儿的说服下 吴王终于放弃了所谓的和平之谷 亲下旨意铲除拜月教 为满国的臣民们谋求幸福与自由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 拜月竟然平静地接受了旨意 便由皇宫卫兵将自己押入大牢 在他眼里 一个即将重塑的天地 是不用存活那么多无知的人的 领儿最令拜月意外的 是一晚的星象 属于李乔遥的已然消失的星星 居然又重新出现了 也就是说 李乔遥根本没有死 既然对自己说了谎话 这一发现 让拜月难得生了怒意 他轻而易举地走出了牢笼 在确认了李乔遥的坟种里 空空如也之后 拜月头一次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背叛 另一头 既然趁拜月不在 抓紧时间查找了古书 希望可以从中找到 打败拜月的方法 却没想到 拜月越狱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储边不惊地找自己问罪 拜月没有为难靳远 让他离开了拜月教 当靳远亮亮腔腔 忍着心口的剧痛 找到李乔遥他们时 已经失血过多 回天法术 泥流之际 靳远硬撑着一口气 告诉他们 拜月唯一的弱点 就是那堆被祝福过的 里面吊坠 只要诚心向他许愿 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只不过许愿的那对情侣 会因此化为飞鸟 靳远死了 那个永远活得最通透 唯独对月如表妹 痴情绝对的靳远 那个原本拥有高官后路 和他期盼着那样 辅佐大当江山的壮元郎 走得决绝皆惨烈 或许他从加入拜月教的 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结局 您知有去无回 却仍旧义无反顾 这个温润稳弱的书生 却生得一副旁人门友的 玲珑心肠 蒸蒸铁骨 或许到了故事的结尾 他可以去找他 最爱的月如表妹了 也算是一桩兴世了吧 渴望重塑天地 再造人间的拜月 终于有了动作 他顾忌重拾召唤诸水魔兽 借此机会逼出领儿 大水瞬间漫入南兆国 呼嚎之声恍让鱼尔 刘儿决心为天下子民而战 李家鱼免败他的心智 不再加以阻拦 把是夫妻二人起上阵 用真爱来对抗 无心义无情的拜月 拜月的目的很简单 他想效仿千万年前的神灵 制裁这些无知的凡人 然后在大水退却 万无复苏的时候 创造出一批完美无瑕的人类 但拜月终究不是神 没有自得决定任何种族的负面 零人和逍遥 也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 零人晃回女娃族原生 与水魔兽展开搏斗 拜月则交给了李逍遥 指双方实力的确悬殊 竟无疑是其对手 我要看看 最爱的人离你而去 你是什么感觉 我不会死的 我也不会死 与此同时 大奴在洪水中避难时 眼见拜月教徒展开屠杀 曾经的记忆一时间喷涌而出 他是如何在神志全无的情况下 断了唐韵的双臂 还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爹 唐韵找到阿奴的时候 他难以接受这一叙事 坚持让唐韵动手杀了自己 唐韵却告诉他 最可恨的不是当时 被当作傀儡的他 而是真正的最回货手败玉 除此之外 唐韵还向阿奴讲述了 关于这对吊坠的传说 以及禁人查到的破解方法 只要爱的力量足够强大 那么许夏的愿望 就必然会实现 为了大帝宠获安宁 两人不在乎牺牲 共同向吊坠许夏的愿望 天长地久 不会再有人拆散他们的 阿奴和唐韵的愿望生效了 大帝之力正在回复 世界重获新生 拜月失策了 还没想到世上真的存在 海枯石烂 始至不渝的爱 更没想到自己最瞧不起的爱情 会成为打败他的一柄利刃 可为什么从头到尾 只有他从未得到过爱呢 失去了倚仗的拜月 像是突然放下了什么执念 毫不躲闪地接下了李逍遥 几乎拼尽全力的一招 历史涣散了一刹那 记忆犹如走马灯一般浮现 他想起师长老教导自己时 严厉外表下的慈父心肠 想起义父的多年教诲 想起自己追寻医生的爱 其实他早在未曾察觉的 细致末节中 无声无息地将他包裹了起来 舞剧风雨冰寒 原来拜月不是没有得到过爱 只是到了最后 将一切温暖与爱舍弃的 正是他自己 拜月死了 但是魔兽还在肆虐 连而刚刚生产 丢脱日趋弱的身体 与之战斗了这么久 早已有些吃不消了 此刻却毫不犹豫地再次迎战 曾经那个处处靠李逍遥 保护的柔弱女孩 真的长大了 使魔兽的力量过于强大 铃儿找准时期 钻进她的腹中即限攻击 总算见了成像 只是成功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魔兽虽死 但铃儿也因此历劫 坠入湖中 生死未卜 水面平静无波 仿佛方才的那场 惊心痛破的大战 只是她的黄粱一梦 大战已闭 李逍遥在万念俱灰之气 居然等到铃儿归来 铃儿并肩相邪 一边憧憬畅想着未来 一边往家的方向走去 在打倒水魔兽之后 铃儿就已经身负重伤 她是为了不让逍遥哥哥 孤单一人 才会勉强自己硬撑下来的 因为她的逍遥哥哥 失去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最可怕的 不是生命的失去 而是留下来的那个人 才是最痛苦的 李逍遥心痛得几乎窒息 但她更不想铃儿这么辛苦 那一日的落影缤纷 仿佛这天地 也在为铃儿的离去 而悲痛不已 桃花花瓣 如雨般飘洒 美若仙境 恍惚间 就像身处李逍遥当年 在新宁岛看到的 那片最美的桃梨 令人心醉 不愿醒来 故事的最后 李逍遥身边最亲的人 都如同这漫天的桃花一般 来得绚丽 吃得击绝 多留她一人带着一如 畅阳于江湖 好了 以上就是先一 真正的待结局内容了 拜月阎谋被瓦解 铃儿力滴水魔兽 而至重伤 最终微笑着 在爱人怀中死去 不知道有多少人 被铃儿安然无恙地 从户中归来的那一幕欺骗 一度以为 那就是先一的大结局 后来才发觉 有的时候 有的编剧 就是喜欢在堂里 掺着刀片 然后哄观众 心甘情愿吃下去 之后的悲情结局 或许也是这部童年仙侠剧 经典永流传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常说 先一是童年经典剧作 也是一种难以谋灭的情怀 戏中除了演员们 过于惊艳的颜值 以及深入人心的演技以外 更大程度上归功于 剧中对角色的多面刻画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 都刻画得有血有肉 入目三分 没有绝对的善与恶 只有人心凉薄下 映照出的无可奈何 主角团们当然不必多说 一个是白月光 一个是易难品 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羁绊 让人相信这些世界上 真的会存在比爱情 更加坚不可摧地存在 侠肝义胆的侠客里逍遥 身怀大义的女娲后人赵灵儿 默默守候 为爱牺牲的林月如 不管提起哪一位 都令人记忆忧心 但要说最难得的 就是支线中 让我们念念不忘的配角 除了那几位一言万年 之前一生的女要件之外 非感情线的配角 也有不少印象深刻的 比如豪迈不羁的酒见仙 一辈子与酒为伴 思意快活 汉似潇洒随性 其实为情所困 醉生梦死 等她真正学会 如何去爱一个人 如何做好一个父亲的时候 君兵丧亲女之手 怎能不娇人扼腕叹息 还有忠甘义胆的诗张浪 明明对两个一子爱的深沉 却从来不会表露出来 平日里更是严厉地近乎苛刻 像极了不知道 如何与子女相处的老父亲来 当然 剧中还有一个角色 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刘靖元 她或许戏分并不太多 对月如表妹的爱 在一些人看来 实在过于卑微 但她算得上是整部剧中 连拜月都难以比肩的聪明人物 竟然这一生 活得比任何人都通透 她是皇帝亲近的壮严狼 学富武车才高八斗 她深爱指青梅竹马的表妹林月如 哪怕知道月如喜欢的是李逍遥 她也毫无度物之心 竟然可以是知心大哥哥 可以是结语花 当林儿为爱困扰时 她开解说 相爱不如相知 她会在所有人都认为 人和妖不能共存的时候 立然选择维护 对丈夫深情宽宽的护妖 她会因为叠妖的牺牲而假装凶狠 会心痛 会流泪 会因生命的事情而唏嘘 为了帮李逍遥他们 找出打败败怨的方法 她甚至可以装作倒戈 在敌人面前周旋应对 最终为之友而死 十年之约 只有她还牢牢记得 也只有她 真的做到了 优秀的剧情 出色的角色 背后的深刻利益 都是先一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些特质难能可费的地方在于 体现出了仙侠剧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字 侠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不是有神有仙 有华丽炫蒙的特效 既有资格被称为仙侠剧的 一部仙侠剧最不该缺的 恰恰是这个侠字 所谓仙侠 本就应该儿女情长有之 家国大义亦有之 本心不可忘 仙侠便不会亡 很多人都说 胡歌刘依菲他们 养活了游戏里的每一个角色 天河的几乎天意无放 但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仙依选角期间 发生过不少趣事 阿努的扮演者刘品妍 一开始试装是林薇如的角色 定妆照是这样的 而林薇如扮演者安以轩 饰演的则是阿努 当时剧组已经拍了一段时间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两位女演员的气质和表演 让导演萌生了角色调放的想法 没想到竟成就了仙依中 天真浪漫的阿努 以及刁蛮可爱的林薇如 两大深入人心的倾向 这应该是俗话所说的 无巧不成书吧 至于主演胡歌 一开始并不是李孝傲的第一人选 据说他差一点就成为了 那个为爱多蒙的江明的扮演者 而导演一开始 是打算从郑当红的颜程去 周玉民林志颖等明星之间挑选的 后来无意间看到了 当时年仅22岁的胡歌的古装时装照 对时惊为天人 当即拍板定下了胡歌 事实证明 导演的慧眼独具 创造了无胡歌不先见的历史神话 一部好剧 一段人生 大家好这里是于翰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承载了无数人童年回忆的 经典仙侠剧《仙剑七侠传》三 故事发生在剧离仙剑一 大约五十年前的渝州城 那时的李孝傲和李二还没有降生 吴后轻儿也尚在墙堡中哭泣 而咱们今天的主角 则是永安当的一个小伙计 景天 景天本是永安当前任掌柜的儿子 对古董极有研究 还没有什么远大志向 天生最爱的除了古董 就是父亲创办的永安当了 只可惜父亲去世后 他只能和好兄弟茂山和碧平 一起在店里当小伙计 那日子虽然过得清苦 他们三人互相抵立插扶而闲 诚儿李希依哈哈的 倒也别有一番义去 夜里流星璀璨 他们满怀憧憬地许下了愿望 流星雨这晚 这块从天而降的玉佩 居然不拼不已地落到了景天的掌心里 难道这就是世人口中的命中注定吗 景天可顾不上这么多 别人看他是块玉佩 在他眼里却是白花花的银子 只要卖了这块玉佩 还愁赚不到钱 难不回永安当吗 俗话说 好事成双 和永安当有着密切来往的 于周城第一大门派 唐门 正门派来了信使 任命景天 为永安当新任掌柜 写出汪外的景天 美滋滋和冒冒结伴 上街看热闹 不成想身上的玉佩 就像是突然间活了过来似的 又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着景天 不受控制地朝着街中央的轿子而去 景天和那位红衣女子 就在这样皱眸昏昏之下 被金锦粘在了轿子里 动弹不得 直到半空中的轿子 实在承受不住 断裂跌落 景天才得也脱身 这就是景天和雪剑的出狱 荒唐却好笑 然而忙得拿玉佩换大钱的景天 对于这一切 当然是毫不知情 谁知走到半路 他就被一个神秘的黑衣人 拦住了去路 不由分说地 将其压在了把车上 随后展开一幅画卷 看什么 这就是三百天后的人间 按照神秘人的说法 三百天后 人间将生灵涂炭 如同炼狱 这块玉佩 以及持有玉佩的景天 便是拯救天下的重中之重 神秘人说的神乎其神 景天自然是一个字都不相信 神秘人一见说服不了他 倒也没有逗怒 三两下将景天掉翻在地 还二话不说 抢走了玉佩 事情发生的突然 景天还没来得及反应 下一秒就被唐门的人 抓到了唐家宝主任唐坤的面前 他这才知道 那天在两块玉佩的牵引下 当今和他纠缠在一起的女子 竟然会是唐家大小姐 唐坤最宠爱的孙女 唐雪剑 那一日的事情 在一桌城百姓之间 传得可谓是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他们声誉有辱 唐雪剑更是恼羞成怒 吵嚷着要上吊自杀 近回来了 景天赶紧自告奋勇 表示有办法阻止雪剑寻死 你就是唐汤 唐家大小姐 你就是那个 帅哥 怎么看见我那么均匀 不想死了 传人在前 雪剑欲加火帽三丈 景天却看得出来 这位唐家大小姐所谓的寻死密活 不过是在发泄内心的不满而已 他没有拆穿雪剑的任性伎俩 玩是反其造而行之 和唐家其他人串通好 陪雪剑一起演戏 无论刀砍还是上吊 服毒还是跳起 景天都故意把死状 描述得极极恐怖 就连一旁的唐坤 听了也不由得忍君不禁 改天再死 你不死了 不死了 如果你反悔就是小狗 唐坤似乎对这个蛮嘴跑豪母 却有本事管教小孙女的景天 十分感兴趣 景天走后 唐坤告诉雪剑 这对玉佩远是阴阳一对 一旦相遇 就会不由自主地粘合在一起 而持有另一块玉佩的人 便是雪剑的有缘人 只可惜他在此人身上 仔仔细细翻了个遍 却便没有找到 与雪剑这块相配的 另一半玉佩 看来是他想错了 再说景天那边 得罪了唐家大小姐 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翻篇的 景天才当了一天 永安当掌柜 就被吸血鬼赵文昌赶了下来 好友和碧平 也屁呆屁呆地 成为了赵文昌身边的小跟班 赵文昌吸血鬼的名号 可不是浪德须名 自他杀任掌柜后 景天和茂茂的工资 被割扣了不少 为了寻求出路 景天甚至想到了一个 以止换钱的主意 正当他喜滋滋地 插想着自己的发财大技时 只听门外一道人影疏忽闪过 难道是店里进贼了吗 景天立刻抄起武器 循着摄影的方向摸去 虽说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但雪剑此来永安当 其实是另有目的 他自小孤苦 无父无母 是爷爷唐坤 含辛如苦将他拉折大 这些年来 爷爷一直因为 没能保住独死的遗物 这个百年茶壶的胡盖 而分外自责 为了帮爷爷解忧 雪剑这才拉下脸面 前来永安当求助 他听说整个渔州城 就说景天最会鉴定古董 而且遭烟品的水平 几乎算得上以假乱真 他希望景天可以做了 一模一样的插户盖 让爷爷开心一点 景天本就对这个 刁蛮浇灌的大小姐 没什么好感 对时起了嘲弄之心 故作严肃地支持雪剑 却弄些毛色旁的失你来 但不知为何 面对这样显而易见的 捉弄手段 雪剑却罕见得没有发火 而是默默地按照景天所说的 忍着恶臭找来了泥土 然后安静地在一旁等待 看着景天小心翼翼地 遵照茶壶盖的原本模样 仿造烧制 其实你不讨人厌的时候 好像还挺讨人喜欢的 你不是废话吗 你讨人厌的时候 人家会喜欢你 制作工艺到了最后阶段 两人都不由松了一口气 打至这个时候 雪剑的头发 竟然如同草藤一般 开始迅速生长起来 顶刻间便垂落到了地上 直到天亮 才暂时停了下来 原来雪剑自幼便生了一场怪病 每到春年的时候 她的毛发便会疯了一般茂密生长 等到秋天来临 又会变得枯黄 乃至脱落 一直以来知晓这一秘密的 只有爷爷和她的贴身婢女 没想到这一晚 却被雪剑最讨厌的景天 给撞了个正着 谈婚这么多年来积劳成疾 每两天便病倒了 大夫告诉雪剑 只有用鼠山脚下的百花露水 作为药液 才有机会救治唐猫柱 为了爷爷的安康 孝顺的雪剑 淫夜来到鼠山 却再次遇见了景天 两人依旧和之前一样 一见面就忍不住半嘴吵架 谁想抢身后传来的怪声 却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两人仓皇回头 正在发现周围不知何时 竟围惧了数十个不人不轨 面目猙獰的怪物 正吵着他们渐渐逼近 好在此时此刻 一个名叫徐长青的白衣道士 出现在他们眼前 此人身手玄妙 法力高深 很快便压制住了那些怪物 危急时刻 救了两人的性命 这位徐长青大侠 是属山厂门 轻微道长的弟子 此次奉尸之命下山 调查独人泛滥的真正源头 而在整个渝州城 最有嫌疑的莫过于 擅长制毒的唐氏一族了 属山和唐门是有来往 徐长青到了唐家宝之后 先是替唐猫主运气挑戏 稳住了他的病情 随后便召集了唐门众人 拿出从独人身上采集到的 源自唐门的剧毒 询问这其中的关联所在 出于种种原因 雪剑和景天 也加入了徐长青的调查队伍 三人群着妖气了痕迹 一路追到了渝州城的一处毒场 除了试毒的景天外 徐长青和雪剑 都不约而同地 听到了毒场底下微弱的哭声 就是不知道这一发现 和最近肆虐的毒人 有什么联系 当天晚上 景天和雪剑 再次撞上了一大群红眼毒人 徐长青先前回了一趟属山 向他的师尊们汇报情况 此刻并不在他们身边 眼看危险渐渐逼近 慌乱的两人被毒人包围 无路可逃 好在此时 徐长青及时返回 危机时刻挡在了二人面前 奈何毒人数量实在惊人 就算徐长青也难以招架 现在只能靠暂时脱离险境的景天雪剑 回汤家宝寻求援助 在此之前 景天受徐长青的嘱托下 连永安当的生意都撂下了 在市井间奔波寻访数日 将整理好的失踪者名单 交到了徐长青手上 其中一个叫做文轩的 引起了徐长青的注意 这是他上次于鼠山脚下 抓到了那批毒人中 唯一一个尚存有心智的 或许从他的身上 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光复不负有些人 徐长青的失地 从文轩的梦意中 推断出这些毒人 不会伤害 穿着红色衣服的人 从鼠山弟子专用的通讯器 第一时间得知血系的徐长青 也满不停提了把这一消息 同步都兴给了景天雪剑两人 景天身上的通讯器 是徐长青上次临走时 不小心遗落的 现在却阴差阳错的 成为了景天的一根救命稻草 有了徐长青提供的信息 两人找出红色衣服 小心翼翼地穿过活死人群 从唐家宝搬来了救兵 成功制服了那波毒人 徐长青的屡次相救 要两人很是感激 景天自不必说 次日便随便找到的由头 把徐长青荒来永安当喝茶 实际上是想从他这里 学习鼠山先法 鼠山道鼠向来不外揣 徐长青也只当景天是在说笑 并没有放在肩上 倒是雪剑这些天来 对他可谓是寸步不离 百败殷且 徐长青为人稳重和善 又常年在山上休息 根本没有感觉到 雪剑的一片心意 那一番直率的表白之语 徐长青没有听见 倒是让通讯期那头的景天 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 与众城内的红眼毒人 徐长青他们已经处置得差不多了 从他们拿到解药后 就该灰鼠山 为那些呈现痛苦的毒人治病了 就在其他们忙活了这么久 依旧没能找到毒人的真正来源 如今也只能荣厚在意了 众人领走前 雪剑终于鼓起勇气 准备将深藏心点的那句话 当着徐长青的面说出来 拿着这个时候 同样前来送行的景天 却不合时宜地插话进来 你大夫那好不好 行行行你不说我说 陪你娶他 雪剑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半路杀出的程耀金 一句话便毁了他的整个计划 蜀山弟子是不能婚娶的 徐长青自然是下意识地拒绝了 面对周围众人 或震惊或嘲讽的眼神 再加上身边这个 看着能不嫌事大的景天 一个劲的天柴拱火 雪剑只觉得自己的脸面 在众目归归之下 被撕得一点不剩 她不后悔向徐长青了白 也不畏惧在众人面前 广而告知 却实在难以忍受 在唐门众人面前 掩命尽失的这一刻 景天这才知道 自己的自作聪明 惹来了多大的麻烦 她这样做 无论是否出自好意 此刻都错得彻彻底底 雪剑也没了和她斗嘴的心情 心灰意冷地转身跑开了 就在景天不知所措之际 雪剑的婢女实在看不过眼 站出来说说了实情 原来雪剑对徐长青所做的一切 并非归中女儿家的方心懵动 而是出于孝顺 雪剑心里清楚 爷爷虽然看上去精神尚可 实际上却重病缠身 他此生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孙宁雪剑的终身大事 而最好的孙世人选 就是蜀山门下首席大弟子 徐长青 正因如此 雪剑才会不顾唐家大小姐的颜面 整人里追在徐长青的身后 知晓了事情这一项的景天 心下很是愧疚 他之前为雪剑仿制的 那盒宴品茶壶盖 那里写了猪婆两个字 原本是出于报复心理 而今对雪剑这个天津大小姐的改观 也让景天放弃了这一想法 并年夜感知了一只一模一样的茶壶盖 打算送给雪剑当作赔罪礼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雪剑在照顾爷爷的时候 无意间也发现了 茶壶盖里头的那行字 顿时七八一数来 当即将壶盖一扔 怒气冲冲地闯进了永安道 准备找景天算账 在收回蜀山那边 在分过唐门的解药后 那个迷幻文圈的独人 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苦苦要求长青他们 救出他的娘亲 在文圈的讲述下 蜀山诸人这才明白了内情 原来独人只在背后的始作俑者 是渔州城仅次于唐门的满太 霹雳唐唐主罗如丽 他利用文圈的母亲 作为供养独人的母体温床 妄途建造出独人兵团 吞并唐门 统治天下 文学言语中还提及 第一批受母体控制的独人 眼睛都呈现绿色 残忍凶狠 毫不留情 至于那批不会攻击穿红衣服的独人 则是被他母亲的执念影响 而制造出的二代独人 也就是说 此刻的宇宙城内的某处 还潜藏着一大波 更为残暴恐怖的独人 随时等待着四季而动 根据蜀山的资料记载 想要彻底解除独人之患 必须找到双手中 要想找到他 贪喝容易 他们当务之急 必须尽早回宇宙城 抵御独人来犯 薛长青他们猜得一点没错 天刚刚入夜 城内便骤然涌现出了 数以百次的绿眼独人 凶神恶煞的像手无寸铁的百姓们 展开了无情的屠杀 景天和雪剑在回家的路上 当然也没能幸免 幸好他们手里的通讯器 还有隔空传物的神奇能力 除了两只短笛之外 薛长青还向他们教授了 能够使独人暂时安静下来的暗魂咒 但需要注意的是 他和雪剑手中的笛字 必须相互协作 同时吹响 才可以奏效 而且暗魂咒只能使用八次 不劳办不得已 千万不能随便吹奏 薛长青锁交的方法 果然起了作用 鸟儿在宇宙城内 轻松地有如路无人之境 他们紧接着去发现 那些绿眼独人前进的方向 分明就是唐家宝 雪剑心系爷爷的安危 不顾自身安危 回到唐家宝 没想到爷爷的房间里 竟然空无一人 看屋内凌乱不堪的陈设 应该是被强行掳走的 有能耐神不知鬼不觉 绑架唐家掌门人的 多半不是外敌 而是内鬼 则是此刻门外形势紧急 唐家宝上下如同一盘散沙 大难临头 各自逃命 本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雪剑没有想到 就连他平日里最尽重的三叔伯 眼见他为了保卫唐家宝 不幸陷入危险之中 居然选择了视而不见 最后的最后 还是景天仗义相救 女儿在都人闯进的前一秒 逃进了唐门的禁地 百毒楼 百毒楼向来都是唐家宝 最珍贵 最看重的圣地 是他们制毒存毒的命脉所在 只有历代掌门才有资格进入 就算是身为继承人的雪剑 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女儿在百毒楼里 里里外外找寻了个遍 还是没有发现爷爷的踪影 三叔伯也很快搁了进来 对于雪剑 他们擅自进入百毒楼的做法 相当不满意 他们还没来得及 半嘴斗狠 毒人就已经冲破了大门 朝着百毒楼这边而来 三叔伯身手再好 也抵不过毒人的大批涌入 没过多久 便被咬得鲜血淋漓 为了救出三叔伯 雪剑和景天吹响安魂咒 众多毒人也在意料之中的 好若时间暂停一般 待置在原地 他们也趁机再次躲进了百毒楼 慌不择路间 景天不小心按动了什么开关 一个隐秘的通道 属然显现 里面暗淡无光 机关密布 既然没有了灰头鹿 两人也只好继续向前摸索 谁知这个时候 脚下瞬间一空 他们居然毫无征兆地 掉进了一个百设优雅的密室里 前面的水石中央 摆放着一个 精美无比的圆盒子 这盒子 似乎相当排斥景天的出口 却实实然接受了雪剑 想必是盒子 常年累月滋养在此处 吸收天地精华 从而具备了灵性 主动认雪剑为主了 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 盒子里不是什么精力神兽 而是一颗再普通不过的土豆 两人参与之际 一阵旋母光芒闪过 土豆精化作一只可爱的精灵 在雪剑掌心 欢呼雀跃着 在小土豆的指引下 两人终于找到了百毒楼的出口 但奇怪的是 他家宝里寂静得可怕 甚至到了令人毛不索然的地步 就算听不到声响 景天和雪剑 也知道毒人就在外面 随时都有可能冲进来 经历了这么多风雨后 他们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景天真而重知地 将自己做好的新茶壶盖 交到了雪剑的手上 雪剑也拿出雪昌青之前 送给他的那颗解百毒的弹药 命令景天服下 以免被毒人所侵害 谁想到景天表面上答应的手快 却甚至雪剑放松戒备的时候 眼疾手快将弹药塞将他嘴里 与此同时 鱼肉成的一片紫迹 毒人横行 见人便咬 只有冒冒和毕萍 一边苦苦支撑 一边寻找景天的踪迹 雪昌青和实地及时赶到 帮他们驱走了那些毒人 但长此以往 终究不是良策 必须从毒人出现的根源下手 才能永绝后患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等他们找到景天的时候 他不慎被毒人抓伤 毒性入骨 痛苦难当 景天并没有第一时间 失去理智 打开杀戒 而是拼命压抑着心中的渴望 宁死也不愿伤雪剑分毫 雪剑也迅速反应了过来 赶紧吹响安魂咒 暂且镇压住了景天身上的毒性 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 小佐洛也总是怀柔在他身边 像是迫切了想要说些什么 只得吸他全身心 只顾着吹奏安魂咒 或使景天安静下来 根本无暇顾及这个小不点 景天就这样 一直浑视到了自日清晨 毒性已然蔓延到了全身 就差心智尚未泯灭了 他无法忍受自己 变成如今这副 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更害怕自己一旦失去理智 就会狂性大方 滥杀无辜 几经思量之下 景天终于下了决心 给虚伤青他们留下一封书信 表明了自己不想伤害他人 变成罗入恋手下的傀儡毒人 然后便悄悄离开了 景天身上的毒尚未清楚 绝不能就此坐视不理 薛长青等人一路找到了永安道 而此时的景天 为了不让自己丧失理智 伤害无辜之人 景天不惜忍着剧痛 生生拔掉了自己的牙 尽管他这么做 起到的作用也是杯水车薪 却也好过眼睁睁看着自己 一点点被剧毒吞噬 要想救他和那些毒人 就必须找到窗戳中的五毒兽 可这只神兽 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 奇少有人见过其真容 他们又该去哪里找寻呢 在场的人都没有料到 小土豆居然幻化成了盈盈少女 微柔地施展法术 替景天一一消除了碧绿色的眼眸 手臂上害人的伤痕 以及他野兽般的疗雅 众人这才知道 原来面前的这位黄鹰少女 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 康门镇门之宝 五毒兽 他方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帮景天解毒 完成了最后一步后 景天除了两颗 和獠牙掉落 淑海有些漏风以外 已经和正常人无异了 雪剑也没有想到 他心心念念的五毒兽 居然就在自己的身边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些毒人终于有救了 可文轩却仍旧心事重重 在薛长青他们抓到的毒人中 并没有他母亲的综艺 也就是说 文轩母亲依然被霹雳糖 当作最后的王牌 老老掌控着 一天之内 少女连续救治了不少毒人 身体明显开始吃不消了 在变灰土豆的模样之前 他告诉雪剑 爷爷就在霹雳糖罗如烈的手里 抓走唐坤的 这是整件事的幕后黑手 罗如烈 他的计划之所以进展如此之顺利 却是唐坤的树出儿子 雪剑的二叔 唐义的功劳 罗如烈生性暴力冷血 为了短期内功力大增 罗如烈对唐坤 是百般折磨 面对所谓的盟友唐义 他也毫不遮掩地 露出了真面目 其实从合作的一开始 他就没打算和唐义 分享水长后的极有利益 在他眼里 唐义不过是他计划中 一门学生可气了妻子罢了 唐义顿时被激怒了 他索性破关的破栓 使机放出了毒人母体 和罗如烈缠斗的难解难分 自己则趁机逃过了一劫 另一边 石长青他们来到 上次听到过细微哭声的赌场 意外发现赌场的地底下 正是霹雳唐的老巢 好在雪剑出手即使 才从丧心病狂的唐义手下 救出了奄奄一息的爷爷 石长青和石底长印紧随其后 与罗如烈搏斗激烈 奈何对方实在狡猾 最终还是让其逃之夭夭了 唐义眼见识清败露 自知大事已去 居生就不知悔改 举起刀便要自尽 在这简要关头 武毒兽及时现身 制住了唐义 更退去了他的一身毒工 既保住了他的性命 也给了他应有的教学 不过多亏了唐义的毒工 武毒兽才顺利解除了 文宣母亲身上的顽固剧毒 母子二人终于再度团聚 毒人之患总算尘埃落地 武毒兽正式将雪剑设为主人 唐坤撑着病区强打精神 回到唐家宝主持大局 怒斥周人在危难之时 逃命的逃命 趁人之危的趁人之危 只有雪剑一人 誓死捍卫唐家宝 从头到尾 不曾后退半步 此次危机已连消弥 唐坤见证了雪剑的勇气和担当 愈发坚定了他要让雪剑 掌管唐家宝的想法 武毒兽既然已经认他为主 唐坤便将其正式交付给了雪剑 山下诸实一地 石上青也该会属山赴命了 雪剑前来送行时 对未来将要面临的一切 也不免感到惶恐不安 如今爷爷病重 往后唐家宝的荣辱成败 都将用他一力承担 可他真的有足够的能力 撑起整个唐氏一族吗 爷爷一直以来忧心的 就是雪剑真正的有缘缘 可这个人究竟在何方 他又该去何处才能找得到呢 石上青虽然长久不曾入世 对于雪剑的顾虑与担忧 也表示理解 他给了雪剑一个提示 一抬头就能看得到的 就是他的真命天子 雪上青走后 雪剑还是和以前一样 每晚都去蜀山脚下 采集百花露水 为爷爷入妖之病 只不过这一次 他身边多了一个 叽叽喳喳的家伙 弯月四刀 妖气弥漫 蜀山的索要塔旁 一个神秘人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冲破了索要塔上的重重封意 拔走了塔顶的千年魔剑 只为他唯一认定的对手 神界大将军 飞鹏 事情发生的突然 尽管蜀山弟子 在雪上青的率领下 迅速展开靶阵 扶摇降魔 却还是放跑了许多妖魔 这些魔物一旦进入人间作乱 后果将不堪设想 索要塔被这么惊天一闹 已经是岌岌可危 若非蜀山掌门轻微道长 和对方做了一场交易 以三百天为期限 要求魔尊 不得再惹是非 其余五位长老 使尽浑身解数 这才暂时封印住了索要塔 但他们几人先知肚敏 总有一天 等索要塔里的那只魔物 吸收天地之怨念 长大成人 六界恐怕就会迎来一场浩劫了 而天地之间 能够拯救苍生与水火的 只有景天 那个打破索要塔封印 夺取魔剑的神秘人 就是当今魔界之尊 崇楼 他数千年来披腻六界 肆意纵横 无有敌手 唯一放在心上的 就是曾经的老对手 神界的飞鹏将军 崇楼此次来到凡间 记住当年那场没有分出胜负的决斗 他找到的那个人 就是景天 昔日对手 变成了如今这副混合模样 崇楼颇有些失望 数千年前 神界第一大将军飞鹏 战无不胜 为民赫赫 妖魔闻之铭信 无目闻风丧胆 落荒而逃 或许正如古话所说 英雄总是无敌且孤独的 他平生最想要的 就是一个值得拔将的好对手 而魔尊崇楼 就是最好的人选 他们虽为敌对双方 却信心相惜 打得更是酣畅淋漓 但正是因为这一战 飞鹏触犯天条 被贬下凡 受尽事实轮回之苦 那一场未完成之战 也成为了崇楼心中最大的遗憾 只可惜这一世的景天 不懂半点武功道法 浑身上下 散发着浓厚的尸锦气息 早已没有了飞鹏将军的影子 更不用说 和魔尊崇楼旗鼓相当了 为了平安脱身 景天只能找各种理由 避免和崇楼交手 结果对方几次三番 被摆了一道后 似乎不耐烦地动了杀心 危难关头 还好徐昌清及时赶到 救走了景天 他庆祝以自己的道行 是绝对抵不过魔尊的 现下只能尽力拖延 将景天安全带回蜀山 然而双方力量派口悬殊 徐昌清为了保护景天 被打成了众生 只留一些尚存 景天见识不好 索性也豁出去了 他假装答应和崇楼决斗 但前提条件是 必须等到他梦想成真之日 宝哥崇楼这辈子 都别想完成那次决斗了 就连景天也没有料到 他的威胁竟然起了作用 冲楼先来不守承诺 但为了对手飞鹏 还愿意当一丝君子 拿一门钱 和景天换了那把魔剑 随后便数而不见了 好不容易哄走了冲楼 景天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可徐昌清山势过重 时而清醒 时而昏迷 更别说御剑前往蜀山了 景天也只好忍痛丢掉了 冲楼给的那把 看上去十分名贵的魔剑 背着虚弱的徐昌清 艰难地走上了极区的山路 可越往前走 景天越发觉的 背上这人的气息 开始逐渐微弱了起来 他生怕徐昌清一闭上眼睛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仔细考虑了一番之后 他决定用上自己 最擅长的那一招 景天的办法虽然离谱 但确实依真见效 为了不让好友 做不成好人 史昌清硬实撑着 摇摇欲坠的身体 努力保持清醒 和景天一起往山上进发 谁知他一个失手 两人竟然双双失去了平衡 不受控制地 向身压跌落 好在这个时候 魔剑像是感应到了景天 正处于危难关头 突然出行在他身下 突出二人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缓冲作用 景天和徐昌清幸免遇难 也终于顺利到达了蜀山 徐昌清伤势慎重 完全是靠一股顽强的意志 坚持回到蜀山的 将白豆腐送到长老们那里治疗后 景天忍不住松一口气 在那里 他还见到了白豆腐的师尊 蜀山掌门 清威道长 这个总喜欢比叶的白猴子老头 他时常在梦里见过 如今总算是在现实中相见了 清威道长为人慈悲和爱 这些年来 他时不时入景天的梦境 与其攀谈 世其心智 就是为了今时今日 他坦诚地告诉景天 蜀山有一个最非暗的所在 叫做索妖塔 里面关押的 大多都是面目争宁 穷凶恶的妖魔之妹 其中最为强大 也最让他们忌惮的 就是那团 凌绕在塔领的蓝紫色煞气 可他们五位身为蜀山长老 为何会被这团尚未成形的邪灵 多有顾忌呢 事情要从25年前说起 当时妖界和邪灵界双方联盟 迅猛合力侵债人间 蜀山虽然人才济积 奈何敌众恶寡 蓝衣匹敌 为了尽快解决人界的生灵土炭 他们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 启用蜀山禁术致敬法 通过排进他们五人内心的邪念 从而达到空力大增的目的 但那时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人间秩序得到平定不久 三界就迎来了一个祸端 他们为修炼致敬法 而避出体内的邪念 被关进所要塔后不久 就禁收天地间邪气恶念 禁欲发强大起来 就连他们五人联手都难以招架 这股邪念一旦形成 将对整个六界造成一场 前所未有的大浩劫 至于轻微道长他们 为什么平原找到了景天 因为唯有他 才能镇住未成形的邪念 也唯有他 才可以将这股邪念 送去神界最洁性的天池 将其彻底消灭 他是上天派来的命令之人 更是救世主 面对这样近乎荒难的说法 点天原本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 之前在大街上 抢他玉佩的神秘人 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可这世上哪有像他这样 半年武功都不懂 还经常受黑心老板压迫的救世主 更何况他只是 永安当的一个小火箭 没有那样远大崇高的理想 又如何担当得起 拯救苍生的大人呢 近景天百般推诿 青雷道长倒是不怨不恼 带他来到了蜀山上的一个地方 那里处理着蜀山的通天室 据说只有天然的血印在上面 神界之门才会打开 这对其他们无畏一次试过 却无一具备去往神界的资格 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伤势有所好转的徐昌青 听说了通天室这边的事 急匆匆地领着一帮弟子赶来 景天一见徐昌青安然无恙 顿时便起了戏动之心 故意哄他割破自己的手势时 没想到金光一闪 一招攻城 自己和徐昌青的血合在一起 居然真的打开了陈芳的神界之门 看来他二人 就是完成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既然是天一所归 青雷道长便让徐昌青 跟在景天身边一路保护 将装有邪念的盒子 安全送去神界天池 他还特意嘱咐二人 神界之门只能开放三百天 等时间一过 就算是天人也无缘得尽了 景天还意外得知 那五邪念是他们五人的一部分 如果他真的顺利完成任务 将邪念彻底消灭 青雷道长和鼠山其他几位长老 也会随之一命归西 青雷道长拜托景天 千万不能让长青知晓此事 生老病死 本就是自然规律 只是长青修行尚浅 等他历经人前师父之后 或许就会想通这一点了 历经前 青雷道长除了将那个 装载着他们五人邪念的盒子 交给了景天之外 还送了一只精美华柜 据说是千年前 江国太子龙羊的头盔 以及两颗正常的牙齿 才不过朝夕光顷 他就从一个小混混 一夜之间成为了旧事大英雄 景天喜滋滋地计划着 该如何扬眉吐气一番 时长青忙着猪腰伏魔 匆匆盯住了两句 便离开了 但景天怎么也没有料到 他下山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 就和那个总跟他作对的猪婆有关 听说他和徐长青上鼠山后 没过多久 唐猫主就因病逝世了 没了爷爷的护佑 雪江在唐家父辈受敌 被唐家宝其他人狠心赶了出来 流落鸡头 脸肌挨饿 只能在城隍庙里暂且牺牲 景天他们找到雪剑的时候 他已经数日水米未尽了 性子也不像之前那样嚣张把扈 眉眼之间 竟是悲伤落寞 景天以为是唐家宝那些人 为了和雪剑争汤主之位 才会如此冷血无情 谁知雪剑随后吐落的真相 却让他震惊不已 原来雪剑 根本就不是唐猫主的亲生孙女 而是景天的父亲 与多年前的雪宴 可家里已经有了景天和貌貌 实在无力抚养这个孩子 并连夜找到了这个私交身面的唐猫主 请求他收养这个孩子 巧合的是 那日正好是唐猫主独子的葬礼 悲痛交加的唐坤 将这个气阴看夺上天的宽慰 多年来对他视作亲人 丑爱有加 并给他起名为唐雪剑 这些年来的事情真相 全都记录在唐猫主的日记里 雪剑无可辩驳 他可以不要唐门宝主之位 只求最后为爷爷进一份孝心 可唐门其他人 巴不得看雪剑的笑话 死活不肯让他留下来 听完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景天气得排阳而起 拉着猫猫弊平 就要去唐家宝 为雪剑讨回公道 为了让雪剑最后见爷爷一面 景天的人 不管不顾的就要往里面冲 景天没有学过武功 在唐门护卫的面前 也只有挨打的份 确认就不顾一切的想要进去 哪知就在此时 那把魔剑在此鬼魅般出现 对时震慑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下一秒 景天不受控制的 伸手握住了剑柄 随即剑光一闪 杀气四溢 他就这样凭着一人一剑 硬是带着身后几人 闯进了唐门 可紧接着 景天就发现了不对劲 魔剑像是出现了自我意识一般 引领着他 在唐家宝大杀四方 无人敢接近 别闹了 那一刻 景天总算恢复了神智 当场历劫昏厥在地 唐门的人一看没了威胁 很快嚣张了起来 在一两语间 就把自己的冷血之举 歪曲成了雪剑不忠不孝 带人大闹唐博主葬礼 在周围众人的轻声意味下 雪剑的三叔伯 不由分说地指挥手下 既是唐博主的肉脸仪式 雪剑被牢牢控制着 只能眼省省看着爷爷的仪容 一点点 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念一边 外面的景天终于悠悠转醒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天天无奈 呈出雪剑绝望的哭泣 爷爷 不要走 谁人 再给我轰出去 住手 他们众人自知理亏 雪剑已发誓 从此和唐家宝再无半点关系 便已默许了这件事 一身醋衣的雪剑 吃了这么多苦 终于可以像逝去的爷爷 尽最后一点笑到了 事情尘埃落定后 景天将雪剑带回了永安当 同时接下了赵文昌提出的 所有无理要求 但他始终都想不明白 自己白天在唐家宝 到底怎么了 为何会被那把魔剑控制 又为什么会莫名其妄晕倒呢 这一天 景天来给雪剑送饭的时候 便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据冒冒说 他的婢女约他去城隍庙仪会 好像是瞒着其他人 藏了一些爷爷留给雪剑的遗物 还有五毒兽 打算一病还给他 景天本相等雪剑回来 一起吃饭的 是这他从天亮等到天黑 还是没有等到雪剑 他左思右想放心不下 便趁夜出门寻找 但他很快就发现 那把魔剑也悄悄跟在了他身后 这个时候 城隍庙里突然传来 凄厉的女子呼救声 难道是雪剑遭遇了危险吗 景天顾不上想别的 直接冲了进去 和那几个侮辱女子的贼人搏动 魔剑也适时出现在他手中 成功吓跑的那些人 景天却和上次一样耗尽了力气 双眼一闭晕倒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身边的魔剑发生了今天的变化 景天醒来的第一眼 就看到了这个衣衫破碎不堪 却欣喜地画他王兄的少女 着实吃了一惊 与此同时 雪剑从梦梦那里听说 景天跑出来找自己 也随时感到了城隍庙 却不想看到了这样一幕 你不认识我了吗 雪剑记得枕头就走 庙里的景天却活然不知 还在耐下心来安慰少女 少女自身龙奎 是千年前已经灭国的 江国最后的公主 而景天则是他的王兄 江国太子龙阳 他们血肉之亲 相隔争了一千年 终于有了相聚之血 龙奎自然是喜不自胜 可他的这番解释 却让景天更加疑惑了 尽管摸不着头脑 但景天毕竟内心良善 最见不得的就是女孩子流泪 不管自己的身份 究竟是不是龙奎口中的江国太子 他也答应先帮龙奎取一身衣装 往后的事儿再做打算 没想到龙奎一听 却坚持要穿曾经王兄所赠的 广秀刘仙群 那可是千年前 王公不腐不坏的宝物啊 好人做到底 景天只好让龙奎 先留在原地不要动 自己会用安当拿衣服 当然 他匆忙跑出城隍庙庙的时候 也并没有发现 站在角落 一脸忧怨的血溅 他郁郁准备离开 马之身后传来奇怪的声响 瞬间便和他拳脚相加 就是方才在庙里见过的那个 纠缠在景天身边的少女 奇怪的是 她的衣服竟然变成了红色 整个人也退去了方才的楚楚可怜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凌厉的气息 我警告你 不要试图打她的主意 景天回来的时候 城隍庙已经恢复了平静 龙奎依旧是我见有脸的兰衣少女 景天虽然是个钢铁直男 但还没忘忘我刚才说 许剑来城隍庙找她的事儿 他向龙奎问及此事 谁知龙奎 巨颜丝闪烁地 推出自己什么人都没有看见 绝口不提 和雪剑大打出手一事 龙奎换上广袖流线裙以后 显得更加标志动人 可他仅仅跟在景天身后的行为 还是让景天有些不耐烦 为了能够继续留在王兄身边 龙奎竟然不惜砸伤自己的双腿 景天根本就不认识龙奎 更不记得什么千年前的往事 但他确实不忍心将一个弱女子 生个半夜丢在外面 更不想眼看着龙奎自残 而不管不顾 只好将其带回了永安档 这出石上青那边 随着索妖塔封印松动 许郭心怀不轨的妖魔 甚至逃到了人间兴风作浪 他身为鼠山弟子 收妖伏魔 子无庞贷 但令人意外的是 石上青在咸妖过程中 再度遇到了那位桀骜的魔尊重楼 这一次没有了景天的机制应变 石上青恐怕难逃毒手 恰逢此时 另一个神秘人的出现 却搅乱了重楼的动作 那是一条体清庞大的紫色巨毛 在救下重伤的徐上青的同时 也对重楼展开了连力攻势 只不过魔尊重楼是什么人 六届之大 只有非凡一个对手的存在 实力何其恐怖 虽然巨毛拼借权力 将重楼逼退到山洞里 却还是不慎被一张打伤 魔尊重楼的力量不容小觑 就算她是女娲后人 此意一过也数创不少 但为了救徐上青的性命 她还是不顾自身伤透 拼尽一切 为怀中的徐上青疗伤 可以看得出来 紫衣女子对徐上青的态度 可以说是真而重之 望向她的眼神中 各是满满的眷念与思念 可她口中换着的名字 却不是常青 而是流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此处暂且不提 紫衣女子将昏迷中的徐上青 带去了她所在的女娲神庙 为其使法治疗 紫薰你怎么可以再见她 圣姑 神族物者 君怀苍生 圣姑简直恨铁不成刚 为了这个蛮人 紫薰等待了一世又一世 她身为女娲后人 却身陷于爱玉的泥掌 被人女情长 绊住了脚步 根本没有为天下苍生 尽过女娲后人应尽的责任 紫薰也明白 自己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女娲后人 同时她也请求圣姑 去让自己认清最后一次 比如在她的爱人身边 哪怕多一分一秒 也心满意足了 可圣姑还是不容辩驳地 强行带走了紫薰 景天机灵带了两个不干活的闲人 回到了永安当 引起了喜悦鬼赵文昌的不满 她仗着自己是永安当的掌柜 趾高气昂地找景天问罪 就在此时 外出猪妖的徐长青 毫无欲照地出现在店里 云淡风轻地揽下了景天 需要偿还的所有债务 大大咧咧的景天 光顾着享受 翻身浓浓把歌唱的畅快一刻了 就完全没有注意到 徐长青望向龙奎的眼神 有些不大对劲 趁着景天挥方说这行李 徐长青直白地在龙奎面前 问起了她的真正来历 龙奎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也不敢直射她的眼睛 谁料到下一刻 龙奎身手不差 就算是鼠山第一大弟子徐长青 对付起来也十分费劲 只不过才刚刚动起手来 龙奎就变回了善良的蓝色少女 威威缩缩地躲在文生赶来的景天身后 虽说和龙奎才认识了一晚 但景天对徐长青所说的一切 始终是满腹狐疑 怎么也不敢相信 徐长青心里明白 他口说无凭 龙奎也重新变成了蓝衣 别人不相信他也是情理之中 便也没有追究下去 只认他对龙奎的怀疑 却依旧有增无减 刚出渝州城 景天打人就遇见了 准备独立闯的江湖的雪剑 他的眼神刚落到撑着伞的龙奎身上 顿时火冒三丈 同样都是女孩子 景天不舍得让龙奎独行 却任由他昨晚一个人离开 这不是双标是什么 亏娜昨天还满心期待着 景天发觉了他的离去而追上来 一想到这里 雪天就气不拉一出来 习惯性地和景天打了闹闹 却然没有发觉身边的龙奎 差一点就要变红发狂了 好在徐昌亲急身发现 制止了龙奎的想法 他们来到了一个偏然的小镇 但诡异的是 这里的小镇百姓 看见外来人 都唯恐避之不及 街上空弄一人 除了一位名谋善赖的名艳女子 正在收卖着她自制的香膏 以赴岁月静好的模样 女子是这个小镇里 唯一一个愿意和他们攀谈的人 赫龙奎也很聊得来 可当他的眼神落到徐昌青身上时 却骤然脸色一变 随便找了个借口 转身面走 徐昌青敏日地察觉到 那有女子身上除了花香 还有一股不臭味 看来这个氛围古怪的小镇 确实大有问题 几人来到了一家客栈 准备休息一晚再赶路 但此处明明少有人住 老板却非出客满 坚决不肯让他们入住 在他们的再三追问下 老板才说出了实情 最近这几个月 陆续有男人离奇暴毙 因此阵民们才会纷纷固着自保 一看见陌生人 就私下逃走 不管怎么样 在景天他们的保证下 还是住进了客栈 待到夜幕降临 徐昌青直身出来调查邀气来源 却发现日间看见的那位女子万玉芝 神色匆匆的一闪而过 很快便不见了踪影 徐昌青心下生意 打算先回客栈提醒景天起人 好让他们多加访范 乃至却不小心听到一个 在客栈常驻 出手阔瘦的男人 与万玉芝的对话 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 万玉芝丈夫生了重病 无前一致 本想找男人接济一样 结果对方直接变了一副脸孔 有嘴花舌的拒绝了 次日 镇上又发现了一个死者 这是昨晚那个虚伪的富豪 他似乎是被妖怪吸干了元气 从而变成了一具死众恐怖的干尸 那么最有嫌疑的 就是昨天晚上找富豪借钱 反被一番羞辱的万玉芝 徐昌青还告诉景天 万玉芝很有可能不是凡人 而是一只修为不敌的狐妖 可景天不相信 那样柔弱又痴情的女子 怎么可能是双双中 修很残忍的妖怪呢 徐昌青并没有和景天 继续争论下去 回到原地后 他迅速发现了不寻常之处 龙葵身上摘染了花香 应该是刚刚和万玉芝见过面 而那具干尸上 恰恰也有同样的香味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镇上出了命案 还跟妖怪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景天和徐昌青 当然打算插手调查 他们商定好行动计划 景天 雪剑和龙葵一组 徐昌青和孟王一组 分头探查 期间龙葵多次试图亲近雪剑 缓和二人之间的关系 可雪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 那天晚上判入两人的红衣龙葵 面对她的百般讨好 也自然而然地认为是虚情假意 不肯接受 雪剑还不止一次提醒景天 龙葵并非普通女孩 奈何景天对这个路上简单的妹妹 很是上心宠爱 丝毫没有偏听偏信的意思 倒显得雪剑烈性小气 专门为难龙葵 虽然跟随万玉芝的脚步 追到了一处别院 既然看到万玉芝 对床上的那个男人释放 像是带袭对方的精远 救人要紧 景天他们赶紧冲了进去 不顾龙葵的阻拦 和万玉芝动起手来 尽管万玉芝一边躲闪 一边拼命解释自己是无辜的 但景天却是听不进去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在龙葵的掩护下 趁机从窗户逃走了 男人病得很重 就连花盐也只能暂时稳住病情 想要根治这病 就必须找到土灵珠 正好和景天他们线下的任务 不谋而合 虽然青那边也有了新发现 他一路追随着狐妖的气息 心不想误入了一家酒馆 里面除了不少 呈现于醉生梦死的男人之外 还有一位美貌如画的紫英女子 这个狐妖 臭男人 毛手毛脚 姑娘请见谅 那女子看上去对她颇有好感 言语之间 也引以表露出 康毛二人并非出世 只是石昌青久在蜀山上休息 根本不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 和这位名叫子萱的女子结识过 石昌青有些不知所措 子萱却似乎恼怒了起来 不再搭理石昌青 而是回到席间 和色迷迷的众人纵情畅饮 一杯接着一杯 石昌青看得出来 这些人是打算灌醉子萱姑娘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明明和这位姑娘素不相识 这总觉得似曾相识 便犹然生出一份灵犀之心来 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净鬼使神差地躲过子萱的酒杯 在助人的起哄下 一饮而尽 走啊 修道之人 这是哪里 一夜酥醉 赤身裸体 女子调笑之语游在耳边 石昌青自然而然地 想到了最坏的结果 按照蜀山的清规戒律 修道之人是不能禁女色的 她如今是死罪难逃 但石昌青紧接着说 自己尚有任务在身 等她完成了师父们交托的任务 再来子萱这里受死 这话一出 子萱便没了气怒的心思 叹了口气 子萱的酒馆又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客人 万玉芝 他们二人之前便见过面 子萱还承诺 只要万玉芝自愿交出她的心 她的丈夫就可以得救 万玉芝原本还在犹豫 可几天他们的出现 却彻底打乱了她的计划 丈夫被夺走了 那几个孩子 也把她当作嗜血的妖魔 是要出这人后快 她是在万般无奈之下 才来找子萱兑现承诺的 子萱想要万玉芝的心 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美貌 并带女娲后人的宿命 就是为天下苍生而牺牲自己 生下孩子 也就意味着 自己将不再是不老不死的存在 她会一日日变得苍老 乃至走向死亡 为了留住自己的容颜 和徐昌清再续三世情愿 子萱不惜并封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亲儿 整整一百年 现在又千方百计 想要得到万玉芝的心 仅仅是为那个 早已没有了前世记忆的男人 这些付出真的值得吗 甚不过是看着子萱长大的 她比任何人更希望子萱有朝一日可以挣脱情网 扛起守护苍生万物的责任 为此她和子萱打了一个赌 景天身边那个名叫龙葵的女孩儿 是存活了一千年的剑魂 且汉在知晓了龙葵的真实深恩后 徐昌清会不会狠心送其超度 一切就都可以验证了 徐昌清在回旧的路上 遇见了景天和雪剑 三人结伴回到客栈 映入眼帘的 车身满地狼藉 冒冒被打云在地 龙葵和床上掩耳一切的男人 却不见了综艺 冒冒醒来后的第一时间 就是向景天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外遇知的丈夫是龙葵带走的 准确来说 是变红了的坏龙葵带走的 你怎么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之前徐昌清和雪剑 都说龙葵有问题 景天安死活不肯相信 现在就连冒冒都这么说 看来事情八成是真的了 怒不可恶的景天 在树林里找到了 撑着红散的龙葵 哥哥你怎么了 你还在撞 面对景天的怒火 龙葵哭得梨花耐雨 他不断地否认着 哥哥所指控的一切 可景天已经认定 他是居心否测的妖怪 对龙葵的解释 更是嗤之以鼻 你说不说 要我宣宣明寒 告诉我真相 别让我在镜头 你看你看 他被红了吧 眼见为时 这下景天是真的相信了 谁穿想下一秒 龙葵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包裹 刚才还势不可挡的龙葵 此刻却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无助地任由对方带走了自己 抓走龙葵的正是圣姑 他之所以如此费尽周折 就是想告诉景天真相 而了解真相的重中之重 就在龙羊遗留的那只头盔上 那是一千年以前的故事了 当时正主于战火纷飞的江国 一名天降异照的阴海横空出世 他就是江皇的长子 龙羊 龙羊降生的那天 江国的土地上 坠落了一件宝物 便是神界将军飞捧的炎头盔 而景天 就是当年龙羊太子的转世 那时的江国父辈受敌 连江皇都时常亲自带兵出征 但在父王的忽悠下 他们兄妹二人的生活 依旧简单而快乐 只等惜人终究要长大 龙羊作为江国的太子 也不得不帮父王 扛起国家新亡的重担 当时江国被羊国所围困 苦战良久 其国虽然答应出兵相助 但条件却是让江国皇后 绣一副江山设计图 可江山设计图的工程量之大 实在难以估量 皇后积劳成吉 还未来的吉完成自秀 就病倒了 为了让母后走得安心 黄羊只好海下决心 谎称自己听到了凯旋之音 倘若父王凯旋归来 皇后就不避免那副刺绣而辛劳了 母后凯旋之音响起来了 皇后离世后不久 其国因为江国没有按照约定 完成那副刺绣而选择撤兵 江国难以抵挡杨国的进攻 节节败退 江皇也到了迟暮之年 接下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的 石龙羊 他向来厌恶战争 却渐渐明白 战争是有无止境的 对于他们这种小国若民而言 要么以战换河 要么同归于尽 为了江国的百姓 龙羊亲自披甲上阵 走上了他最不愿走上的道路 他只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 能够拯救千千万万江国的百姓 让他们都能过上富足富强的生活 而不是中日里 在硝烟与火光中 心惊感颤 惶惶度日 文奎担心哥哥的安危 曾女扮男装混进队伍 被龙羊发现后 他大发了一听 但这所有人的面 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的腿 龙羊打仗英武 既然真的带领江国士兵 艰难地打了一场胜仗 可一时的胜利 并不能为江国目前的处境 带来任何变化 梁国派重兵围困江国 水羊断绝 龙羊为寻破敌之法 召集方式炼制魔剑 一旦攻城 江国的危机一定会迎刃而解 然而为力无穷的魔剑 几日说炼就能炼成的 等逐渐到了最要紧的时刻 方式才道明了真相 吊血魔剑铸成 就必须与龙羊的至亲骨肉寄剑 而唯一有资格的 就是他的亲妹妹 龙葵 就以龙葵的血流来助剑吧 没有那把剑 我照样可以歼灭敌军 不肯跳 割死的那一天 乌云蔽日 天上的那轮明媚的太阳 被阴影吞射的金光 没有了 世间没有了太阳 龙葵也失去了龙羊 城破 人人疲于奔命 龙葵却在战旗之上 看到了自己最爱的相人葵 仿佛新生之招摇 可这些生命的绽放背后 却是他的哥哥龙羊的消逝 是宿命会上的希望 亦是希望编织的一场梦望 他知道 王兄已经离自己而去了 龙羊在信中 有他好好活着 但没有了王兄 他活着 又有什么意义呢 龙葵站在住店池边 回想着和王兄相处得点点滴滴 终究誓死如归 以遇而下 他肉身虽一泯面 对哥哥的执念 却支撑了他 度过了一千年的春秋昼夜 昔日破败涂炭的江国 在潺潺的岁月流水中 生长着一簇又一簇的向日葵 龙葵的魂魄 却跟抹剑一起 是埋于地下 直到江国故宫被发掘 他才得以重见天日 抹剑很快被投入了 蜀山所要塔内 那里妖魔横行 痴魅似虐 弱小的龙葵 时常被欺负 久而久之 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龙葵的意念里 生出了另外一个人格 也就是法力高降的龙葵 只要遇到危难 或者看见景天被欺辱 红葵人格便会出现 而清醒过来的龙葵 往往不会记得自己做过什么 也就是说 龙葵之前的一切反应 根本不是演出来的 难怪他会因为惧怕阳光 而成日里成一把红伞 得知了真相的众人 远不住沉默了 原来他们一直错怪了龙葵 谁知紧接着 圣姑却单独叫过徐商卿 二是他 应该让龙葵 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徐商卿面色凝重答应了下来 镜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众人这才后知后觉地想到 他很可能是受到启发 准备用鼠山道法 超度龙葵了 然而为时已晚 客栈的门窗 被圣姑的法术 锁得严严实实 他们一个都出不去 而与此同时 徐商卿也在子萱的酒馆里 找到了龙葵 他真的会不留情面 将龙葵送入轮回 事实往生吗 好不容易等法术解封 景天一闲人出了客栈 通过圣姑留下的书信 锁定了龙葵和徐商卿的位置 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 好在他们到的还算及时 仪式尚未完成 景天不管不顾的时间冲了上去 成功打断了徐商卿的做法 其实这个时候 龙葵却急忙上前解释 徐商卿是想把自己的血输送给他 好让他和普通人一样 在阳光下正常存活 并非他们以为的那样 众人这才明白了 徐商卿的良苦用心 对方却顾不上这些了 他告诉景天 如果在破晓之前 龙葵没有接受活人的新鲜血液 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就都白费了 自从左叶前眼看到了 千年前所发生的一切 景天对龙葵的感情 除了宠妮爱护 更多了一份愧疚 他主动提出 将自己的血注入龙葵体内 更后患他们兄妹 本就血脉相连 任何事物都无法分割 龙葵被封印在魔剑中 已经太久太久了 他几乎快要忘记 沐浴在阳光下是什么感觉了 如今一切云开雾散 雪剑和龙葵也摒弃前嫌 重归于好 接下来就该做正事了 他们要找寻的土灵珠 就在离此处不远的谷藤林里 那里最难对付的妖怪 当属猴妖和一位谷藤老人 可景天却显得细心满满 金兄弟 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好建议呢 就是等一下 你呢 就留在客栈 既然景天执意如此 徐长青便没有再坚持 当时景天他们刚入谷藤林 就遇到了徐长青所说的那只猴妖 却见着巨猴身长树掌 凶神恶上 对景天众人极尽戏弄 马之等巨猴恢复了原形 却是个身材短矮的小猴子 这只名叫金金的小猴妖 向来没什么害人的坏心思 平生最喜欢的 就是捉弄他人和偷东西 一手神不知鬼不觉的飞龙探云手 更是被他使得得心应手 景天他们对这个傲娇可爱 小孩子脾气的猴妖很有好感 只是寻找土灵珠事不迟疑 景天告诉他们 土灵珠被古藤老怪夺走了 想要找到他 就必须先过古藤老人这一关 和其拉腰卫不同 古藤老人修炼千年成仙 对待景天一些人倒是温和有理 但一听说他们要去找古藤老怪 随即便提出和他们做一个交易 古藤老人擅长独心 如果他猜中了景天他们 心里最渴望的是什么 他们就必须永远留在此处 景天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但他明显失算了 古藤老人几乎没有犹豫 便猜到了他和龙奎 甚至花莹的内心所想 但奇怪的是 他还说了这样一句不招编辑的话 你所爱的 也许有一天都会离你而去 没有轮到雪剑的时候 古藤老人竟罕见地沉默了下来 或有些困惑地皱起眉 他明明能猜透天下万物的心思 却为何偏偏猜不到雪剑的呢 由于古藤老人输了赌局 便慷慨地放几人通过了 但他们烂烂没有想到 古藤老怪的功力远在他们三人之上 他的藤蔓根根坚韧无比 极难招架 景天他们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摆平了古藤老怪 眼看土林猪即将到手 鞋成想一个人的半路杀出 顿时扭转了目前的战局 景天几人的敌人从古藤老怪 变成了这个被欲望和力量吞噬 游人变妖的罗如烈 当初制造独人兵团 霍乱于周城 以及暗害雪剑的爷爷 唐包主一事暴露后 罗如烈侥幸逃脱 却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 罗如烈堕入妖道后 实力远胜从前 几而一时竟奈何不了他 就在此时 猴妖精精地突然出现 暂时转移了罗如烈的注意力 然而尽管精精身受敏捷 可他不过是一只 游了山林间的单纯精怪 又如何敌得过出仇很多的罗如烈 一掌并被打倒在地 好在罗如烈自食无敌 真晕了急忙上前救援的景天等人 随后便洋洋得意地离开了 等众人醒来才发现 精精体内的元神已经被震散 只剩一息尚存 就算是有幻影在 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掩掩一息的精精脸上 却不见丝毫气鼓之色 反而放声笑了起来 原来他方才和罗如烈缠斗的时候 手机很快拿回了土鳞珠 他生命最引以为豪的 就是自己无可替代的飞龙探云水 哪怕为此送了一条命 想来也是值得的 精精临终前 将自己的一身绝血 全数传授给了景天 众人眼睛这只瓶水相逢的妖精 尚且为了保护他们而送命 别世间却多有不仁不义 自私自利之徒 心里更不适合滋味 安葬过景天后 景天他们正巧碰见了 满腹心事的万语之 文奎竟敢念他对丈夫的一片深情 也同情他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于是大方地表示 可以让万语之先把土灵珠带回去 救治他的丈夫 没想到下一秒 万语之就突然脸色一变 不仅劫持了离他最近的轮回 还趁景天他忙不备 突然出手偷袭 完成这一切后 万语之拿着土灵珠 再次找到了子萱和圣姑 此前子萱以为徐长青 真的很下心来超度了轮回 对他失望已及 尽管子萱心灰意冷 不再需要万语之的心 让自己变得年轻貌美了 但还是做出了承诺 会用土灵珠治好他的夫君 一向不喜欢万语之的圣姑 也破天荒地没有意义 并将子萱之了出去 可万语之还没来得及欣喜 圣姑就毫不由情地 出穿了他的计谋 原来圣姑一走就知道了 万语之掳走景天一些人的事 白日里见到龙奎的那一刻 万语之就下定决心 绝不能让子萱知晓龙奎尚在人世 他始终是存有一份私心的 不想按照之前的约定 献出自己的心 从此回丈夫天人永哥 猎人意外的是 圣姑不仅没有责怪他什么 他答应帮他救回丈夫 唯一的条件就是 不能让子萱得知真相 为了他能够履行 女王后人的职责 也为了徐长青 今生的成仙大业 最重要的是 为了被冰封至今的亲儿 圣姑不得不这样做 另一边 徐长青和冒冒冲冲讯期中 知道了景天等人被抓走的消息 很快找上门来 子萱来在门前 不肯让他们进去找万语之 更不愿听徐长青的任何解释 就在二人交手的时候 万语之带着亲戚过来的丈夫 急匆匆地从后门逃走了 为了追悔万语之 徐长青情急之下 打伤了子萱 随即追了出去 有了圣姑的法术加持 徐长青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也没能找到万语之的所在 倒是景天那边 景时实在不容乐观 他们被抓见了 鬼魅横行的妖艺境界 一群狐妖正围着三人 商量着该如何享用美味的他们 景天暂时没有危险 但雪剑和龙奎就不一定了 对于这些狐妖来说 少女的身体就是最好的香料 可以掩盖住他们身上的狐臭味 好在那些狐妖并没有收走 景天待在身上的通讯器 他交心于雪茄二女的处境 只能按照徐长青提示的那样 假意和狐妖猜拳 尽量拖延时间 景天平生最擅长的 就是猜拳和赌钱 这只狐妖连输了好几场后 竟当场反悔 不但不准备依照约定 放了他们三人 还假惺惺地让景天 二者选其一 徐剑和龙奎之间 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请视所逼 景天实在难以抉择 他答应过逃猫主 一定要照顾好雪茄 可龙奎未浅示的他 跳了铸剑炉 等待了争冷一千年 他怎么能再次 欺妹妹于不顾呢 左右为难之下 他只好狠一海心 选择了妹妹龙奎 就在雪茄即将遭遇不测的时候 雪长青的及时出现 救下了危在旦夕的三人 此次风波 才算高于段落 回到客战后的众人 开始分一几这段时间以来 镇子上频繁出现的青山案 或许这一切和万语之无关 最有嫌疑的人 应该是罗如烈在对 与此同时 众人也对子萱姑娘的来历 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而此时小儿推门而入 打断了解人的猜测 并交给他们一个小匣子 不出意外的话 土林猪应该是圣姑专门送来的 可他为什么帮了万语之 如今又来帮他们呢 该是启程离开的时候了 临行前 他们还需要按照惯例 向五位长老汇报进程 景天将其他人都赶出了房间 只有雪剑一时心生好奇 趁人不注意钻进了床底 想听听他们究竟聊些什么 一开始二人只是迅规倒去的 汇报了沿途来所遭遇的一切 直到景天无意中提到了 那位神秘的子姨姑娘子萱 还有圣姑 秦为道长孝盈盈的脸上 才多了一份复杂的神色 只不过下一刻 他就像无事发生一般 交代了火灵珠的所在 就在阴阳两界交界的地方 丰都 景天也看出了一场 故意支走的徐昌青 难得正经地询问起 子萱的来历 五位长老面面相去 仿佛此事很难以及时一般 最后还是轻微道长 悠悠道出了真相 在宣导灵珠的途中 徐昌青与景天的修炼 也一直在风风火火地进行着 景天何常看不出来 徐昌青自从遇见子萱之后 始终一副心闻如麻的模样 他多想将真相扶盘托出 可他答应过蜀山几位长老 会永远坚守秘密的 做人总不能法复无常啊 更奇怪的在于 向来崇拜徐昌青的雪剑 最近也总是对他爱理不理 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 对此 徐昌青很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又怎么会想到 景天知晓子萱来历的那一天 雪剑就躲在无人的角落里 停得一字不烂 因此一路上对徐昌青的态度 都是要多恶劣有多恶劣 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说漏了嘴 好在景天反应迅速 赶紧将他拉到了一旁 景天简直欲哭无泪 早知道雪剑偷听到了一切 就不在轻微道展面前 发那么狠的毒事了 围禁之际 他也只能提醒雪剑 千万不能让徐昌青知道这件事 雪剑正在戏头上 哪里听得进景天的告诫 两人争执期间 雪剑习惯性地对景天拳打脚踢 却忽然不知身旁的龙葵 已经悄无声息地换了颜色 红葵的出现 要么是龙葵遇到了危险 要么就是景天被人欺负 线下的情形显然是后者 谁知道红葵一旦发起狂来 根本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 一个不小心 景天和雪剑 就在尸控魔剑的带领下 搜的一下 飞出了众人的视野 当景天他们反应过来 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 处处摆着棺材 走到哪里都鬼气森森的地方 这里是丰都 是六街之内唯一一个 可以通往极乐世界的入口 之前秦为道长提到过 火灵珠就在丰都 如今看来 他们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了 景天和雪剑洗漱汪外的 利用通讯器通知了徐长青 听说他们预先到了长安 中都出了点小意外 冒冒从高处落下 虽然在徐长青的法术庇护下 并没有受伤 却还是因为受到过度惊吓 一直昏迷不醒 冒冒从小到达 最想去的地方 就是繁华的长安了 结果现在好不容易到了长安 他却无言得见 等冒冒醒过来 估计毁的长度都轻了 话虽如此说 可随着太阳渐渐西沉 月月交替 银阳掺杂 地府之门即将开启 他们两个大婚人 一朝不慎 就会被赶往阴间的鬼魂 撕绳碎片的 当务之急 是找过容身之所 景天和雪剑准备去找客栈 却意外地在地上捡到了一块 写着阴差二子的令牌 没过多久 他们就找到了 这块令牌的真正主人 阴差赵无言 此人本是一介凡人 游走于阴阳两介 替双方办事 棘受器重 把这块阴差令牌 也可以让它天黑之后 以白鬼夜行之时 自由行动 保其偏安无语 说到这里 赵无言还神神秘秘地 说出了另一个秘密 你们猜猜我今年 有多大岁数了 我三十岁了 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两人被赵无言的 神神叨叨 给唬得一愣一愣的 对方紧接着补充说 当阴差唯一的坏处 就是不能举气生子 一边说 一边往雪剑那边蹭 景天一眼便看穿了 赵无言对雪剑的握住心思 只好故意在对方面前 和雪剑夫妻相撑 甚至赵无言只是微微一笑 似乎早已开穿了 二人的把戏 她转而向景天雪剑 热烈地推销起 自己的离婚汤 据说凡人只要喝了汤 就可以进入极乐世界 而不会被鬼差发现了 景天苦于入会进入地府 寻找火灵珠 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咬一咬牙 掏了一笔巨款 将那罐离婚汤买得下来 大到夜幕降临 景天和雪剑终于找到了 此处唯一的一家客栈 客栈的老板娘 马婶尖多识广 一眼便看出 赵无言卖给他们的 所谓的离婚汤 不过是普通的凉茶而已 她还提醒两人 凡人不是不能进入极乐世界 慢慢此时 鬼门关的大门就会打开 他们想进就可以进 但能不能活着出来 可就说不准了 景天雪剑被吓得一吉林 正好这个时候 赵无言也出现在客栈里 为了掩然耳目 景天只好连推带桑地 将雪剑带去了自己的房间 雪剑本来还在因为 赵无言的奸哗 而分分不平 没想到景天 念是凭借从 金金师父那里学来的 飞龙探云手 无声无息地 把自己的银子给偷了回来 还顺带捞了一块银柴令牌 到时候想进极乐世界 就容易得多了 景天不敢回房间 生怕那个色鬼赵无言 会趁着夜色 对他动手动脚 景天作为一名 360度无死角的钢铁指南 大人不懂得 联香西域那一套 俩人就这样围了一张床 而闹得不可开交 景天被缠得没办法 只好妈妈咧咧地 搂着自己 失而负得的影子 趴着进入了梦乡 景天睡着了 时间却莫名没有了睡意 他坐到景天对面 仔细端享着 这种男人的睡眼 满肚子的火气 仿佛一瞬间 就烟消云散了 你干什么 这下可好 俩人之间的气氛 再次尴尬而微妙了起来 这次睡不着地 换成了景天 他听到门口有动静 悄悄前去查看才发现 是马婶端着文芳丝宝 天空是隔壁 一位漂亮姑娘要求的 他还特意要了一种 遇水不化 永不褪色的千年梦 景天顿时来了兴趣 自高奋勇要帮马婶 把文芳丝宝 送去那女子房间 结果等马婶一走 他披逮逮逮逮了 沾了墨水 兴之勃勃地 在熟睡的雪间后脖颈上 画了一只猪头 然后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过景天好歹没忘记正事 但那人没想到的是 景天只在熟长青 和冒冒嘴里听到过 今日虽是初次相见 可景天却觉着 子萱无比心切 毫不戒备地 和对方盼看起来 然而话还没说几句 景天就觉得 一阵头晕目眩 随即便倒在桌上 不写人事 原来这也在 子萱的计划中 尽管他因为龙窥一事 对熟长青始终心存芥地 可一听说他和景天一些人 会在丰都遭遇不测 子萱还是忍不住违背了约定 瞒着圣姑偷跑至此处 打算为他们倒下所有的灾祸 在此之前 魔尊丑楼也听闻了 景天等人即将抵达丰都 寻找火灵珠的消息 为了与老对手的最终一战 他提前征用了 极乐世界原主人 火鬼王的宫殿 便向阴兵们派发了 景天和徐长青的画像 一旦得见 就立刻抓去见他 阴兵们不负众望 果然在天网一般的搜寻之下 找到了景天的综艺 心上想才刚刚交手 对面的景天就历节不敌 随之恢复了真身 即使之前当了他的面 救走了徐长青的女王后人 紫萱 美梦震撼的景天 朦朦胧胧之间 见到了青薇道长 他告诉景天 那就在客栈里 遇到的紫英女子 正是和长青有过纠葛的紫萱姑娘 为了保护他和长青 只身与魔尊重楼对抗 如今性命危在旦夕 景天自来心机如焚 可是以白豆腐徐长青的身手 都敌不过重楼 又何话是半片水晃乱的他呢 青薇道长明白景天的顾虑 并交给他三句神秘的咒语 只要和重楼对峙时念诺咒语 便可以将其暂时击退 并趁机救出紫萱姑娘 不仅如此 青薇道长还送了他一个法宝 原来紫萱临走前 施法将他变成了一个隐形人 大概能维持一个时辰左右 但只要戴上这个法宝 其他人就可以看到景天的存在了 莫醒之后 景天的第一反应 就是专门溜进雪剑的房间 玩心大发地吓唬了他一番 不过玩归玩 闹归闹 子萱的性命要紧 景天简单叙述了一下事情经过后 就让雪剑带着法宝 和自己一起去极乐世界救人 子时已到 鬼门大开 雪剑凭借那块阴差令牌 一路上畅通无阻 景天也对眼前的新世界 饶有兴致 一脸新奇的四处观望 其中最令景天大喜过望的 是极乐世界里的大赌场 居然和人间的一模一样 他生性适赌如命 顿时便手痒痒起来 硬拽着雪剑接去玩两把 正好他们从本地人口中得知 想要顺利进入宫殿 就必须通过重重关卡 想要成功过关 最必不可少的就是钱 景天他们没有钱 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 还是去赌场 景天处于隐身状态 周避出老千是最方便的 没过多久 就赚得盆满钵满 正如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普通市民百展堂俗说的那样 大赌才伤身呢 咱不就推乐吗 望后座椅的景天 李在下注出老千 却偏偏忘记了自己的眼神识效 只有短短一个时辰 恢复正常的景天 被逮了个正招 二人只能相邪而逃 好在景天足够机智 落花而逃之际 还不忘把钱拿了回来 在愤怒的众人追上之前顺利过关 还没能两人松一口气 念一个困境 并接踵而来 他们必须在这个高台上 演出戏剧 只要台下的观众落了泪 就算真正通过了考验 景天和雪剑不得要理 演出来的东西 前言不达后语的 在台下的鬼魂们看来 我像一出喜剧 就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 赵无言突然出现在台下 见兮兮地表示 可以给景天一个温馨小提示 而作为交换 景天必须把那第一个拥抱的人 双手奉上 第一个拥抱的不就是茂蒙吗 想到这里 景天不禁笑出了声 马木叠答应了下来 在赵无言的提醒下 景天扮成雪剑的爷爷 在众多鬼魂面前 和雪剑合演了一场 爷孙生一死别人的感人大戏 既是为了尽早过关 也是为了弥补雪剑当初的遗憾 这一招果然有效 当雪剑触紧升起 浮在死去的景天身上 哭得不能自已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们 也无不痛哭流涕 数不清的泪珠 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漂浮在二人眼前 那么接下来 只要挤满一罐眼泪 就可以浇灭宫殿外的火焰 自由出入了 极乐世界的火 并非凡间之火 一旦不慎掉进去 就会倾刻间灰飞烟灭 原本景天的雪剑 收集到的鬼魂眼泪 已经足够熄灭走廊上的火了 可正在两人放松警惕 值得一满地朝宫殿走去的时候 就不小心 失手摔了其中一罐 解胜的那罐 根本不足以支撑两人 通过火光冲天的走廊时间 但就在此时 奇迹发生了 雪剑清洁之下流出的眼泪 居然也有密吼的效果 然而人命关天 他们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赶到宫殿的时候 子萱已经被重楼 打成了重伤 却倔强地不肯退后一步 再次碰上强大且好战的重楼 景天多少有点心虚 毕竟之前的几番交手 他多半都是靠插口打混 往后够关的 基本没有真刀真枪对上一场 好在有轻微道长 在梦中传授的 鼠山秘迹半心咒 竟然真的逼退了 自信满满的牟尊重楼 虽然过程并不轻松 但也足够他们从极乐世界脱身了 子萱的伤势之重 完全出负了他们的意料 连保持清醒都很难做到 景天的雪剑又不懂法术 只能全且将他带回客栈 再做打算 值得清醒的是 徐长青龙亏他们 也马不停蹄赶到了丰都 有他这个法力高强的 鼠山大弟子在 子萱肯定会得救的 但事情远没有 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徐长青施法期间 才后知后觉地感知到 子萱居然是活了200年的 女娲后人 难怪他拼尽全力 也治不好子萱受的伤 与此同时 徐长青也察觉到 他每每见到子萱姑娘 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情愫 梗在心头挥之不去 而随着子萱的出现 景天的遮遮掩掩 以及雪剑对自己莫名的敌意 都令人豁然不解 仿佛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向他隐瞒了一个 惊天的秘密 另外 鼠山那边也得到了风声 亲为道长他们 虽不能亲自 但救治子萱的法子 还是有的 只不过这样做的代价 就是坏醒徐长青 陈锋的前世记忆 然而子举颇有风险 一旦成千身上的风印破除 他就会在短时间内 获知足以令人沉默的事情 掌门他们当年之所以 封住了徐长青的前世记忆 让他暂时忘却过去 忘记前世和女王后人的爱恨纠缠 这时考虑到了这一点 人命关天 而尽顾不上这些了 由徐长青驱动法诏 无畏长老从旁协助 珍气缓缓 庆祝入子萱体内的同时 无数的陈锋往事 一时间纷纷涌上了心头 赖年 子萱刚过二八年岁 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苗江少女 对外面的世界 永远充满后气 灯会上 他拉着圣姑的手 如蝴蝶般 轻盈地穿梭在人群当中 他一心阑珊地买了两副面具 那时的子萱小孩新兴 时常眷恋于外界的花团紧粗 总不愿乖乖回家 这回他又顾忌重诗 嘴上顺踪听话 身体却悄悄钻见了 熏涌的人群中 一会儿便不见了综艺 子萱先后的这个男人 叫做顾流芳 也就是徐长青的第一世 他本是修道之人 生自遥远的中原 子萱受责师傅一起来南昭国步道的 过两天就要回长安了 或许是命人之神的安排 二人在登影初约的那一宴 便已一见钟情 顾流芳待在苗疆的这段时间以来 子萱也一直陪伴左右 光歌笑语 宰歌宰舞 他待他见识苗疆的风土人起 他为他引诵着 兼家苍苍 琴瑟和民 岁月静好 也不过如此光景了吧 人生无有不散之宴席 顾流芳一行人 马上就要离开南昭国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顾流芳才默然发现 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虽不长 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智了 曾经了他 始终坚定地准备入道休息 可现在他满心想着的 只有那个名谋好耻的苗疆少女 子萱显然也是如此 但他自小生良的南昭国 继承了苗疆女子独有的洒脱与直率 竟直接揽在了顾流芳身前 我有话跟你讲 什么 我要嫁给你 面对少女的坦诚可爱 顾流芳却迟迟不敢接受 他放不下自己的修道事业 刚放不下子萱 两相权衡之下 顾流芳仍就决定回中原 如果三年之后 子萱还没有变心的话 他一定会遵守诺言 回到南昭国 与子萱成亲 死生济阔 与此成说 执子之手 与子邪老 俩儿就这样回揣着喜记 彼此分隔千里 却又好像从未离开过 置入前往的顾流芳 不再像以前一样 艰辛修道了 但终究只抱不住火 他的心思 还是没能瞒得住师父 师父一眼就猜到 顾流芳朝思暮想的人 就是当日在南昭国 当中拦下他们的苗疆女子 但他更清楚 以顾流芳的资质 只要倾下心来修炼 往后是要成大气的 怎么能为一介女子 耽误了前程呢 为了留住自己的得意弟子 师父不惜犯了戒 谎称影在南昭的子萱 已经病逝 依次哄骗顾流芳断情绝念 继续留在道观中休息 顾流芳果然信以为真 心灰意冷地选择了出家 直到三年后 他再度回到南昭国 就不惜看到了 戴着马面具的 已经出落的 处处动人的子萱 为什么让我找不到你 我以为你死 这三年了 我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 顾流芳这才明白 原来是师父们欺骗了自己 她和子萱的所有往外信件 也被偷偷截了下来 为了阻止他们在一起 师父们竟然不顾到家戒律 事到如今 顾流芳也不愿再压抑自己的感情 两人互相表露了心悸 不论往后的日子有多艰险 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 相邪走下去 山雾棱 天地和 菜肝与君爵 当天晚上 他们索性在道观里 放了一把火 然后趁量逃了出来 可身后仍有同门弟子 穷追不舍 二人被追到了悬崖边上 眼看已经走投无路了 顾流芳和子萱相望一眼 突然就释然了 这或许就是宿命吧 就连老天爷 都不让他们在一起 尖身不能双宿双息 至少死后 他们还有机会重逢 不怕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敢做 从悬崖一跃而下的他们 会是何种结局呢 顾流芳和子萱 被逼得双双跳崖迅气 奄奄一息的子萱 被圣布救了回来 可顾流芳终究是一介凡人 那是神仙也无力为天了 透视爱人的子萱 当成寸断 于日饮酒满醉 放纵自我 直到一百年后 他找到了顾流芳的转世 林叶萍 这一世的林叶萍 仍旧是静心修道的出家里 他还收来了一众追求于他的弟子 从那天开始 那位苗江女子的娇俏身影 便不知不觉刻进了林叶萍的记忆里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山下村落的妇女 我几乎了地找到了她 说是自从一位美艳无双的苗江女子 出现在村子里之后 他们的丈夫就像着罗魔一般 叶叶流连于酒馆 和那个苗江女人鬼混 甚至等林叶萍到了酒馆 才诧异地发现 妇女们口中的祸水 竟然是那日遇见的子生姑娘 还被男人们紧紧簇拥着 眼神却始终停留在她身上 林叶萍此行的目的 原本是劝男人们收心归家 和造行之妻过安稳日子 并且渡子萱入正道 可不知道为什么 尽管面前这位子一姑娘 一山不整 言语轻调 她内心深处的一分联系之起 却总是挥之不去 面对林叶萍的劝解 子萱只是微微一笑 子萱自己也没有想到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 她爱的那个男人 唯一追求的仍旧是道 天使们所有人都能忘记一切 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 自己却只能争大于回忆的泥沼 痛苦都难以自拔呢 她不再搭理林叶萍 而是回到酒席间 对男人们纵情享乐 不要命死地给自己灌酒 在周人的启哄声中 林叶萍仍是那副慈悲为怀的口吻 劝男人们不要辜负自己的妻子 也劝子萱早日回归正途 可大家都当她在说虎话 不由得大声嘲讽起来 这个时候 子萱却就面容一诉 既然你认为 问题全都是我造成的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去解决 姑娘请说吧 你娶我 子萱当即承诺 只要林叶萍从此欢俗 和她成亲白头终老 她就会和其他女子一样专一 情不会做出杀害他人的事 此话一出 林叶萍顿时不知所措起来 她本人修道之人 怎么能犯戒取亲呢 她第一反应 暂时满口拒绝 子萱倒也不再逼她 而是重新坐了下来 和男人们推杯换盏 俨然一副自暴自气的模样 扁看子萱饮了一杯又一杯 又被那帮看见到 不嫌事儿大的人们 催促着玩脱衣游戏 林叶萍终究还是看不过眼 再次上前阻止 立马夺过子萱手里的酒杯 一言而尽 林叶萍酒量极差 没喝几杯便醉得不请人许 清醒过来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满眼调笑的子萱 她再次重申 要想让她放弃如今的生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嫁给她林叶萍 林叶萍迟迟迟没有答应 却不止一次跑到酒馆 帮子萱挡酒 只不过她这样做 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子萱不顾她的劝说 依旧和那些男人夜夜声歌 或许连林叶萍自己 都不愿承认 早在第一眼看见子萱的时候 她内心的爱欲之火 电影一发不可收拾 再也无法和以前一样 扁弃杂念 潜心穴道了 终于有一天 林叶萍压抑许酒的情感 终于爆发了 我要向前天下宣告 我要去子萱姑娘为妻 当林叶萍牵着子萱的手 在众人面前阵露宣布 几日起放弃修道大爷 和子萱姑娘成亲的时候 全场顿时哗人 那些丈夫被骗走的女人们 更是偷骂子萱为妖女 林叶萍不顾周围人的非议 和弟子们的阻拦 依然决然地带着子萱 拟开了道观 成亲的那一晚 子萱虾皮夹身 低眉一笑百味声 在摇曳烛光的映照下 更趁着她风姿彻约 娇艳欲低 子萱肩上的一处纹身 引起了林叶萍的注意 但当她问解来历时 对方却吭呼其辞忙地过去 一开始 林叶萍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她只失望着妻子的睡眼 去亲耳从子萱嘴里听到 另一个男人的名字时 心里突然生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日积月累 逐渐转化为难以言喻的嫉妒 林叶萍第一次对子萱发了脾气 尽管矛盾的出发点 不过是一张普通的马面具 对于艾伦的不信任 子萱只觉得心灰意了 片面两人下日商量好了似的 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误会就这样随着年月的累积 而逐渐发酵边味 万般失望之下 子萱选择了何当男赵果 哪知刚回去不久 国内便发生了叛乱 子萱身为女王浩人 带领国民奋起反抗 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不被屠入 子萱还愿被擒 就在屠刀高高扬起 子萱幸迷危在旦夕的一瞬间 人群中出现了一个深意 是林叶萍 那个被怀疑所操控 伤他之身的男人 却是那样热烈而深刻地爱着他 甚至不惜为他劫发炒 林叶萍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就是要带子萱走 可他先生的责任何其重大 好如连满赵果的守护者都逃了 那些追随于他的子民 又该如何自处呢 子萱不愿将自己是爱的男人 卷进这场纷争里 林叶萍却冲耳不闻 执意要从众多官民手里 带走子萱 可最终还是因为管不敌众 只来得及挡在子萱身前 林叶萍死后 子萱万念俱灰 七手将转世后的徐长青 送到了属山 必项属山的亲为道长承诺 为了成全长青的仙道 斩断他们两百年的情感纠葛 往后绝不与其相见 鬼道现实中 徐长青终于知道了 这两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望向子萱的眼神 李愈发温柔怜惜 子萱得救了 徐长青也不再像之前那样 对她为恐逼之不紧 而是亲自为琴买药煎药 还买了不少女子的衣裳鞋子 看着徐长青小心翼翼地 给自己喂药 子萱心底有些无畏杂陈 她吃那样的温和体贴 就像曾经的流芳和叶皮一样 可她更明白 像短暂的温存过后 他们便会再次别离 或许永远都不能再相见了 徐长青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看为子萱备好了一批粮居 以及路上的衣食盘缠 两人准备就此别过 将着周人告别的时候 子萱反而释然了 她一直都努力让自己相信 徐长青就是她深爱过的 孤流芳李涅萍 但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她这么久以来的坚持 不过是花梁一梦罢了 如今梦想了 也该是时候离开了 周人并不理解 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的徐长青 为何会让子萱离开 尤其是雪剑 对徐长青的冷漠无情 更是失望透顶 但这毕竟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轮不上其他人只手花脚 子萱走后 最要紧的就是寻找火灵珠了 几人决定兵分两路 景天他们去极乐世界的大赌场 吸引阴兵们的注意力 学长青则偷偷潜入 找学火灵珠的下落 净化原本是天衣无缝的 随着他们刚到极乐世界入口 开手的阴兵一听说来人是景天 竟然一改前日的傲慢态度 将他毕恭毕敬地请了进去 不仅如此 景天等人所到之处 因冰鬼魂们纷纷夹到欢迎 整个极乐世界仿佛成为了景天一人的天下 原来这一切都是火鬼王安排的 看他的样子 应该早就对他方先安许了 极乐世界不会为男帅哥的 火鬼王提出想得景天赌上一把 他每输一局 就要在这极乐世界多待一年 为了帮寻找火灵珠的徐长青 多拖延一点时间 景天没强答应了 但他没有想到 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赌服 居然一局都没有赢 才不过一个时辰 他就输给火鬼王整整五十年了 再这么下去 他岂不是要一辈子留在这里了 不行 得尽快想点别的出路 恰巧这个时候 薛长青利用托运器告诉他 火灵珠很可能就在火鬼王身上 这下可好 拿不了火灵珠 他想走都走不了他 既然如此 景天索性也就豁出去了 赌博输赢都不要紧 他准而开始汗青光默地 向火鬼王表白 各种肉麻的话术 张口就来 为了讨火鬼王的欢心 景天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肉麻的情况都用上了 好在效果显著 火鬼王被哄得鲜花怒放 两人甚至当即决定 今晚就洞房 雪剑他们并不知道 薛长青告诉景天的火灵珠一事 对景天的突然转变 很是窝窝不解 他以为是他色迷心窍 看上了火鬼王的美貌和诠释 最大为光火的就是雪剑了 他本就因为子权离开一事 对薛长青心有愈怒 如今看景天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西下更是恼火 对前来帮忙的薛长青 也是处处冷眼相待 就说景天那边 他虽然答应了成亲 却无时无刻不挂念着 火鬼王脖梗上挂着的火灵珠 他早就注意到 火鬼王时常会脸色突变 但只要喝了火灵珠吃成的汤 一切都会恢复如常 当晚景天便千万百计的 吼火鬼王把火灵珠拿出来 伪其名媛好声端详 可无论的动静 却让雪剑他们误会了 以为景天真的沉溺于温如香 忘记了子权的真正目的 不行 你要是不亲亲 人家就不跟你动房了 好好好 不停 雪剑在门外窃的这跳脚 魔鬼也焦急和呼喊着 在火鬼王的催促下 景天不得已对众人发了脾气 脱失不住地对他们识眼色 免得坏了自己的计划 时常亲看出了景天的反常 趁大家先离开这里 这可惜雪剑怒气上头 根本没有接受到她的暗示 反而开始口无遮掩起来 雪剑一怒之下 独自离开了极乐世界 没让任何人跟上来 景天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对雪剑下重手 一时后悔不已 在事已至此 拿到火灵珠才是最紧要的 景天说尽的好话 好不容易才从火鬼王那里 骗来了火灵珠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她也就没必要再演戏了 任由得不到火灵珠滋润的火鬼王 裸化为一滩烟浆 等他们回到客栈才知道 雪剑收拾好东西 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说是要回宇宙城 景天原本还不以为然 以为雪剑又在耍他小姐脾气 气消了就会乖乖回来了 哪知客栈的马婶 却紧接着说 雪剑离开前 赵无言来找过他 此话一出 景天顿时脸色大变 不由分说多门而出 他记起了之前通关时 和赵无言的约定 要把你第一个抱的人 送给我赵无言 景天原本想着 只要他拿到火灵珠后 第一个抱的是冒冒 赵无言肯定拿他没办法 但他却偏偏忘记了 当时自己情急之下抱的人 应该是雪剑才对 景天他们在树林里 找到了那个大色鬼 奇怪的是 赵无言浑身焦黑 像是被雷劈过死的 而且附近的几棵树上 都存有烧焦痕迹 雪城清通过 鼠山特有的感应 以约看见雪剑 被一个手上刻有 云渍戒指的神秘男子 带走了 悠有这枚云渍戒指的主人 并不难找 雪阳清他们 从二十地城银那里得知 带走雪剑的人 应该是雷州云家的传人 雷州总兵云庭 还有一点尤为诡异 这雷州城附近 雾满妖魔鬼魅 可城内却繁如昌盛 百姓马安居乐业 天下太平 全然不像城外那样 妖气弥漫 景天的人刚进城 雪剑身边的花颜 就迎了上来 说是奉主人的命令 给景天送一封信 花颜的出现 总算让众人松了一口气 看来雪剑暂时没事 可她还为什么躲着不见人 本来让花颜出来送信呢 景天知道雪剑偏安无事以后 又恢复了网友的嬉皮笑脸 花颜带来的那封信上 倒也没有什么 值得注意的信息 不过是雪剑 气不过景天的那一发掌 喜来歇愤而已 当然 她这样做的真正目的 也是想让景天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好让她顺理称赵 回到队伍里 只是她忽略了一点 以景天一根筋的性格 看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 反而不会觉得欠疚 眼看景天被惹怒 大街上嚷嚷地要走 而花颜也只能在一方干着急 雪剑终于忍不住 装作路过 可周人打发照面 她始终对景天 把自己卖给了 赵无言一事 耿耿于怀 没说两句 更给了景天一巴掌 两人就此不晃而散 雪剑怒不和额地 转身准备离开 先发现早有人在等候着她 康小姐 大人已经吩咐 背后叫子 顶小姐回府 雪剑被一路抬到了云府 原来雪剑回到客栈后 被赵无言百万纠缠 就在她被暗传晕倒的时候 是路过的云廷救了她 并将其带回了府中细心照亮 云廷为人刚正多艺 虽然看上去高冷 不可亲近 对雪剑 却极为心细底肩 知道她的家乡在渝州 不仅让人做了渝州菜 以解乡愁 还专门准备了一间 和雪剑在渝州城所住的 一模一样的房间 对于云廷的温柔以待 雪剑很是感激 当时在丰都 若非云廷出手相救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云廷表示 只要雪剑愿意 想住多久都没问题 但她还是决定离开了 只是在领走前 她依旧拉不下脸 去找景天塔们 只好先将最好说话的龙奎 匿匿约了出来 其实龙奎早就看出 雪剑对景天的感情不一般 只是爱于面子 不肯坦白而已 可惜景天淡来咧咧的 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在龙奎的劝说下 雪剑半褪半就地答应 跟她一起回客栈 时至景天一看到她回来 就下意识地 开着嘴上不饶人 记得雪剑虎毛三丈 再多了女儿柔情 在这跟顽固不化的宇物面前 也消萌差不多了 雪剑再次被气跑了 本来还在银府门前瞅瞅 有预着到底要不要进去 没想到回头一看 景天确然口闲体 整直地跟了上来 雪剑你回来了 我现在就回去休息 如不嫌弃 请她寒舍一句 不嫌弃 云府庭院楼阁腹里堂皇 云天居正稳重闻眼 一看就是大家风范 还叫人排了宴席来招待景天 景天也不知道 哪根筋搭错了 竟然在其间毫不隐晦的 各种夸赞雪剑的优点 话里话外的意思 似乎是想尽力 挫合他们两人 雪剑恨得咬牙切齿 一面上又不能让云婷看出来 装得相当辛苦 云婷表现的云难风轻 并没有拆穿两人的伪装 落日雪剑率先憋不住了 愤怒地拍桌而起 景天曾答应过老堂主 一定会好好照顾雪剑 如今见云婷家事气路都不错 想着给雪剑找一个好的归宿 这本事出自善心 但她却恰恰忘记了一点 放在细节那一番放 在喜欢拿很久的雪剑听来 非但不会高兴 还会认为她将自己当成累赘 急着把她送出去 这样细腻的道理 就凭景天的放脑壳 当然是想不明白了 云婷将她客客气息 送到门口的时候 她还不忘帮雪剑都说两句好话 云婷听了也只是笑而不语 经历过那场彩离引发的惨案后 景天始终现有余悸 雪上清通过多人来的观察 烟电雷灵珠 极有可能在云婷身上 只是她还不懂得 如何控制灵珠的雷霆历 如果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贸然接近她 就会像景天一样遭受雷击 这样说来 雪剑留在云婷身边 岂不是随时面临着危险吗 景天顿舌忐忑了起来 无论如何 她都要带着雪剑离开 或许是在城市待久了 就连一向固满正经的时尚亲 也不知不觉多了一丝俏皮 在云婷哩哆哆找到了雪剑的房间 二话不说 就要带她离开 雪剑此刻却有了逆反心理 说什么都不愿走 景天他们溺不破 也怕逗留久了被云婷发现 只好现行离开了 赶着云婷去早就看清了一切 雪剑喜欢景天这件事 恐怕只有当事人本尊还没发觉了 见云婷挑破了她的心事 雪剑便也不再隐瞒 不够否认的是 这一路上的风风雨雨 打打闹闹 确实让她对景天生了爱意 可无论她怎么试探 景天的态度都令人着恼 雪剑只怕自己一旦表明的心意 比人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回到客栈后 景天怎么也想不明白 雪剑为什么宁愿留在云婷身边 也不肯跟他们回来 雪剑青去头也不抬的说 自己找到了他俩之间的关系 他激营地道 全身散发着光影 多令人着迷啊 你不是喜欢子萱吗 怎么跟住朋友搞在一起了 我是说灵珠啊 这段客服聊天走顺结束了 雪剑青难得戏谑的调侃景天 嘴上说着不在乎 实际上不还是在意云婷和雪剑之间的关系吗 景天被噎得牙口无言 只好从头转移的话题 在此之前 他和冒冒打了一个赌 景天当了这么多年赌徒 还是要打无把握之仗 那天他被雪剑抽骂了一顿后 就拉着雪剑青去了一家酒馆 等两人都敏定大醉 雪剑青也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 我说我爱子萱啊 你明不明白 那一眼 他们都醉得七婚八素 次日醒来 景天特意在懊恼的雪剑青面前 提醒了扎酒后所说的话 有人不怕肉麻 大声地叫 大声地喊 雪剑青酒醒后都不坦诚 那景天颇为不满 于是这次顾解虫师 江湖里的茶 偷偷换成了酒 火他喝了一杯又一杯 酒量极差的雪剑青 果然不负众望 没喝几盘就醉了 我爱 爱谁啊 我爱子萱 子萱姑娘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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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萱姑娘 月五顺利完成 剩下的就这酒后算账 四日清晨 昨晚我又酒后失言了 你说呢 谢了 然而不管景天那么怎么说 雪剑青却坚持酒后失言 对于昨晚发生的一切 你的字都不肯承认 景天只好气地跑了出来 文会也紧随其后 打算找准时机 向各个阐迷雪剑姐姐的心意 可景天却摆出一副 不耐烦的神情来 不让龙奎继续说下去 话虽这样说 景天却依旧不自觉地 提起有关雪剑的一切习惯 明显还是放不下她 雪上清告诉景天 她之前在云府 扣听到云婷和夏人的对话 得知这时间 唯一能够治疗云婷 身上强大雷厉的 只有火灵珠 这也就解释了 云婷为什么会出现在丰都 还恰巧救了雪剑 既然云婷对雪剑爱护有加 不如顺水推舟 就像景天对待猴鬼王那样 让雪剑趁机把雷灵珠骗到手 这样一来既能完成任务 也能意解云婷多年的困扰 与此同时 街上一匹马突然受惊 眼看就要撞上 正在和云婷散心的雪剑了 云婷眼疾手快护住了她 这才让雪剑幸免于难 但下一刻 云婷不由恶然 她明明触逢到了雪剑 却没有产生任何雷电反应 若是换作旁人 怕是早就变成景天二号了 那一天 云婷包括云婷在内的所有人 都是前所未有的高兴 这些年来 云婷一直饱受身负雷电的痛苦 无法与亲人朋友接触 就连她山岸的妻子 也在心腹之夜去世了 从那之后 她便开始刻意疏远他人 活得孤独而小心 直到遇见了雪剑 可能这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 雪剑从云婷那里 天手火灵珠 可以抵消雷灵珠的力量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她找到景天 准备借火灵珠一用 雪知景天却一口回绝 说什么也不肯交出火灵珠 望着雪剑离开她背影 景天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是当孟宝问起 她学生就死牙子嘴硬 孟宝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却看得比任何人都透彻 她觉得雪剑之所以反应这么大 是因为景天太过意气用事 并没有将他们的计划告诉雪剑 但她明白接电云婷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拿到灵灵珠 而不是景天不要她 孟宝随即提议 现在就去找雪剑解释清楚 谁知道两人方才的对话 被龙奎听到了 她主动请营代替景天 找雪剑说明真相 消除误会 但景天等来的 却是雪剑和云婷 即将大婚的消息 当时雪剑一怒之下回到云府 便已下定了决心 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 我们还可以想其他办法 比如我嫁给你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 云婷和雪剑 携手走到景天面前 邀请她到时来喝喜酒 景天这才知道 云归根本没有按照约定 将整件事情解释清楚 她还劝景天 或许雪剑是真的愿意 嫁给云婷呢 前两日 景天还不嫌事大的 给世上亲灌酒 如今需要戒酒消愁的 却变成了自己 全城的人都在为云婷 和雪剑的婚事而高兴 只有她始终闷闷不乐 我好爱她 我爱主婆 可惜的是 景天这一番之情告白 雪剑并没有听到 本而一字不漏地 落在了龙奎的耳朵里 她找到了正在备驾的雪剑 但她不仅没有说出真相 还骗雪剑说 景天他们都希望 她和云公不性子 只字不提景天的告白 回到客栈后 她用同样的招数 欺骗了景天的人 告诉大家说 雪剑是真心要嫁给云婷的 希望景天可以忘记她 欢迎未落 忘忘包里的盒子 却发出了异响 撒谎 他在撒谎 龙奎的脸色 煞食苍埋了几分 眼神也闪躲了起来 没错 她的确在撒谎 雪剑不在的这几天 她难得有机会和哥哥独处 她甚至自私地认为 如果雪剑真的嫁给了云婷 那么景天 就是她一个人的了 景天被轮回这么一说 心灰意冷地找到了时常青 凭什么人都比我帅 我又比我好 景天的烦闷和无理取闹 都没有在雪剑面前 表露出分毫 她一开往日的傲娇态度 客帝准备了洗发用的芝麻叶 温柔地为她散开了雾发 这是景天第一次 或许也是最后一次 离雪剑这样近了 他们一幕上吵吵闹闹的 却也共同经历了 不少磨难与艰险 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 对彼此动了心呢 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记得了 可能是在猴鬼王宫面外 女儿都甘愿为彼此而牺牲的时候 也可能是在双方玉佩的真影下 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有人说 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爱而不得 但对于她骂人来说 却是曾经爱过 却不与儿童地放了手 抱雪剑整理好头发之后 女儿难得和谐地坐在一起 景天无意间看到了 雪剑腰间挂着的玉佩 不自觉给意起了宗谦 如果没有那晚的刘清宇 她就不会意外得到那块玉佩 更不会认识雪剑 可惜玉佩紧接着 就被神明人抢走了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 她注定眼睁睁看着 自己所爱的人渐行渐远 身旁的雪剑 却想起了另一件事 爷爷还在事实 曾说起过这堆玉佩的传说 而另一个持有玉佩的人 就是她的有缘人 想到这里 雪剑突然惶恐了起来 她害怕做错了决定 更怕自己会当场反悔 莲芒说起当初在渝州城 徐昌清也曾预言过 她的有缘人名字里有一个字 抬起头就能看得到 抬头就能看到的 不就是云吗 当晚 一场盛大的烟火大会 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始着 这是云婷为新娘子专门准备的 但在风乎雀跃的人群之间 只有景天和雪剑西智冲出 烟花会结束后 雪剑看起来有些烦闷 一言不发 便独自离开了 林天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并没有让人追上去 人影交错 花灯绰约 雪剑和景天不期而遇 为了他们两人的相见 保护整个世界 都当了一次完美助攻 一场劝力的烟花 虽然是炸开了 两人深藏的心意 但景天还是希望 雪剑可以继续留在云婷身边 想办法拿到雷琳珠 景天这才知道 龙葵向自己隐瞒了不少事 雪剑却并不放在心上 在她看来 龙葵不过是小孩新性 想要独占哥哥的宠爱罢了 让景天不要为难她 同时雪剑也答应了景天的要求 她的确也是真心想帮云婷的 回到客栈后 景天还在为雪剑的那一碗 而沾沾自喜 身后的龙葵 却实在忍不住 向她坦白了一切 景天没有怪罪她 安慰了几句 便喜自得去休息了 龙葵却似乎并不打算放过自己 而是再次找上了那只盒子 这个时候 盒子里的那股邪念 也趁机诱惑龙葵 只要她将自身的妒忌和自私 心甘情愿交出来 她就会永远地除掉 那个倒在龙葵和景天之间的女人 永远除掉这四个字 就像恶魔的地狱 不断营绕在龙葵耳边 鼓扑着她伸出手去 慢慢靠近了那个盒子 等龙葵清醒过来 一切追回莫及 她慌得独门而出 却并没有发现 盒子里的那股邪念 竟然变得愈发强壮了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 雪剑和云婷的婚礼照上寄行 等宴会结束 宾客散界 雪剑趁云婷不注意 按照计划 从云婷身上取走雷丁珠 没想到对方竟突然睁开眼睛 一把禽住了她 云婷在雷州遇敌多年 防备心极强 自然而然地将此刻的雪剑 和那些心怀不轨的妖怪 看作同类 以为她蓄意接近自己 是想对雷州百姓不利 直到雪剑输出了实情 她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多年来回射雷电 无法和凡人正常接触 是因为身上一直怀有雷丁珠 也正于如此 妖魔们惧怕她的雷电之力 无疑敢靠近这里 才会有雷州多年的安宁祥和 听到这里 云婷的怒火早已烟消云散 只是她不明白 雪剑他们费心寻找雷珠 究竟是为了什么 对此雪剑也有些困惑 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云婷 自己只知道 这是鼠山长老们 交给景天的一项重要任务 找到五颗雷珠拯救苍生 在云婷的手很下 雪剑成功取出了 她体内的雷丁珠 这么多年以来 云婷第一次和正常人一样 随意接触任何人了 全府上下都因为云婷的恢复 而欣喜不已 为了报答雪剑的恩情 她慷慨地在众人面前宣布 这桩婚事就此作废 雪剑值得重获自由 两二天有不测风云 随着雷灵珠威力的消退 雷州外一只蠢蠢欲动的妖魔们 趁此机会一拥而入 找云婷报昔日之仇 如今云婷虽已失去雷婷之力 却依旧决定以一己肉体翻胎 为雷州百姓而战 此事毕竟由景天等人而起 他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景天也想在喜欢的人面前 好好出一次风头 于是和徐长青一起冲进了云婷 四处斩杀妖怪 与此同时 貌貌索卑的盒子里 也再次传出了声音 自从吸收了龙魁的妒忌后 盒子里的邪念迅速长大 就算出不了这个盒子 也可以通过吸取天下邪念 来为自己冲击修炼了 云府内 众人都在忙于抵御妖怪 没人注意到一旁的雪剑 被一个和景天一模一样的家伙 单独带走了 而此时此刻 真正的景天 还在和徐长青并肩杀妖 雪剑起初并没有发现异常 还以为真的是景天 及时赶到救下了自己 直到他的眼神 无意中落到下界 那个奋勇杀敌的熟悉身影 忍不住大惊失色 只可欣威十一晚 面前的这个根本不是景天 而是盒子里的邪念幻化出来的 他特意如走雪剑 其一是遵循和龙魁的约定 其二便是向景天示威 一代景天发现 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杀害 碧眼会愤怒至极 借时邪念 就可以尽情吸取景天身上的怒气 人的乐念越胜 他的法力就会越强大 在收尾景天这边 云府妖后平静得差不多了 云婷对于景天他们的张艺相助 很是感激 刻意让人百艳相待 只是四处找不到雪剑的身影 后面的龙魁不敢说出实情 只能支支吾吾的撒谎说 雪剑独自回客栅换衣服了 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事实上 龙魁早就后悔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一时的妒忌和私心 竟然真的害了雪剑 但如今目已成舟 邪念瑞宇强壮长大 眼看就要脱离盒子的控制了 他又该如何补救这一切呢 四日清晨 景天和冒冒大罪出息 徐沙青却不见了踪影 他也对景天留了一封信 阐明了自己中途离开的真量缘由 或许是经历过一路上的风云坎坑 他早已不是当初那里一心求道 不安事实前爱的徐沙青了 又或许 他见证了景天非学见 寻常却甜蜜的爱情 选择了证实自己的情感 无论如何 徐沙青终于下定决心 将子萱找回来 徐沙青施展法术 建了一艘大船 遨游在天地之间 他并没有向师尊们 隐瞒自己的抉择 只要自己打算完成此次任务 将那个盒子收拾贴近后 就永远和子萱在一起 面对爱徒的选择 清明道长他们并没有出言则怪 无论痛苦也好 快乐也好 都是他应该经历的人生 感情也是如此 从来没有拿起过 丢河潭放下了 风之宇宙过后 便是满眼的天朗其轻 在那道灿烂的彩虹尽头 子萱正在等待着他 仿佛一切都是面中固定 两人相识一笑 那段彼此相爱三生三世的感情 恍如隔世 却又近在咫尺 各站里 正能景天和孟孟 为虚伤亲的开窍 而感到开心的时候 蒙回却匆匆跑了进来 哥哥 我对不起你 我昨天撒谎了 景天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是无论他如何质问 盒子里都没有任何动静 看来危机这计 只能求助引在千里的白豆腐了 好在徐长青第一时间 听到了景天的呼唤 还向几位长老们求助 得知雪剑 被困在幽玄之境的森林里 被邪念 变成了一棵普通的树 更为紧急的是 那片森林正陷于火海之中 就算景天他们找得到那个地方 也很难判断哪个是雪剑 幸好景天在最后关头 忽然记起当初在丰都 他恶作剧的用千年末 在雪剑后脖梗上 画了一只猪头 凭借这一特征 他成功找出了雪剑 但雪剑依旧没有清醒过来 就连花盈也无能为力 他在森林里待得太久了 就像植物一样 没有了阳光空气和水的滋养 眼看就要凋零死去了 现在正值日薄熙山 就算景天抱着昏迷的雪剑 拼命追赶着太阳下落的地方 却也无济于事 就在此时 景天滑落的泪水 暂时唤醒了雪剑 可他表情默然 无关景天他们如果呼唤 却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徐昌青和子萱听出了这一消息 就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但雪剑明明在两人的帮助下 吸收了足够的大地气息 确实就是那幅麻木空洞的模样 更奇怪的是 徐昌青的师弟长印 利用鼠山法术 查遍了人间名册 却没能找到雪剑的身世 在回扬起在雷州时 只有雪剑可以接近 温饰雷电的云庭 想必他应该带有来头 尽管景天一些人 还没有找起五颗灵珠 但救人要紧 他们还是决定前往天界 寻求解救雪剑的方法 青和道长特意提醒众人 盒子里的这团邪念 比他们意想的还要危险 因此在将其放入神界的天池之前 不能再让邪念找到机会 吸取负面能量继续发育 更不能在他面前 轻易表现出愤怒 先穿石向远方 众人听从青和道长的劝告 平行静气收敛欲望 眼见无戏可成 邪念似乎也慌乱了起来 他不断用言语诱惑着减天他们 权势也好 金钱也好 只要有人可以放他出去 其他人都固然不动 不愿在搭理邪念的追思挣扎 实际其中的一句话 却刺痛了子萱的心 色衰爱迟 几乎是每个女人 都会恐惧的一个词 对于子萱而言 尤其如此 他好不容易和学长青在一起 怎么能接受自己最爱的男人 眼睁睁看着他 变成年华老去 喝发鸡皮的模样呢 趁着线床靠安休息 子萱悄悄回到了女娃庙 此时的圣姑也清楚 冥冥之中 命运自有安排 无论他如何出手阻拦 子萱和徐长青二人的情节 恐怕都是避免不了的 至于子萱的顾虑 他只觉得好笑 难道在史诗不语的爱情面前 色相当真如此重要吗 在子萱的再三要求下 圣姑告诉他 只有魔尊冲楼的心 才能让他不老不死 容颜永住 但子萱和冲楼的数次交手 从未占过上风 那么他应该怎么做 才能并不许愿拿到那颗心呢 在此 嫌安瞎不提 信念一连费了几天的口舌 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索性便发起狂来 制造了一场狂风咒语 先发了警天他们乘坐的仙船 交通工具毁了 而今唯有依靠遇见飞行 通过魔界的神魔之警 才可以进入神界 这一路上并不太平 警天的人刚到魔界 就被守卫发现了 双方打的难解难分 奈何周围的妖魔众多 下来一批 紧接着涌上一批 再这么消耗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好在这个时候 魔尊重楼天网了此事 命手下西风 才来驱散了中夭 危机得以解除 警天和徐长青和二人之力 承拨打开了神界的入口 天界壮苦威乐 凡是见到警天的天兵 无不毕恭毕敬地 尊称一句飞碰将军 这个名字对他来说 并不算陌生 之前重楼也这样换过他 天帝告诉他们 飞碰将军是天界第一神将 也是警天的前世 当年的他神勇无敌 鬼鬼妖魔 无不闻风散待 哪怕只是天界飞碰的威靡 都不免心惊打寒 这也解释了 为何哈斯平平无奇的警天 竟会是天选之人 飞碰曾为天界立下赫赫战功 被天帝赐予神界大将军之殊弱 受众仙敬仰称颂 并持神界之宝 镇妖剑 驻守南天门抵御外地 然而 从来为缝敌守的飞碰 却过得一点也不快活 他最想要的 根本不是所谓的荣耀 而是一个真正值得他拔将的对手 自从飞碰一战成名 再无人敢私闯天界了 在他看来 镇守神界的日子 实在有些乏味了 这里越是安宁祥和 他就一发寂寞难耐 飞碰生性解药疏冷 在整个天界 唯一和他算得上亲近的 想来也只有神术守护者 西遥了 飞碰每每心情烦躁时 都会来找他倾诉 有话直说 毫不遮掩 西遥不是不理解 飞碰渴望对手的迫切心情 只是如今战乱平息 天下太平 是六节的造化 呵护在挑起不必要的争端呢 后来 魔尊重楼的横空出世 终于让飞碰得偿所愿 两人神魔疏途 却实力相当 唯一的夙愿 都是神导一个视觉逆敌的对手 随着神魔两节冲突 愈演愈烈 飞碰做重楼也得以 屡屡交锋 每一次都站得酣畅敌 才能通手 看不难得棋风对手 逐渐起了英雄相惜之意 但飞碰这样做 于天归戒律不合 西遥唯一能做的 就是安静陪在他身边 威俏着品尝他难得的喜悦 答应了 永远陪着我 好 飞碰 飞碰和重楼的决斗 依然在继续 两人打得忘乎所以时 飞碰甚至忽略了自己的使命 不顾西遥的声声劝阻 擅自离开了南天门 失去了神家大将军的镇守 无数妖魔奉拥而入 伺机作乱 神家损失惨重 天地听闻此时候勃然大怒 命人将飞碰保着殿前恩罪 按照天机律法 飞碰擅离职守 勾连魔戒中人 最终被罚入凡间 承受六道轮归之苦 尝遍世间爱恨真痴 随身的镇摇剑也不知所踪 飞碰向来孤傲 不愿再多辩解一句 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 他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此刻最对不起的 唯有西遥 西遥对不起 飞碰的第一事 就是江国太子龙阳 玉龙飞腾 向阳而生 他出生时寓意着希望 就连死去 也那样壮临而决绝 再然后就轮到景天了 这一时 他遇到了雪剑 那个和西遥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却找不到 身世来历的女孩 天地紧接着为他们 解开了这个疑惑 飞碰被贬下界后 西遥在神树下 略叶思念 他是那样深爱过飞碰 却始终不懒确定 飞碰的心里 可错有我自己 或许是有的 只是在他的心里 自己永远都不会排来第一位 西遥将自己的无尽思念 寄托在了神树 结出了果子 连同了那对阴阳玉佩 和他想要再次见到飞碰的心愿 坠入了凡尘 以果作心 以树为生 这便是雪剑的由来 他的面容与西遥并无二致 虽是人类之躯 却有着植物应有的特性 比如他的头发 会在春天茂盛生生长 到了秋天 却枯萎脱落 可以绝缘雷电 同时也如同植物一般 需要阳光和水分的滋养等等 但紧接着 天地却告诉他们 西遥擅自将神果送往人间 触发了天条 被法编为花草经理 永远守护神树 就算他们有本事找出 哪一株才是西遥本尊 他也未必愿意现身相见 无论如何 救人才是最要紧的 天地派人从神界之外 接来了孟然的雪剑 并赐下一枚神果 重新幻想和他 徐长青随之为西遥求情 他痴情于飞棚数千年 买这位爱犯错树法 而今也该是解脱失怀的时候了 指他们该如何 从天剑的花吞锦簇中找到西遥呢 最后还是雪剑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哎呀又怎么了 你亲吻一下 雪剑的意思是 既然他们找不到西遥 那就想办法让她主动现身 是问哪个女子 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和另一个女人亲热 能忍住不吃醋呢 事实证明 雪剑这个办法虽然简单粗暴 但的确很有用 随着两人的吻逐渐深入 西遥总算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只是她浪向景天的眼神里 似乎多了点什么 雪剑虽然还不太清楚 这一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当她看到和自己 长得一模一样的西遥时 也大概猜到了自己的真正来历 西遥看得出来 雪剑和景天都深爱着彼此 相邪相伴 生死不渝 景天就是景天 她不是 也不该是飞鹏的替代品 当初她怀摔着对飞鹏的牵挂 不顾天规 将雪剑送往凡事的时候 就该明白这一点了 或许西遥早就知道 飞鹏不会再回来了 却始终无法是否自己接受现实 面对西遥的遭遇 雪剑很是同情 她甚至拜托天帝 将景天变回曾经的飞鹏 好让那个为爱相守了千年的女子 有亲会和喜欢的人重讽 哪怕一次也好 天帝感念与雪剑的善良 破例同意了 只要景天穿上飞鹏的战甲 戴上那只头盔 就会暂时回归飞鹏将军的身份 但法力只能维持次的时辰 希望她能够珍惜 和西遥在一起的这段时光 西遥 是你吗 从前的飞鹏和西遥 很少有机会像现在这样 坐下来聊一聊天 谁争抢没说几句话 她骤然打断了这样温馨的重逢时刻 来人这时摩尊重楼 她此来是久违地感受到了老对手的气息 准备继续当年那场未完成的决斗 跟景天毕竟是一介凡人 又如何能与当年的飞鹏相比呢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对手 此时此刻 好如彼时彼刻 只不过千年前的那一战 飞鹏的身边没有西遥 脸下景天的身边却有了雪剑 最终眼下这一战的是景天 尽管景天并不甘心 却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确实输得心服口服 她和飞鹏先行相惜几千年 感情早已飞同一般 可直到此时此刻 她才对曾经最瞧不起的 飞鹏的转世景天有所改观 没想到和飞鹏难解难分 斗了这么久 竟然败在了景天手里 心下也不由得生出一份敬佩 景天也愿意交这个朋友 乐呵呵地目送重楼离去 而放在发生的一切 一旁的西遥都看了眼里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她才终于放下了千年来的执念 选择了世人 有资格站在飞鹏身边的 换成了另一个女人 换句话说 西遥所爱的那个飞鹏 的确是不会再回来了 但景天和雪剑 值得拥有她最为憧憬的那份爱情 好在最后的最后 还能再见飞鹏一面 也算是心愿得潮了 景天成功击败重楼一事 很快传遍了神剑 天地大喜之余 打算恢复景天神剑大将军一致 让她重变先班 没想到景天想也不想 就做人拒绝了 相比起枯燥无趣的天界 她更愿意回到房间 变回那个没什么志向的 当铺小伙计 跟她心爱的猪婆白头偕老 哪怕历经生老病死 也无妨 人生得意虚近欢 她到底没有往活了 这短短几十年 既然景天已经决定了 天地也不好再美强 两人欢欢喜喜出了大殿 赶去天池和雪上青会合 谁知刚到那里 他们就被眼前的一切 惊得无以复加 那团邪念逃出了盒子 正趾高气扬地俯视着景天 而造成这一后果的正是徐昌青 原来就在景天和雪剑 为西遥的善儿忙碌不休的时候 徐昌青按照长老们的嘱托 将盒子送去了天池予以净化 谁正想 邪念在最后一刻 找到了徐昌青的弱点 那就是对他安重如山的 鼠山无为长老 邪念很是狡猾 他先是将自己的来历全书告知 然后提醒徐昌青 一旦自己被放入天池 烟消云散 亲为道长他们 就会历时生死 这样一来 徐昌青就会成为 亲手害死自己村长的倔回祸首 不仅如此 邪念还假惺惺地说 景天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 却一直避而不言 被蒙在鼓里的 从始至终只有徐昌青一人而已 徐昌青自小在鼠山长大 对掌门和师尊他们 无不敬重有家 如今却骤然得知 长老他们和景天 合起火来欺骗自己 再加上邪念画画为 鼠山无为长老的模样 蛊惑徐昌青与景天翻脸 他内心的怒火 在南压抑 一瞬间便爆发了出来 此刻的徐昌青已经失去了理智 全然忘记了青雷道长所说的 对于盒子里的邪念而言 愤怒就是最好的养分 事到如今 邪念通过吸取徐昌青的怒火 以原脱胎换骨 长大成人 冲破盒子的桎梏 轻而易举 更不用说顾忌什么鼠山长老了 邪念成剑得道成仙 从今天开始 他便自封血剑仙 既能游走于天地之间 又超脱于六界之外 只怕再无人奈何得了他了 另一边 徐昌青顾不上冷静思考 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天界 另凭紧听在通讯其另一端 喊得撕心裂肺 一路冲到神魔之井 也不知怎么 他竟误打误撞地 闯进了魔宗的宫殿 可随之映入眼帘的 却是所爱之人 与另一个男人 相拥而稳的画面 冲楼本就看他不顺眼 当场便打算动手 子学联盟党在徐昌青深浅 他急切地想要解释 但对方却并不打算给他机会 那年聚会之下 徐昌青见到了成型的协剑仙 是他不顾一切的愤怒 才有了这家伙重见天日的机会 协剑仙此来 美其名曰报恩 其实是想趁机拉拢 徐昌青 为自己所用 徐昌青尚存有一分理性 还妄想着规劝协剑仙 改过向善 走上正途 协剑仙自然不为所动 一想到我为长老 徐昌青也横下心来 碰下杀手 没有偷恨自己的冲动和不坚定 以致酿称今日大祸 事发突然 今天他们赶紧离开了天界 和冒冒的人会合了 同时将之前发生的一切 汇报给了清明道长 协剑仙重现人间 随时可能淡了天下 徐昌青又不见了踪影 耽误之急 还是要找到五颗灵珠 事情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此后 徐昌青便开始自暴自弃 漫无目的地在人间流浪 每日饮酒之醉 方肯罢休 但在天界所经历的一切 却营绕在他的脑海里 始终挥之不去 也正是从那天开始 协剑仙一直如影随形地 跟在他身边 不遗余力地笼落他 为自己所用 徐昌青生于正道 自然不屑与协剑仙为伍 但他很快便发现 世间凡人皆有恶念 生生不息 取之不竭 无止无尽地滋养着协剑仙 变得热意强大 徐昌青不是没想过尽心补救 可无论他如何小以利害 规劝他人一心向善 摒弃恶念 最终却只是无济于事 人人都当他风言风语 非但没有把劝告放在心上 还去官府撞告他妖言惑众 他就这样被投进了监狱 里面关押着的 有罪孽深重的恶人 也有被奸人所害的无辜百姓 协剑仙甚至不必着意引导 就能肆无忌惮地 汲取他们的邪念 大幅提升自身功力 为了给众人一个 改过自清的机会 徐昌青施法打开了牢门 放跑了所有的囚犯 没有让协剑仙的计划得逞 但他也因为擅自放走了犯人 被抓上空堂问罪 徐昌青问心无愧 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就已经下定决心 替那些逃离的犯人 承担所有罪孽 舍身取义 杀身扯人 本就是他毕生所求 更何况正是因为 他的愚蠢和不冷静 才未成就如今的邪见心 他理应为此付出代价 所上沉重镣铐的徐昌青 被关键球车里游街示众 受鞭吃之行 人们都当他乐观满营 罪不容诛 纷纷满口谩骂 唾弃着他 却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牺牲 而生疏侧隐之心 可即使徐昌青被打得遍体鳞伤 都不愿为自己喊一生躯 就连老里的狱卒 都不由得开始同情 这个为帮助他人 而甘愿舍弃生命的人 处处对他照顾有加 这样的情形 是邪见心没有想到的 他生于黑暗 成于邪恶 鼠身推崇了数百年的 所谓人性真善 架下是他最嗤之以鼻的 若非徐昌青剥夺了他 玩弄人心 脱失邪念的快乐 他还准备在这里多留一段时日 就在此时 他突然意识到 天底下有这么一间牢房 汇聚了六界之中 最纯净的恶念 即便徐昌青也不敢轻易靠近 那就是鼠身禁地 索要塔 邪见心情消散的一瞬间 徐昌青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立刻远程通知了二师弟 让他和长老们多加访范 事实上 就算徐昌青命传话回来 鼠身中人也隐约猜到了 在此之前 虽然五颗灵珠尚未及其 但如今情势紧急 景天一群人修好宣传后 便确速返回了鼠山 并将天界的事 河畔拖出 与此同时 他们也敏锐地发现 天地间的灵气逐渐浑 原本隐匿折服的恶鬼妖魔们 也开始蠢蠢欲动 开了秘密之中 解数难逃 六界怕是要迎来一场 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了 续昌青的不知所踪 让景天有些愧疚 当初他现实淡淡地答应过 一定会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谁知现在放跑了杰剑仙不说 连他的徐手下都没能带回来 他和鼠山的其他人 不是没尝试雇应千里穿阴 确定白豆腐的所在之处 最后却还是无功而返 想必是徐昌青 故意阻断了联系 不想让众人找到自己 而今鼠山正处于危机存亡之际 景天索性准备放手一搏 好好赌上一把 他一反常态地勒令鼠山周人 从即日起 不仅不能再练舞 还有日日享乐 绝不能让杰剑仙 察觉出丝毫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息 至于如何将金鸡腿 只管交给他和冒冒就行 景天说得轻描淡写 众人却将信将疑 连鼠山掌门和诸位长老 都奈何不得的协剑仙 他一介烦人 又该如何应对呢 但无论如何 他们现在除了相信景天 也没有其他办法可行了 时刻这么长时间 协剑仙再次回到了鼠山索妖塔 他本以为自己的到来 会引起众人的恐慌 经过等到了鼠山才发现 鼠山各处灯火通明 张灯结彩 弟子们甚至无视了他的存在 开开心心放起了烟花 协剑仙隐约觉得事有蹊跷 顿时起了防备心 锁塔之上 景天身披飞鹏将军的引甲战袍 孤身一人 手势魔剑 等待着他的到来 冒冒则一脸转向地在塔下 烤起了大飞机 看样子 根本没有把旁边的协剑仙当回事 鼠山众人的异常反应 景天仿佛胜圈在握的主动挑衅 就连他最看不起的小角色冒冒 也对自己熟视无睹 原本抽出满志的协剑仙 远不住开始动摇了 难不成这个景天 真的有办法制服自己吗 并或只是虚张声势呢 协剑仙越想越不对劲 景天虽然只是人间 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混合 却和神魔两界都有着极深的渊源 他目前尚未完全成形 又不知景天这边的根底如何 万一一时不慎 栽在此人手中 岂不是功亏一篑吗 协剑仙没有选择直接动手 而是撂下一句狠话后 并匆匆离开了鼠山 景天导人见状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尽管他刚才害怕得直发抖 快点就要装不下去了 但好歹暂时逼退了协剑仙 他们的计谋成功了 长衣随后汇报说 协剑仙为了提升功力 尽快成型 已经去了协林汇聚之所 也就是丰都 待他养精蓄锐再度归来 恐怕就无人可倒了 就在这个时候 清明道长突然想起 索奥塔内存放有当初飞碰将军 被扁下剑时遗失的那把镇妖剑 如果能借助此间的力量 对他们来说 必然会大有弊异 但鼠山早有戒律 本门弟子连禁进入索奥塔 景天当机请鹰 主动要求进入索奥塔 那里面妖魔肆虐 犹如炼狱 他何尝不知道 但为了不让协剑仙霍乱苍生 也为了将功补过 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而与此同时 子萱也终于找到了徐昌青 他每天都被打得伤痕累累 却还在不遗余力地 轻说众人放下邪念 回归正途 徐昌青不能让子萱帮自己疗伤 更拒绝她的任何帮助 子萱知道 徐昌青仍旧在为那日 释放邪剑仙的罪孽 而不断地惩罚着自己 他更明白 徐昌青始终愈怒于 那天在魔戒目睹的一幕 不然他不会狠下心来疏远自己 连一句解释都不想听 甚至不惜暂时封住自己的法力 自从那日和子萱一吻 冲锣心里 像是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 总觉着扣唠唠的 他不明白向来只追求力量的自己 为何会面对这个女娲后人 日思夜想 无法自拔 难道这就是子萱口中 所谓的爱情吗 子萱重新回到了徐昌青身边 既然说服不了 至少生死与共 讨论他该心奔赴皇权 那么自己也一定会不顾一切紧随其后 两人最终甘愿收录 双双绑复刑场执行火刑 拧死前 子萱终于说出了实情 他从来都没有爱过重楼 自己当初去魔戒找她 是为了趁机偷取她的心 以换取自己炎年一寿 青春永驻 并不是石阳青想的那样 红把丢进柴堆 深周的火焰窜的骇人 滚滚浓烟 寻得他们激见窒息 在这个紧要关头 是重楼及时赶到救了他们 并带去了紫竹林撩伤 如墨的夜色下 他超然若失 明明心已经不在了 胸膛却爱是难受的紧 爱上一个人 真的会如此痛苦吗 重楼来得粗然 走得脏促 几天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只好先将薛长青的下落 告诉了轻微道长他们 只要在三日之内 他能带着水灵珠 及时赶回蜀山 一切就还来得及补救 长夜找到紫竹林的时候 并没有多费口舌 并让薛长青坚定了 回蜀山的念头 可最后一颗水灵珠 又该去何处找寻呢 对此 轻微道长给出了答案 要不是秦氏 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你和紫轩姑娘 有一个女人 那是紫轩和薛长青的上一世 林艳萍的骨肉 当时两人尚在冷战期间 一个怀疑妻子不忠 一个赌气在心 不肯解释 紫轩心灰意冷 回南兆国的途中 意外发现自己 居然怀了林艳萍的孩子 她本想回到南兆国 一个人生下孩子 却没想到国内政治叛乱 她严定子民奋起反抗 最后一次见到林艳萍 却已是天人永哥 生下血腥骨肉之后 上一任女儿后人 便没有了不老不死的体质 而是随着孩子的茁壮成长 逐渐衰老 直至死去 也正因如此 紫轩刚生下女儿清儿 就狠心用水灵珠 将机兵放了起来 并交给她生姑代为照顾 她还不想救此人命 不管付出了什么代价 她都要等林艳萍 投胎转世 与其再续前缘 忘了墙堡中的阴孩 徐长青心里莫名声出一种 说不清报不明的情感 想要拿到水灵珠 牺牲年幼的清儿 只怕是在所难免 这可是她血脉相凉的青骨肉啊 但为了天下苍生 她依然含着泪决定 将亲儿送回蜀山 交出水灵珠 长音驾驶的先船 在天地间飞速前行着 子轩一路上都想得心事重重 圣姑就更不必说了 当初她是如何哭口破心的 归劝子轩为天下人考虑 可对方只顾着谈亲说爱 现在该是自私的时候了 她却为了拯救天下人 打算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 也不是该为子轩的成长而欣慰 还是为她的铁石心肠 而感动可悲 时常清留在屋内 微柔而慈地 动动着怀脸的亲儿 这是她的女儿 是她所爱的云云众生中 唯一和她留着相同的写的小生命 但如此美妙的交集 在他们踏入蜀山的那一刻开始 彻底破碎 救一人 还是救天下人 别看徐长青好像已经有了角色 内心却早已分成了两个阵营 因此先纯中途数次受阻 都是她暗中所为 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子轩却猜到了大概 面脑了几百年的她 此刻倒比徐长青更是大局 好 我最好为你如此 你要不要回蜀山 不要的话 我们马上带着青岸离开 其实子轩的这一番道理 徐长青和尚不明白 她只是在道义和亲情之间 徘徊不定 难以抉择 宁愿将自己包裹进谎言底而已 经过再三十五里 徐长青终于向其他人 看白的真相 让自己私心过重 才会履肋出手 耽误规程 对于徐长青的做法 长颖表示理解 可眼见斜见仙 即将捐途重来 苍生万物 届时也会倾刻间 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身为蜀山弟子 理应挑起拯救天下的众人 不仅如此 景天为了解蜀山之难 更是尽心尽力 舍身取义 甚至自愿代替了蜀山所有人 进入休闲万分的索妖塔 夺取飞鹏当年掉落的真妖剑 这是因为她无比肚定了相信 徐长青一定会带着 最后一颗灵珠回到蜀山 和众人一起并肩作战 时间回到前一天 徐长青归期未定 邪剑先随时有可能回来 景天立排众议 准备只身闯入索妖塔 夺取镇妖剑 龙奎在索妖塔里 被关了整整一千年 其中有多险恶 没人比她更清楚 自己苦苦等待了这么久 终于和哥哥重逢 她绝不能让景天 再深入险境 景天却表现得云淡风轻 当初她答应蜀山掌门 收集五颗灵珠 并前往天界进化血天仙 只是为了把永安荡 牢牢攥在手里 可如今时宜时宜 她早已不是几个月前 那里只顾眼前迎头小离的混混 索妖塔再如何惊险 也必须有人进去 雪剑还是和以前一样 江湖安心深藏进门闹钟 嘻嘻哈哈地跟景天斗嘴吵架 你这个窝囊费 谁是窝囊费 等龙奎清醒过来 就算她没有一点记忆 大概也猜到自己做了什么 再加上景天无意的责备 她连话都没有说完 就哭着跑了出去 次日景天本想拜托雪剑 照顾好妹妹龙奎 可对方却执意要 随她一起进入索妖塔 不管前路有多艰险坎坷 是负是货 并肩承担 罗龙奎出现 或许是昨天晚上语气重的间 她还在闹别扭吧 无论如何 正是要紧 娘儿拿着鼠山的一大堆法宝 气势浩荡地 踏入了索妖塔的大门 但离奇的是 她们小心翼翼地 向前摸索了好长一段路 连一只妖魔都没见到 不仅如此 她们还在地面上 发现了一趟暗红色的雪剑 稀稀拉拉蜿蜒到下一层 雪剑还很新鲜 看上去 应该是不久前留下的 娘儿越往下面走 景天雪剑就越发觉得不对劲 如果说她们刚进塔时 顺风顺水 成熟侥幸 那么到现在 艺人每遇到任何一只妖怪 就尤为可疑了 或许是亲兄妹之间 特殊的心灵感应吧 景天这才明白 难怪龙奎在她们进塔之前 只是没有现身 原来她早就踢早一步 进了索妖塔 拼尽全力 替她们赶走了所有的小妖 龙奎被困在索妖塔里 整整一千年 当中不知受了多少欺礼 她明明连踢起索妖塔三个字 都会怕得发抖 却还是为了景天的安危 选择了再次走进这个梦魇之地 等景天费尽功夫 终于找到龙奎的时候 她正被妖怪们当成战利品 肆意欺辱举笑着 还逼着她亲口说出 她哥哥是窝囊废这样的话 景天迅疾出见 及时下饱了那帮小妖 龙奎也向哥哥说出了事情 在小妖塔的这一千年来 她最忍受不了的 并非妖魔们的欺辱嫩 而是他们说哥哥是窝囊废 可龙奎从始至终都没有屈服过 她一直都务比坚信着 哥哥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肺捧的镇妖剑还被放在索妖塔顶 由妖中之王天妖皇守着 其实力之穷后身不可测 不愧景天他们找到天妖皇 倒还算轻而易举 毕竟是被绑过来的 天妖皇被封印金剑下三百余年 只能在索妖塔里作威作福 早就已经腻了 如今邪剑先法力大扯 待她归来之日 便是索妖塔解封之时 对天妖皇而言 自然是百利而无害的 能会伤众历劫 景天和雪剑又不同法术 危机之际 只有尽量拖延时间 等待徐长青血水灵珠归来 他们就有救了 景天搬出了自己的强项 赌物 她提出了天妖皇来一场决斗 讨论她在十招之内 还能爬得起来的话 天妖皇就得把真妖剑双手奉上 还要在众多小妖面前牵口说出 景天不是窝囊废 天妖皇答应的自信满满 但很快她就发现 景天的毅力 非常人所能及 可换作其他人 在她手下连一招都走不过 景天却真的硬生生 撑到了第十招 天妖皇不是君子 当然也没打算遵守诺言 她一再地加大赌数 十招 五十招 甚至一百招 尽管景天被打得虚弱模糊 却仍旧半步都没有退缩 她就是要向妹妹证明 更好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妖怪知道 她景天不是窝囊废 而另一边 徐长青和子萱连属师法 终于到达了属山 实际上千奇之归来 拿回了水灵珠 五颗灵珠一旦聚起 威力可真天地 被行天先冲破的索妖塔封印 即将再次闭合 索妖塔内 中妖花乱逃窜 天妖皇眼见自己是跑不了了 当下出手 更加狠立起来 就在此时 景天他们终于发现了 真妖剑的所在 赤刃龙葵缠住天妖皇不得脱身 景天三步兵做两步 上前把下真妖剑 天妖皇失去战役 索妖塔也即将封禁 她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 而经危机告一段落 景天咽撑热的一口气 总算是松懈了下来 徐昌青赶到的时候 景天的经脉全都被震断了 紧剩的微弱呼吸 眼开也就要停止了 徐昌青灵其一动 想出了以笔之道 观之笔身的好方法 景天讲回了一条命 大家也都为她的果敢坚毅 感到既高兴又敬佩 但当她随口问起 徐昌青的时候 众人却好像商量了一般 纷纷沉默了 为了取出水灵珠 不得已牺牲了青儿 此刻徐昌青和子萱 正跪在正殿门外等候着 景天连自身的商路顾不上了 不管不顾地冲进了大殿 找青薇道长他们 想办法救青儿 不过下一秒 青薇道长就给她 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实并没有死 她需失去了水灵珠的保护 但有了助力带长老 延年益寿的圣物 护心莲 至少保住了性别 青薇道长告诉他们 除了五颗灵珠之外 世间还存在一颗圣灵珠 只要找到了它 就能救青儿 徐昌青涛曼照掌门的提示 来到一处海边的小渔村 一个路过的老英明 看见他们 不仅不感到惊诧 反而一语道破他们此前的目的 就是为了寻找圣灵珠 老人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只要拾起海边的贝壳 支于耳边 就能听到一个美妙的歌声 空灵飘渺 恍若鲜奈 声音的主人 叫做西风 曾经就住在这个小渔村里 他生来相貌丑陋 却又有一副连仙灵 都鲜艳的好嗓子 每天清晨 他就会对着贝壳唱歌 唤醒于村里的每一个沉睡的人 后来 记录着西风声音的贝壳 顺着海水一路漂流 到了神界的天河之上 被神经水壁捡到了 西风的歌声 是那样纯净而清悦 那是高山流水 鹿云绕梁 都无法遇之辟腻的 神界寂寥难耐 随着岁月的推移 他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 期盼与憧憬 追寻着声音的尽头 找到了这个小渔村 西风自知样貌骇人 始终不敢和水壁相见 但他的样貌 却早已深深地 磕进了他的脑海中 从那日开始 水壁就在村里住了下来 每天清晨试剑贝壳 聆听西风美妙的歌声 成为了他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他迫切了想要见到那个 拥有如此歌喉的男人 西风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对水壁的感情愈演愈烈 几乎到了难以抑制的地步 就在此时 他强烈的执念 召唤来了 传说中的魔尊重楼 重楼承诺他 只要他以自己的声音 和五百年的自由为代价 自己可以满足他任何愿望 就这样 为了能旁旁正正见水壁一面 西风和魔尊重楼达成了交易 尽管无法发出声音 他依然又为珍稀和水壁 共同度过的短短一天 再后来 他就远离了故土 成为了魔尊的得利手下 而那个小渔村海边的贝壳里 再也没有了那样美的歌声 而日日思念西风的水壁 在海边无尽地眺望与等待中 化为了一尊石像 沉入了深海 可景天他们要寻找的圣灵珠 跟这个清美的故事 有什么关系呢 老人解释道 那和圣灵珠 就在神秘水壁的身上 要想找到水壁 就必须前往神秘的海底城 传说每逢因历十五推潮的时候 海面上会出现一根雨骨 而它就是打开海底通道 通往海底城的关键之物 至于他们能否找到这根雨骨 就要靠造化了 听了水壁的故事 子萱看上去似乎有些忧郁 牺牲自己引以为傲的声音 甚至甘心成为他人的奴隶 只为了见爱人一面 在旁人看来 或许并不值得 但她比任何人 都能理解西风 难怪上次在魔戒时 她会露出那样爱伤的表情 思绪回到现在 子萱望着身边 有些担忧的长青 故作轻松地扯开了话题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 你还想看看雪 雪 我还想看雪 我陪你一起看 好在功夫不负有些人 他们通过渔村老人的提示 渔脆潮时找到了那块雨骨 顺利找到了通往海底城的入口 这可惜他们找到水壁的时候 它仍旧是石像的模样 无论如何呼唤 都得不到应答 难道此行要功亏一篑了吗 众人失望之下 开始参观这座海底城 经过不看不知道 李探竟然有意外收获 那是一个连接着过去 与未来的神奇装置 只要将那根雨骨嵌进去 就能随意播放 他们曾经过的一切 记忆随影片一默默滚动着 一如昨日 却又恍若隔世 然而奇怪的是 影片播放当中 出现了一段模糊不清的画面 除了那块永安当的扁轮之外 什么都看不清 这似乎是属于冒冒的人生片段 可为何会变成这样呢 不管怎么样 要想拿到圣灵珠 首要的还是救活水壁姑娘 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 唯有西风 不知道是不是重楼想开了 居然真的把西风放了回来 可当他满心欢写的 正在爱人面前时 实际却斩定截铁的否认说 他根本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西风 曾经的西风 声音清澈动听 命人久久不能忘怀 怎么会像眼前这个男人一般 就算皮相在英俊 声音也是如此嘶哑刺耳 西风饱受打击 只能再次敲响那熟悉的旋律 以此稍作未解 殊不知重楼也已经跟到了海底城 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重楼将二话不说 将声音和自由 一并还给了西风 从前的那个摩尊重楼 只知少年一起 从来不懂其来 平生最大的乐趣 便是寻找足以与自己匹敌的对手 但而今 她的心中总算有了另一份牵挂 那便是爱 那份连她自己都珠门不透的 源于对子萱的爱 恢复了自由的西风 再也顾不得自己丑陋的面容 时隔数百年 和尚起的那首歌 响彻了整个海底城 心美而浪漫 石像中的水壁成龙被唤醒 为了那一门歌声 她哭哭等待了这么久 如今终于和爱人重逢 怎能不欣喜 至于面容丑陋与否 又有什么要紧呢 望着眼前这根幸福相拥的恋人 子萱内心有所触动 她曾经不顾一切所求的 不老不死 容颜永驻 在真爱面前 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或许一切都是徒劳一场吧 既然想明白了这一点 她心里也释然了不少 最终选择了将丑陋的心 原无奉华 只是这一次 徐长青和子萱 都摆脱了情爱的纠缠羁绊 独留在迷剧中的 只剩下了重留自己 随着海底火山的喷发 整个海底城开始迅速坍塌 西风罗水壁两人 只一留在此地 将圣灵珠交给景天他们之后 便催促着众人赶紧离开 但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他们前往海底城 寻找圣灵珠的这段时间里 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邪剑先远比他们想象的强大 自他养情蓄锐 想事归来后 没多久 便控制了整个人间 就连鼠山无为长老 也奈他不得 被吊在索药塔顶 饱受折磨 除此之外 邪剑先还放出狠话 6月6日便是人间的末日 所有的人都必须死 景天他们回到永安当 也第一时间知晓了这件事 就没想到一向 被他们当成兄弟的地平 也跟了邪剑先为武作伤 作为作福 在不过得暖时日 整个大地哀鸿遍野 临不聊生 俨然已是一副炼狱景象 景天本以为 鼠山情营会好一些 甚至他刚和长英等人会合 邪剑先就找上了门 邪剑先虽然是鼠山 无为长老的恶念 汇聚而成 却因吸取世间邪念欲望 而使自身日益强大 早已身属六级之外 世间只怕没人能赢得了他 何况是不能法术的景天 很快徐长青和子萱 也赶了过来 两人双方实力实在悬殊 就算景天徐长青几人联手 也难以伤邪剑先一根汗毛 危机关头 徐长青将一只海螺 不由分说塞进了景天的怀中 还没等他多说一句话 便被邪剑先吸进了肚子里 徐长青的死 让众人备受打击 如今唯一有希望压制邪剑先的 恐怕只有摩尊重楼了 但他向来踪迹难选 鼠山这边只能先放出情报 慢慢寻找他的下落 当晚一个令他们意料不到的人 出现在永安当 是何必平 他此来是替邪剑先传话 料景天自日沉时 在鼠山见一面 看来邪剑先似乎并不打算 当即取了景天的性命 而是提出和他打个赌 对于这个样样不敌自己 唯独在赌树上 打过一场漂亮仗的景天 他仍旧觉得很不服气 在敌人最擅长的领域 狠狠将其击败 向来都是最为畅快的事 即便是超突出六界之外的邪剑先 也不免会有这样世俗的欲望 景天原本是不愿赴约的 邪剑先故意设下这一陷阱 难保不是让他自投捞网 引火自焚 但毕平提醒他 如若不去 所有人都会被他牵连而死 拼尽全力赌一把 尚有一千希望 尽管景天深恨毕平的背叛 却不得不承认 毕平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 在找到丑炉之前 他只能经历争取时间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第一局的赌注 竟然会是所有人的食物 也就是说 一旦景天输了这场赌局 全天下的人都会活活饿死 可惜的是景天赌输了 他不仅输掉了大家的粮食 还眼睁睁看着五位长老 被邪剑先扔进了索要塔 他没想再赌一局 就被邪剑先毫不由钱赶了回来 说是留待明日 还特意提到第二天的赌注 会是他的好对手 从鼠山回到永安当后 景天亏就不已地道出事情 换来的自然是一片指责声 想来也是 与百姓而言 能吃饱春暖 电影是万幸 无论是谁剥夺了他们这项权利 哪怕是为了苍生舍身忘死的景天 也只会被他们厌弃唾玛 一个没有为他们带来利益的救世主 往往是不会被承认的 最后还是猫猫站了出来 主动把寻找食物的事 揽到了自己身上 那些人才肯暂时罢休 一日沉死 景天没有碍事出现 但百姓以为自己不去冒险打赌 就什么都不会失去 不料碧平的到来 却打破了他的幻想 众人起诉是不相信的 直到碧平带来了崇楼的断角 景天才终于慌乱了起来 他冲上鼠山 果然看到崇楼被绑在石柱上 难道他们唯一可以依托的希望 要就此破灭了吗 另一边 茂茂和花言寻变了于周扯 连一口可吃的食物都没有找到 他们偶然听说 天下唯一还能存有粮食的地方 就是罗如烈的霹雳塘 此时的罗如烈 早已归顺邪见仙 他为修炼大成做尖恶事 变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奇怪的是 他一见到茂茂 就像乐乐许角的猛兽 骤然发现了美味猎物一般 两眼冒光 原来说情良善的茂茂 拥有着一副毫无杂质的纯健肉身 只要罗如烈吃了他的肉 就能功力大增 茂茂被吓得把腿揪走 可罗如烈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他顿住了脚步 罗如烈的意思是 只要茂茂心甘情愿献出他的肉 就可以换取足够多的粮食 就近外面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也解了景天的良眉知己 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 他必须是心甘情愿的 否则肉身一旦杂揉了其他的欲望 就起不到原有的效果了 茂茂心情复杂的回到永安当 正好撞见百姓们将景天团团围住 讨要着粮食 他实在欲心不忍 告诉大家真相 便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茂茂说到做到 真的为大家搬来了一大堆粮食 只是没人注意到 赖着笑颜颜看着众人 万天洗地的争相取粮食的茂茂 脸色苍白的有些害人 正没有人看见 茂茂偷偷藏进屋子里 掀开腿上的铺条时 缺失的一大块肉 那是他当着罗罗列的面 咬着牙亲手弯下来的 我答应你 已经换时机 景天这边的担子也相当沉重 这次要不是茂茂 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现如今所有人的袭击 都寄托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万一又赌输了 他便是天底下无可饶恕的罪人 人越紧张 就越容易犯错 在第二场赌局中 景天虽然勉强赢了一把 救出了天地 却还是输了猴狗王和天妖皇 今天先玩得不够尽兴 认为是猴狗王他们 对景天而言并不那么重要 因此未尽全力 以至他临时加了一个赌注 轻耳 景天不能不应允 但他这次多留了一个心眼 提出由自己出题 互相猜对方心里的名字 时间猜对就算赢 虽说是他自己的主意 但说实话 景天对自己的确没什么信心 眼看邪见仙早就已经写好了答案 悠悠然等他落笔 他手上扔就忍不住颤抖着 要是输了这一局 他可就永远都对不起徐长青了 就在这时 碧瓶却出言嘲讽起景天 似乎是有意在挑衅 再一细看 却有新的发现 碧瓶的口型分明是轻耳 他顾不得多想 想在邪见仙之前 猜出了正确答案 这一局 景天总算是赢了 景天仙勉为亲难的 表示会放过轻耳 景天受了几次打击 景天激进崩溃 他开始感到绝望无助 就在几个月前 他还天真的以为自己 是能够拯救天下苍生的救世大侠 可现在 所有的压力和痛苦 都得由他一力承担 尤其是当他亲眼目睹了 必平为了帮自己赢下赌局 而被邪见仙活活摔死在眼前的时候 景天才发现 自己根本无能为力 明天就是6月6日 也就是邪见仙口中的末日了 难道他要眼睁睁看着那些 将自己放为最后活种的百姓们 被邪见仙折磨至死吗 景天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回到了永寒档 为了庆祝老大赢下一局 冒冒强撑着身子为大家做饭 熟不知万念俱灰的景天 竟然在汤里下了毒 一旁望楼葵看出了哥哥的异场 想下一步接过了碗 正于要喝 却被景天一把献放在地上 他终究还是狠不下心 只能向众人坦白了一切 邪见仙之所以会一连几天 都会景天达赌取乐 不过是为了当初被哄骗一事 至今分分不平罢了 邪见仙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只要他念头一动 乾坤都将为之色变 连天界之皇天帝 和魔界之尊重楼都敌他不过 又何况是自己呢 担心老大安慰的孟茫 掩着身上的剧痛 和血剑龙葵一起追了出来 可没说两句话 他就面色沙白地倒了下去 到了这个时候 孟茫才终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他找到的那些粮食 全都是用他自己的肉 向卢如烈换回来的 从前那个最喜欢大吃特食的孟茫 如今回山上下 却几乎只剩下了骨架子 剃骨弯肉的痛楚 尤其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好兄弟冒山地离去 令景天等人悲痛欲绝 长英和几位鼠山弟子 只见闯进了霹雳塘 本想逼罗如烈交还孟茫的肉 只要肉还在 孟茫至少会有一线生机 谁知对方竟不惜当场自尽 也不让他们如愿 罗如烈一死 以为这孟茫再也不能复生了 曾经在永安当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 两个好兄弟都不在了 冒冒必平 那些后处面具相信他 守护他的人 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 是啊 为什么拯救苍生的众人 偏偏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呢 如果可以的话 他多希望回到过去的那段日子 回到那个虽然清贫如洗 三人却能彼此扶持 打打闹闹的时候 没有人哭泣 也没有人理去 那该多好啊 可惜这个世界上 最无法挽回的 恰恰就是所谓的如果 正在赶上之际 突然天边一道一帮闪过 近日之前 将景天玉佩的那个神秘非议员 他是来归还那块玉佩的 不仅如此 神秘人还告诉景天 自己当初拿走那块玉佩 就是为了防止他滥用 也他当时的性格 只怕玉佩还没在他手心里无热 就已经转手卖给他人了 这对玉佩分阴阳两块 其中蕴含着无穷威力 只要景天将这一块 与时间的那半和二为一 就能实现任何一个愿望 我明白 我走了 你到底是谁啊 李逍遥 李逍遥 先见其侠 始从再现 然而今天许愿的话 胜算依旧太小 他们还需要多放个援助 景天决定兵分两路 龙佩跟着他一起去索妖塔 想办法救出鼠山无为长老 子萱和雪剑去救虫楼 然后迅速和他们会合 千为道让几人倒是没有大碍 他告诉景天 调想把败协剑先 唯有让魔剑和真妖剑融为一体 但要练成这世上最锋利的剑 必须有人自愿跳入住剑炉 而选择只有两个 水剑的亲 或是龙佩的千年剑魂 水剑和龙佩听闻此言 纷纷表示要牺牲自己寄剑 他们之中 一个是他深爱的女孩 一个是他至亲的妹妹 无论是谁 景天也不愿舍弃 可没有寄剑之人 又如何能救得了天下苍生呢 虽然就这样僵持不下 王贵此时却话头一转 提到了那天在海底城里 只有他看到了所有人的未来 雪剑先归来 苍生受苦 寄剑就是 从来都是命中注定的 不要 接下来的事儿 只能靠景天一人了 众人合力将自身残存的法力 全数灌注到了他身上 机会只有一次 他必须一击击中 离境前 子萱告诉他 徐长青并没有死 并拿出了那只小海螺 原来徐长青是故意露出破绽 被邪剑仙吸进肚子里的 为的就是司机找出弱点 等待时机将其消灭 此时此刻 鼠山弟子们已经攻上了鼠山 与众妖魔对峙 而景天即将对上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邪剑仙 邪剑仙仍是那幅不可一世道满模样 他向来瞧不上景天的花拳袖腿 又自信无人能找出他的死穴 在和景天的搏斗中 也表示得游刃有余 就在这时 景天突然在邪剑仙身上 看到了徐长青的影子 景天再次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回到了树山 全身上下 没有一点伤痕 雪剑子萱等人也安然无恙 徐长青也得救了 是鼠山的长老们 拿出了自己的护心脸 救毁了生命除非的他们 邪剑仙已死 一场浩劫 终得避免 源于众生 总算是盼来了 守得云开剑月铭的那一刻 窗楼经历了这一番劫难后 这感情仪式也摊开了不少 准备回魔界了 一切已经雨过天起 秦为道长也准备退院让险 将鼠山掌门之位 传给徐长青 携手并肩这么多风风雨雨后 他们二人依旧始至不语 但这份爱 不再狭隘地只属于猎人 而是足以能过天下万物 他们是爱着对方 也爱着天地间的一草一木 景天和雪剑 听不懂这样的大道理 在他们看来 相爱如果不能在一起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是个大俗人 相爱就是应该在一块嘛 徐长青和子萱最终决定 相约于忘情胡叛 据说喝了这里的水 就能贬弃执念 忘却勤爱 最先想通的人是子萱 他开始明白 真正爱一个人 就是要学会成全和放手 他和徐长青都有自己的使命 实在不应该再多纠缠 既然是真心相爱 至少不能成为对方的累赘 更何况他身为大地之母 引完后人 也该为这天下苍生 尽最后一分力才是 或许那句话是对的 相如以沫 不如相望于江湖 事情已经拆而落地 景天和雪剑 刚回到永安当 就撞见赵人昌夫妇 一反常态的 一路嘘寒问暖 将他们引进了门 还口口声声称他为老板 不仅是永安当 还有唐门 甚至整条街的商铺 都是他的 短短一夜之间 他又从一的小混混 摇身一变 成为了渝州城的首富 这一切的缘由 景天在碧萍留下的一封信里 找到了答案 谁也没有想到 那个一向胆小怕事 娓娓缩缩 连婴和小力都不放过的碧萍 为景天做了这么多事 碧萍曾答应过他 会帮他损好永安当 损好那份发财大忌 孟茫说 会永远相信他这个老大 文慧说 为了他的王兄 可以不顾一切 如今他们都用性命 兑换了诺言 唯有放下豪言壮志 承诺会带他们赚大钱 过好日子的景天 到了 却什么都没有做到 离开鼠山之前 学上请将冒冒的骨灰 交给了景天 现在天下安宁 结束已尽 他便带上了那罐骨灰 踏上了去往长安的路途 冒冒生命最爱的 除了吃的和老大景天之外 就是去长安这一毕生梦想了 因为那个遥远而奢华的都城 有他素未相见的亲生爹娘 再后来 冒冒被景天父母收养 二人便也成为了 心意不离的好兄弟 冒冒比他年长几岁 却仍旧愿意 顺着他一切无理的要求 傻呵呵地喊他老大 把最好吃的 全都留给他 就连最后忍着剧痛 割入患凉 直至失血过多 奄奄一息的时候 冒冒满心底想着的 也只有尽力替他分有解难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身旁是飘渺的云雾 身下便是繁华的长安 景天将手里的一盆骨灰 洒向了空中 金光铃铃 美不胜收 仿佛长安城的那抹艳丽明媚 都是因为冒冒的到来 才染上了些曲暖色 场面在他梦中的地方 应该也是冒冒心之所愿吧 遥远的南赵国 飘起了只有北江 才能看得到的得猫大雪 恍若精灵一般 满天飞舞着 你很想看到些什么 我想看到满天飘雪 我陪你一起看 这是续唱青松鼠山 送来的一场雪 也是他为青丝成雪的子萱 远的一场美梦 或许是宿命使人 他们纠缠了三生三世 却仍是这样的结局 互相依恋 却不会再见 星空下的纷纷飞雪 也让雪剑心袭了起来 他像个孩子一般 在雪中雀跃着 景天也乐意陪着他一起闹 玩闹间 雪剑无意问起 除了他们一户心里 而侥幸活命之外 那些被雪剑仙 害死的平民百姓们 又是如何复生的呢 一提到这个 景天的表情却变了 天知道 打败了雪剑仙后 景天的魂魄上了天界 天地对他的英勇相救 表示了嘉许 可景天不想要任何奖赏 他唯一的心愿 就是救回那些 无辜行死的人 天地答应了这一请求 但下一秒 景天就被告知 肉身亡好者 即可欢迎 只是碧瓶 茂茂和龙奎 恐怕是回不来了 并且为了天地 阴阳平衡考虑 景天必须以自己的生命 来换取那些人的养兽 如果没有我在你身边 你还会像现在这么开心吗 走开啊 我不走 你走 我不想走 好了 以上就是仙剑三 大戒局的全部内容了 季仙一的大破争攻之后 旁人就趁热打铁 于2009年 推出了续集仙剑三 目前的豆猫平分 约高居8.8分 这也是胡歌遭受了 那次意外后 接到的最有信心的一个角色 但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 杨幂当初差一点 又错过了 剧中唐雪剑这个角色 那时她已经签了 《心后龙梦》剧组 实在是分人法术 后来双方经过多方商谈 成功借到了杨幂的档期 这才有了经典的唐雪剑形象 而事实证明 唐雪剑一决 在一定程度上 也确实尝救了杨幂 剧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除了景天雪剑 和长青子萱的 决闷爱情之外 更多的是对于配角的刻画 无论是活得猖狂 就爱了暴龙的虫龙 还是哭挡了几百年的水币 让人至今念念不忘 如果要在《心念三》中 偏远出一个 最恋人心疼的角色 冒冒和龙魁 必然保上勇力 是爱着王兄的龙魁 在魔剑里哭哭等待了一千年 才得意和转世的景天重讽 他可以是温柔善良的兰魁 也可以是刚毅果敢的红腿 就算在索要塔里受尽凌辱 也绝不说一句哥哥的坏话 两度跳入住剑炉 都是为了他所爱的兄长 龙魁诚然不是一个 堪称完美的女性角色 挤出他的眼里心里 只能装得下景天一人 生怕被哥哥再次抛弃了他 甚至断过一丝恶念 从而导致了邪恋先的 进一步强大 但这并不冲突我们 为这个女孩的一生而扼腕 他在铸剑炉旁飞身一跃 木然挥手的一颤那 便已是蹉跎千年 猫猫更不必说 当年不知有多少人 为割肉换粮那段剧情 贡献了数不清的眼泪 那就没有什么远达报复 细细念念 想要跟在景天身边 冲击了长安的傻小子 未必像表面上那样 大大咧咧 却甘愿放低身段 无限容忍着景天的坏脾气 就连最后的离去 也在挣扎着 让老大不要看 生怕自己 虚弱模糊的模样 会吓到景天 至于剧中 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角色 冒过于何必平了 他露面的机会很少 为人胆小 见钱眼开 虽然和景天他们 时朝门在一起 却能为了生计 毕恭毕敬的 排老板的马屁 但就是这个 在庄人眼里 算不上正面人物的何必平 却可以为了景天 假意归顺邪剑仙 暗中对他施以援手 最后被邪剑仙 生生摔下了悬崖 魂飞破散嘴 赞乱复生死 何必平这一人物 塑造之初色 恰恰就在于真实 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个 既是庆名的徐长青 一个心怀苍生的景天 却活成了 那个怕死的何必平 他注重摔在 景天面前的那一幕 对于屏幕前的我们而言 又是何等的触动呢 杜博的青春岁月 终究还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曾经向往着长大 却又本能地逃避着长大 可时间流逝 转述而过 没有人能逃避过岁月 没有什么能永远 停留在原地 除了回忆 感谢我们的青春年华里 还有先一 先三这样的好剧陪伴